韩爵之 志强气韵 修炼千年 第一节 姓名 韩爵 寿命 1165 种族 凡人 修为 无 功法 无 法术 无 神通 无 法器 无 灵根资质 极差 点击摇头子 先天气韵如下 点击摇头子 土木双灵 土 木灵根资质增强 枪道灵童 枪道资质增强 体魄增强 点击开始游戏人生 望着眼前的属性列表 11岁的韩爵快绝望了 灵根资质 先天气韵每日都可以摇头子随机改变 但只能摇一次 每日早上7点可以刷新 韩爵从出生起就开始摇 11年了都没有摇出极品资质与卓越的先天气韵 要不就这样 一个念头从韩爵心里冒出 不行 好不容易来到神仙鬼怪的世界 岂能凡人修宪 韩爵想当爽文男主 再摇 韩爵抬手冲着面前的属性列表一点 灵根资质改变 灵根资质 无 韩爵那张稚嫩的少年脸瞬间黑了下来 再点 天命孤星 克轻克吕克勇 孤独一生 寿命增加百年 尼玛 天命孤星都出来了 谁要孤独一生 韩爵气得躺下 在草地上打滚蹬腿 整整11年都摇不出吊炸天的灵根资质 先天气韵 不行 继续摇 老子不信了 韩爵气抖冷 折腾了半个小时 她才起身 韩爵是重生人士 前世来自地球21世纪 年纪轻轻 就被查出癌症晚期 她不愿痛苦地治疗 回家等死 当天晚上为了麻痹自己 她找了一款怀旧修仙游戏玩 玩了一个通宵 很嗨 天亮时困了 然后人没了 再次睁眼 她就投胎来到这个类似古代的世界 她出生在一只修仙门派内 玉清宗 大燕王朝的正道修仙门派 在被查出癌症晚期那一天 韩爵无比惶恐 头一次知道 生命如此重要 这一世竟然可以修仙 她惊喜过望 她一定要修仙 她要活得比谁都久 但她不能凡人修仙 自出生后 韩爵就活得没压力 她父母是玉清宗外门炼丹师铁佬的奴仆 平日里为铁佬种植药草 炼丹师地位特殊 在外门 没有人敢得罪铁佬 铁佬手下有数十位奴仆 全都是凡人 即便有灵根 铁佬也不允许奴仆修炼 估计是怕盗走她的草药 她的草药对于修仙者而言充满益处 但对于凡人而言是绝对的毒药 不过六岁那年 她父母逃了 留下年幼的韩爵在铁佬的药草园内 韩爵也能理解 带着一名孩童逃跑 肯定多有不便 铁佬也没有计较 反而让人带领韩爵开始帮忙种植草药 时间久了 韩爵也将药草园内的所有花花草草熟枝 铁佬没有刁难韩爵 韩爵便继续摇先天气雨 反正他现在是凡人 不如再等等 哎 继续摇吧 要是三十岁前摇不出逆天的气雨 那就算了 凡人修仙就凡人修仙 韩爵默默想到 药草园内最年老的奴仆已经七十多岁 名为王老头 他十几岁时就被铁佬选中 如今已是奴仆领袖 奴仆们都以他马首是瞻 韩爵起身 回到药草园 开始洒水 收拾枯叶 药草园很大 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每一位奴仆在忙碌时都小心翼翼 要是不小心破坏了花草 铁佬必定震怒 有一些药草甚至充满剧毒 铁佬上个月才外出 估计要两三年才能回来 对于修仙者而言 两三年根本算不得什么 在药草园里 韩爵沉默寡言也没有什么朋友 也就与王老头交流多 忙完后 他便回屋 开始做俯卧撑 锻炼体魄 四日一早 韩爵洗漱完 他坐在木板床上等待 一直等到鼠星列表刷新的时间点 韩爵才抖擞精神 有种抽奖的感觉 这是他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他搓了搓手 先摇灵根滋质 灵根滋质 屋 草 这也太黑了吧 韩爵差点气死 他的手都开始颤抖了 继续抽先天气韵 头子一摇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痴 剑道资质顶级 剑道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游戏人生开始后 获得一部爵士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韩爵愣了愣 他瞪大眼睛 顿时惊喜 四个先天气韵 这还是头一次刷新出四个先天气韵 而且看起来都很牛批 韩爵越看越兴奋 就是他了 不 他们 四个顶级 一个爵士 一看就很了不得 摇了十一年 日复一日 皇天终于不负苦心忍 韩爵努力平复心情 灵根资质没有 他暂时还不能点击开始游戏人生 还得再摇摇灵根 终于苦尽甘来 有这四个极品先天气韵 我即便四十岁修炼 也来得及 我可以安心地摇灵根资质 韩爵想到这里 心情美滋滋 都已经摇了十一年 再摇十一年又如何 韩爵长出一口气 然后起身出屋 开始今日的劳作 他所在的房屋有六人住 一人一张床 其他人一大早便起床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一片区域 不敢有闪失 韩爵还年幼 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活 铁牢也不敢 让他负责一片区域 今日的阳光格外的明媚 或许与心情有关 其他奴仆没有感受到韩爵的变化 还未开始游戏人生 四个先天气韵的加成 自然还未出现 正五 有两名修士到来 玉清宗很大 药草园周围都是群山 修士们不被允许来此地 大多数时候 都是外门直视前来索要丹药 这两名修士气质极佳 一男一女 好似神仙眷侣 吸引了所有奴仆转头看去 韩爵也扭头 看向药草园大门口 真是光鲜亮丽 韩爵叹气 他们这些奴仆衣服都破破烂烂 而那两位修士的衣袍干净华丽 如同修仙网游里走出来的NPC 韩爵只是随便感慨 他丝毫不羡慕 他已经摇出四个先天气韵 以后的成就 绝非玉清宗外门弟子能比的 从今日起 我们二人负责守护铁佬的药草园 你们不用理会我们 也不得打搅我们修炼 男修士对王老头面无表情地说道 610374320 第二章 6道灵体 顶级灵根 铁佬出事了 王老头小心翼翼地问道 虽然铁佬喜怒无常 但王老头陪伴他数十年 自然不希望铁佬出事 女修士摇头道 玉清宗最近潜入了摩修 外门特地让我们二人来保护 你们不用担心 王老头一听 不由松了一口气 他拱手行礼 然后转身离去 两名修士各自走开 在药草园大门两边的树下打坐修炼 随着他们开始吐纳 他们周身出现肉眼可见的旋风 那便是灵气吧 韩绝默默想到 然后继续洒水 第二日 韩绝继续摇头子 灵根滋至 无 韩绝翻了翻白眼 他竟然没有觉得奇怪 他也不慌 反正都摇出四个顶级的先天气韵 灵根滋至 可以慢慢摇 两位修士的加入 并没有改变药草园奴仆们的生活 枯燥的生活仍在继续 韩绝每日除了劳作外 便是锻炼身体 摇头子 第三日 头子一摇 灵根滋至 无 可以的 干上我了 韩绝心中暗骂 第四日 灵根滋至 五行砸灵根 成就难超助击 嗯 凡人修仙的标配 韩绝摇头 他还要继续摇 打死也不能烦人休闲 就这样 韩绝每日锻炼 每日摇头 大多数时候 都是砸灵根 他没有气馁 相信总能摇到逆天的灵根滋至 晚一点休闲也没事 反正他没有仇价 两年后 铁老回来 那两位修士行礼告辞 所有奴仆全部聚集过来 跪拜铁老 铁老身穿黑袍 腰间别着两个胡萝 头发黑白相见 面容阴厉 给人一种脾气很不好的印象 还不错 没有出现差错 铁老环视一圈 满意笑道 奴仆们松了一口气 都露出笑容 铁老看向韩绝 以及他旁边的其他少年 你们四人跟我来 铁老指了一下 便走向自己的阁楼 韩绝便是四人之一 他们立即跟上去 是要安排我们 负责一部分园区 韩绝默默想到 他忽然注意到 铁老袖中的右手在滴血 韩绝顿时惊悚 莫非铁老受伤了 要拿他们炼制傀儡 或者担药 韩绝前世 可是看过不少修仙小说 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便是死道有不死平道 对于修士而言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韩绝越想越慌 他又不敢逃 只能努力克制 入屋后 一名少年将房门关上 铁老坐在手座上 打量韩绝四人 你们把手伸过来 铁老开口吩咐道 韩绝四人纷纷抬起右手 铁老一一摸了一下 韩绝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就你有灵根 其他人回去吧 铁老对着一名高高壮壮的少年说道 韩绝松了一口气 今日一早 他摇了一下灵根资质 昨日还是四灵根 今日直接摇眉了 没想到因祸得福 韩绝同情地看了一眼高壮少年 张哥 一名喜欢鸽子的热情孩子王 另外两位少年 则羡慕地看向张哥 张哥既期待 又忐忑 铁老不允许奴仆修炼 但这也是第一次 为奴仆们检查灵根 离开阁楼后 韩绝不理会 另外两位少年的讨论 回去继续干活 自此以后 张哥便不再参与劳作 原来 他被铁老说为徒弟 这让其他奴仆 更加羡慕嫉妒恨 韩绝丝毫不羡慕 肯定有诈 先养熟再杀 韩绝很庆幸自己 没有被选中 他有系统 不需要拜师 一谎言 又是两年时间 铁老半年前 又离开药草原 他走后 之前前来守护药草原的 两位修士又来了 张哥如今已经是练气修士 还跟那两位修士攀谈 所有奴仆 现在都得养他鼻息 好在张哥平日里忙着修炼 也没有欺负其他奴仆 他们这些奴仆 终其一生都是奴仆 铁老经常外出 他们又不得离开药草原 没有利益争执 所以很少有矛盾 韩绝已经15岁 依旧低调 四年里 他摇过最好的资质 是三菱根 可怜到金丹靖 金丹靖算个屁 韩绝的目标是 长生不死 成仙成神 这一日早上 韩绝漫不经心地摇头 没有抱期待 水 木双灵根 资质卓越 有希望修炼到圆阴靖 双灵根 圆阴靖 只是有希望 韩绝切了一声 完全不动心 他才15岁 还可以再摇15年 继续摇 春去秋来 又是一年过去 韩绝每日早上 一如既往地摇头子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就这 韩绝下意识切了一声 等等 就这 韩绝瞪大眼睛 呼吸都急促起来 来了 整整16年了 终于摇出爽文男主 应该有的灵根资质 韩绝揉了揉眼睛 仔细确认 顶级灵根 还是六种属性的顶级灵根 呼 韩绝努力平复心情 终于来了 就是这个 这才是他应该有的灵根资质 韩绝没有立即点击 开始游戏人生 他怕动静太大 毕竟门口 还有两位修士在把守 问题来了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韩绝纠结地想到 他眼前忽然冒出一行字 可选择一个小地方 系统帮忙创造结界 结界外的修士 无法察觉到结界内的变化 韩绝惊喜 他立即走到门前 确定所有奴仆都去了药草原后 他关上房门 他站在屋中央 调出属性列表 手指颤颤巍巍的点向最下面的 点击开始游戏人生 点击成功 属性列表一遍 一行行字 出现在韩绝眼前 开始游戏人生 回顾人生经历 韩绝 你出生在凡间一修仙宗门内 从小到大 容颜绝世 受人喜爱 你的父母在你年幼时弃你而去 冥冥之中 似乎有什么命运需要你背负 你在剑道上 有种超越世人的绝顶天赋 你经常能感受到 天地间蕴含着六种窝不准 看不见的神秘力量 直到今日 你意外觉醒先帝传承 获得绝世功法 六道轮回宫 你因此踏上了修行之路 请选择你的主要修行路线 一 剑修 二 雷修 三 土修 四 火修 五 水修 六 木修 七 风修 610365078 第三章 炼气进七层 该死的魅力 修行方向 韩绝没有太犹豫 他注意到 自己获得了六道轮回宫 想必与六道灵体相关 六种绝顶的灵根资质 必然要一起发展 不能天科 同时 他拥有绝顶的剑道资质 自然得选择剑修 韩绝想明白后 立即点击剑修 刹那间 一股奇异的热源 在他体内涌动 他整个人恍惚了一下 仿佛做了一场梦 很长 但他又记不清梦中发生了什么 再次睁眼 韩绝浑身是汗 他眼前的光幕 已经变成属性列表 姓名 韩绝 寿命 1665 种族 凡人 修为 无 功法 六道轮回宫 可传承 法术 无 神通 无 法器 无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先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吃 见到资质顶级 见到物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查看人际关系 韩绝没有急着传承 六道轮回宫 而是点击最下面的人际关系 光幕一变 出现一个头像 是真人照片 铁老的照片 与真人一模一样 铁老 练气近七层 对你充满厌恶 若是你有修仙灵根 必定算尽你 仇恨杜威一星 我擦 老子辛辛苦苦 为你劳作 你还仇恨我 韩绝心中破口大骂 旋即他又冷静下来 这是金手指啊 可以查看到 别人对你的印象 不过为何没有其他人 凡人不再考虑范围 张哥对他没有感觉 韩绝想不通 也没有多想 他先推开房门 发现时间 已经快到中午了 不能再偷懒 会被察觉到 他立即跑向药草原 韩绝 你小子是不是睡懒觉了 一名中年奴仆笑骂道 韩绝不好意思地挠头 引得其他人哈哈大笑 他们没有多想 也没有责骂 韩绝很少失职 偶尔一次也不算什么 药草原门口的那名女修士 忽然睁眼看向韩绝 他微微醋眉 这少年 好俊啊 韩绝眼前跟着浮现出一行字 行红旋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什么鬼 行红旋是谁 韩绝莫名其妙 下意识扭头看去 莫非是那位女修 果不其然 那女修竟然盯着他 四目相对 行红旋朝他浅浅一笑 韩绝连忙扭过头去 糟糕 顶级魅力被盯上了 我是凡人 他是修士 不可能相爱 莫非他想拿我当卢顶 不行 得想办法回避 入夜 屋中的其他五位奴仆都熟睡后 韩绝躺在床上 开始传承六道轮回宫 庞大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里 两久 他睁开眼睛 这就是修仙功法吗 真是繁琐 韩绝默默想到 他只传承到了第一层功法 可修炼到练气境九层 六道轮回宫 注重六系灵根均衡发展 体内得培养出六种属性的灵力 虽然修炼过程比单属性 功法要繁琐 但韩绝的资质绝顶 可以弥补这个差距 六种灵气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助击 韩绝抖擞精神 悄悄坐起来 他让系统以自己这张床为范围 开启结界 避免被外面的三位修士察觉到 其他五位奴仆睡得很沉 呼噜震天 毕竟累了一天 韩绝开始按照第一层心法吐纳 吐纳 就是一种呼吸之法 在吐纳过程中 耐心感受天地灵气 不到十秒 韩绝就感受到 空气中弥漫着的风灵气 土灵气 木灵气 水灵气 至于火灵气 雷灵气 暂时捕捉不到 韩绝开始吸收这四股灵气 他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行字 他明明闭着眼睛 却能看到这些字 着实神奇 你开始第一次修炼 你的修炼发展有以下选择 一 高调的绝世天骄 可获得一把炼气净法器 二 低调修炼 可开启隐藏修为 灵根的功能 韩绝毫不犹豫 选择第二条 第二条的功能 一看就是神迹 这样他以后 就能安心修炼 无怕被察觉 你可以随时开启隐藏功能 韩绝露出笑容 稳了 铁老还未回来 他得抓紧时间变强 一晃眼 两年时间迅速过去 18岁的韩绝 已经炼气净七层 风 土 木 水四系灵根 全都修炼到炼气净七层 通过人际关系列表 韩绝知道 这两年铁老一直没有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 行红旋对他的好感度 已经上涨到二行 两人都没有交流 不过韩绝能察觉到 行红旋经常盯着他看 让他很不适应 长得太帅也有麻烦 唉 我只想休闲 韩绝心中叹气 行红旋长得娇好 但还没到倾国倾城之貌 韩绝不想跟他产生情愫 一旦有了爱情 他就有了弱点 他要长生不死 可不能死在半路上 等他永生不死 再考虑情爱 只要无敌 到时候想要多少女人 就有多少女人 也不怕仇家找麻烦 韩绝一边劳作 一边坚定地想到 是行红旋为妖魔鬼怪 就在这时 行红旋忽然起身 他款款走来 引得其他奴仆侧目 他静止来到韩绝面前 笑道 你跟我过来一趟 韩绝猛了 其他奴仆都羡慕极度地看向他 能被如此仙子盯上 应该是有好处 换作是他们 即便只是单独相处 此生也足矣 韩绝不敢拒绝 只能点头 两人走出药草原 那名男修士睁眼问道 行师妹 你这是 他打量韩绝 不由皱眉 此子好生俊美 药草原的奴仆们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药草原 没有审美 再加上惯性思维 没有怎么观察韩绝 异性相惜 行红旋率先发现 韩绝的不同之处 男修士因为行红旋 才仔细观察韩绝 韩绝的形象 让他本能地不爽 没事 师哥继续修炼吧 我想跟这位小哥单独聊聊 行红旋眼嘴笑道 韩绝朝男修士尴尬一笑 显得很紧张 男修士紧皱眉头 倒没有说什么 韩绝跟着行红旋 走向树林 他心里陷入斗争中 我这该死的魅力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反抗 还是 顺从 610358664 第四章 魔修胁迫 奖励剑法 韩绝与行红旋 来到一处无人的树林里 韩绝忐忑不安 生怕行红旋提那种要求 行红旋转身看向他 目光灼灼 韩绝不敢与之对视 行红旋笑道 小哥 不用紧张 我并非要为难你 我想问问你 你甘愿一辈子 做这药草原的奴仆吗 韩绝沉默 接下来就是要我低头 做你的掌中玩意 行红旋上前一步 在他耳边说道 帮我做一件事 我带你修仙 摆脱凡人身份 合适 行红旋嘴唇一张一合 并没有声音传出 但韩绝却听得清清楚楚 帮我拿到铁佬的单谱 我带你离开玉清宗 前往魔教 以后我会好好带你 在我手下 你不会说半点罪 若是你的资质不错 修为有成 我们甚至可以结成道理 传音朔 韩绝瞪大眼睛 这婆娘竟然是魔修 韩绝凌乱了 此事可不是开玩笑 他若是同意 将得罪整个玉清宗 他若是拒绝 行红旋绝对不会 让他走出这片树林 铁佬不在 这里只是玉清宗外门 他喊破嗓子 估计都没有人音 行红旋也不催促 绕着韩绝转 耐心等待 韩绝在掂量 自己与行红旋对上的胜算 同样是练器进七层 他没有法术 法器 如何能胜得过行红旋 不能硬碰 韩绝扬装惶恐 道 我不知道那东西的位置 况且还有张哥在 行红旋面露满意之色 韩绝没有说单谱二字 说明还是很聪明的 没关系 还有时间 我可以等你 行红旋轻声笑道 他拿出一枚丹药 道 此丹能帮你开启灵根 你先扶下 就当见面礼 韩绝看向此丹 好似巧克力 绝必是毒药 韩绝没办法拒绝 只能喂入口中 他用灵力包裹住丹药 避免丹药融化 吞入腹中后 韩绝张嘴 故意让行红旋看到 兴奋到 多谢仙子 我一定接近全力 马德 等我再修炼一年 让你知道厉害 韩绝不可能就这样 加入魔教 他要的是长生不死 可不是冒险一生 行红旋眼嘴一笑 伸手摸了摸韩绝的脸颊 笑道 小哥真是懂事 乖 以后我把你当我夫君培养 韩绝激动 心里则恶心 臭婆娘 你配得上我 被行红旋开了好一会儿游 两人才回到药草原 南修是狐疑地看向韩绝 眉头紧重 行红旋则神秘一笑 继续打坐修炼 韩绝走入药草原内 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行字 你遭遇魔修行红旋的威胁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盗取单谱 获得行红旋的青睐 获得欲清宗五星仇恨度 二 绝不听从 不让行红旋得到单谱 待行红旋离去 可获得剑法 绝止神剑 嗯 还有选择奖励 可以的 韩绝眼睛一亮 更加坚定了想法 绝不听从 夜幕降临 韩绝回到屋内 开启结界功能 他将腹中的丹药吐出来 别在腰带里 随后 他走到牧床前坐下 拿出馒头开始吃 他已经闭鼓 但为了演戏 也得进食 夜深了 等五位奴仆睡着后 韩绝继续修炼 以他的资质 超越行红旋 绝非难事 接下来几日 韩绝一如往常劳作 张哥一直待在铁牢的阁楼内修炼 使得韩绝有借口不入楼 行红旋似乎也不着急 一晃眼 半年时间过去 姓名 韩绝 寿命 1885 种族 凡人 修为练气静八层 功法 六道轮回功 可传承 法术 无 神通 无 法器 无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先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痴 见到资质顶级 见到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可提取 查看人际关系 韩绝突破至 炼气静八层 四系灵根 全都达到炼气静八层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寿命 也增长了二十岁 让他喜出望望 灵力快速增长的感觉 真是美妙 反观行红旋 铁老 修为一直没有长进 这就是天才与凡人的区别 韩绝暗自得意 果然 要耐得住寂寞 才能更强 倘若 他一开始就进行凡人修仙 说不定现在连炼气静四层都没有达到 这一日夜晚 韩绝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他立即躺下 关闭结界 我准备将张德迎走 之后 你就进去找 行红旋的声音 传入韩绝的耳中 韩绝睁眼 连忙爬起来 马德 还是躲不过去 韩绝耐心等待 炼气静八层的他 已经修炼出神识 感官也超越常人 他隐约听到远处的阁楼 传出桌椅被碰撞的声音 你可以行动了 行红旋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韩绝就感知到 行红旋和张哥 从屋檐上掠走 韩绝悄悄起身 准备去做做样子 小心翼翼离开房屋后 他朝要草原门口望去 发现那名男修士 倒在树下 不知死活 好弱的路人 韩绝暗自吐槽 他朝着阁楼走去 铁牢的阁楼有两层 跟别墅一样 富丽堂皇 摆满各种瓷器与画卷 韩绝入屋后 开始瞎转悠 完全没有用心 就算真有宝贝 他也没地方放 坐了半个小时 韩绝起身 继续翻箱倒柜 至少要做个样子 又过去半个小时 行红旋回来了 他急匆匆地入屋 找到韩绝 问道 找到了吗 韩绝站在一个花瓶旁边 转身说道 找不到啊 翻了一个便都没有找到 他忽然瞧见 行红旋身上满是血迹 难道张哥被他杀了 韩绝下意识后退 结果不慎 将小桌上的花瓶撞倒 拼 花瓶落在地上 碎了 韩绝看到一本秘籍 出现在花瓶碎片中 上面刻着两个大字 单谱 静 屋内瞬间寂静 真落可闻 韩绝愣住 尴尬无比 这 妈的 铁老就这样藏东西呢 行红旋将目光 从单谱上转移 看向韩绝 目光悠悠 韩绝惊喜道 竟然藏在花瓶里 这老头真会藏东西 610-45838 第五章 绝指神剑 准备注击 韩绝紧张极了 他努力表现得很惊喜 随时防备行红旋出手 行红旋忽然走上前来 紧紧抓住他的手 兴奋地笑道 不愧是你 真是我的吉祥物 只要你高兴就好 行红旋对你的好感增长 可皆为道理 好感度为三星 韩绝浮现出这行字 他露出苦笑 不过行红旋没有看透 他绕过韩绝 捡起单谱 开始翻阅 他似乎在找什么 韩绝忐忑地等待 要不要出手 要是让行红旋带走单谱 他就得不到剑法 行红旋好像受了伤 气息很不稳定 因他一手 让他知难而退 就在韩绝犹豫时 一阵寒风从大门席卷而来 韩绝猝不及防 被撞飞出去 砸在墙壁上 反弹落地 不怎么疼 就是有点吓人 韩绝定睛一看 铁老 他脖子一歪 右脚一哆嗦 假装晕了过去 放下我的单谱 铁老沉声道 语气冰冷 行红旋冷声道 你竟然回来了 铁老面无表情道 我早就回来了 只是一直在等着你现身 之前我一回来就看到你们俩 这么多年 其他弟子都不接我的任务 就你们接 肯定有猫腻 说吧 铁老猛地出手 一掌打向行红旋 他的掌心之中 贴着一张符纸 行红旋下意识跳开 铁老掌心中迸发出雷电 化为电网缠住行红旋 铁老跟着一脚踹去 将行红旋踹飞出去 几乎是瞬间 铁老将单谱夺走 行红旋落地 他浑身抽搐 铁老乘胜追击 行红旋连忙逃跑 两人迅速冲出去 躺在地上的寒绝犹豫 要不要起身 不行 要是起来了 就洗刷不了罪责 韩绝也想过逃 但太危险了 他甚至不知该往哪儿逃 他耐心等待 足足过去一个小时 韩绝忍不住挠了挠屁股 他忽然感觉到 一股气息在靠近阁楼 铁老 韩绝不敢动弹 铁老走入阁楼内 他看到韩绝不由皱眉 韩绝突然咳嗽起来 铁老走到一旁的椅子前坐下 静静地盯着韩绝 韩绝施展出前世今生 他捂着头爬起来 迷茫地看向周围 他一看到铁老顿时惊喜 铁老 您终于回来了 韩绝脖子一缩 紧张地看向周围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魔女去哪儿了 铁老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韩绝连忙站起来 低着头面对铁老 一副忐忑不安的模样 韩绝在读 读铁老并没有发现 行红旋与他的交流 若是发现了 那韩绝只能拼了 他怎么跟你说的 铁老询问道 韩绝不敢隐瞒 如实回答 哼 他想培养你成为夫君 真是笑话 铁老被气笑了 觉得这小子在做梦 他仔细打量韩绝 咦 还真别说 这小子真的变俊了 光看容颜与眼神 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内门弟子 变化太大了 莫非铁老伸手 抓住韩绝的右手手腕 仔细琢磨 韩绝很紧张 随时准备出手 这小子没有灵根 也没有修为 莫非是我多虑了 铁老默默想到 看到韩绝诚惶惶惶惶的模样 他不由想起韩绝的父母 心情顿时烦躁 他没好气到 滚回去睡觉 韩绝松了一口气 连忙行李 他迅速离开阁楼 铁老则开始收拾屋内 回到屋内 韩绝悄悄上床 由于你没有帮助 行红旋盗取单谱 你成功获得剑法 绝指神剑 韩绝心情美滋滋 终于有保命手段了 他立即选择传承 一股记忆涌入他的脑海里 绝指神剑不算是武学 而是法术 以指为剑 灵力转化为剑气 韩绝拥有绝顶的剑刀悟性 当晚便学会了词法术 不过他没有暴露 依旧保持低调 第二日 韩绝起床后 听其他奴仆说张哥死了 据说死得无比凄惨 蹊跷流血 守在药草园门口的南修室 也一大早离去 昨晚似乎发生了大事 韩绝不由为张哥莫爱 行红旋对你的好感增长 可皆为道理 当前好感度为3.5星 韩绝愣住 好感度怎么又增长了 莫名其妙 不过短时间内 行红旋应该不敢再出现 韩绝又可以安心修炼 半个月后 铁老又离开药草园 最近十年 他外出的频率越来越高 韩绝听王老头说 铁老似乎大限将至 正在找寻增长寿命的药材 不是谁都跟韩绝一样 可以轻松地不断突破 铁老的修为卡在炼气进七层 资质的差别 铁老是典型的凡人修仙 想逆天改命 韩绝在心中祈祷 希望这老头死在路上 他之所以这么狠毒 是因为他注意到 铁老对自己 依旧是一心仇恨毒 潜在的迪然 一黄眼 两年过去 20岁的韩绝 将四系灵根 全部修炼到炼气进九层 只需将雷 火灵根也修炼到炼气进九层 他便可开始准备突破住激进 但要草原周围 捕捉不到雷灵气 火灵气 韩绝明白自己该离开了 当夜 他便悄悄离去 韩绝还有一千块 上品零食没有取出 这将是他行走修真界的底气 一路上 韩绝一边走 一边用神石探寻周围 他准备直接去拜玉清宗 成为玉清宗弟子 玉清宗应该不会拒绝一名 炼气进九层的修士 四日一早 韩绝终于找到玉清宗的山门 玉清宗 位于群山之间的山谷中 仙雾弥漫 山门立着两尊巨大的石像 神似麒麟 站住 亮出宗令 一名玉清宗弟子 抬起手中的剑说道 一共有四名弟子 守着玉清宗入谷口 修为都是炼气进五层 韩绝关闭隐藏功能 拱手道 在下韩绝是一届散修 炼气进九层 想要拜入玉清宗 不知可有门路 炼气进九层 四名弟子的态度瞬间变了 直见弟子朝旁边的弟子说了一声 那弟子便迅速离去 你姐等等 我让人去通知外门直视了 直见弟子开口道 韩绝道了一声 谢 玉清宗内 除了铁佬 没有其他修士知道他的名字 铁佬还未回来 很可能死在外面了 所以 韩绝也不担心暴露身份 反正他没有做过危害 玉清宗的事情 问心无愧 610-288-641 第六章 拜入玉清宗 修炼火灵根 韩绝没有等太久 很快一名外门直视赶来 此人的修为 也是炼气进九层 在下玉清宗外门直视 杨罗 韩兄弟 能否让我检查一下 这几年 时有摩修 潜入我们玉清宗 外门直视拱手说道 表现得很客气 韩绝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不怕检查 他抬起双手 杨罗开始摸索 搜完后 他疑惑问道 韩兄弟为何连储物件 储物袋都没有 韩绝无奈道 来的路上 遭遇驻击摩修的袭击 为了保命 你懂的 杨罗沉默 同情地看向他 你能施展一下灵力吗 杨罗继续问道 他当即抬起右手 以指为剑 朝着旁边的山壁点去 修 一道剑气顺着他的食指射出 洞穿山壁 杨罗眼睛一亮 这是什么法术 他不好意思多问 但能感受到 韩绝并非摩修 没问题了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外门登记身份 从今以后 你便是玉清宗外门弟子 杨罗笑道 随后 他领着韩绝进入山谷内 韩绝一边走 一边问道 外门有多少弟子 进入内门需要什么条件 外门有两千多名弟子 只有筑基 才能进入内门 不过筑基很难 每三年宗门都会进行宗门小比 前三名皆有筑基单 筑基单 可以帮助练气进九层 突破筑基单 内门弟子多吗 这我倒不清楚 玉清宗内门 位于一片小天地内 即便是我们外门 也无法了解清楚内门的情况 看来玉清宗很厉害 那是自然 玉清宗可是大烟修行界的 名门正派 玉清宗可有雷灵气 火灵气的修炼之地 外门没有 内门或许有 你若是有雷灵根 可以向长老唐申请 说不定能破例拜入内门 这种稀有灵根 一般都会得到宗门的特殊培养 杨罗暗自惊奇 莫非此人还有雷灵根 韩觉眼睛一亮 问道 只要有雷灵根就可以 杨罗点头 杨兄 你帮我引荐一下 我若能进内门 以后定然忘不了你的恩情 韩觉低声说道 他抬起右手 掌心之中迸发出雷电 杨罗瞳孔一缩 玉清宗外门指示杨罗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杨罗笑道 既然你我都兄弟相称了 此事自然得帮帮你 那我便破例帮你 去跟长老唐说明 多谢杨兄 在下感激不见 好说好说 杨罗卡在炼器近九层 已经二十年 他在修为上很难再有突破 唯一能做的便是积攒人脉 在杨罗的带领下 韩觉一路上看到不少外门弟子 在沿途打坐修炼 外门没有给弟子们 分配专属的修炼场地 洞服 大家都是随便找地方纳气 不得生事 很快 韩觉来到外门的建筑群 大多数房屋与铁佬的阁楼很像 古色古香 街道上来往的弟子也不少 除了修士 还有凡人 原来 在修仙宗门里 也有不少凡人奴仆 不只是炼丹师需要 凡人们也乐意为他们效劳 至少不会遭遇生命危险 也能吃饱饭 长老唐位于山谷中央 四层阁楼 弥漫着一股奇异香味 韩觉跟着杨罗走进去 杨罗走到柜台前 道 有一名炼器进九层的散修 要加入我们御清宗 一楼不算大 只有柜台前有人 是一名老者 老者瞥了韩觉一眼 这一眼 让韩觉莫名的心慌 他也看不透对方的境界 莫非是住击境修士 嗯 老者应了一声 转身在身后的木柜上 取下一块牌子 杨罗跟着低声道 大长老在吗 此人拥有雷灵根 想要进入内门 雷灵根 老者诧异地看了韩觉一眼 他招了招手 韩觉立即跟上去 同时 他在心里让系统 只显露出雷灵根 火灵根 风灵根 三灵根姿质 老者面露金色 道 三灵根 杨罗倒也没有吃惊 而是露出羡慕之色 先登记一下身份 暂时为外门弟子 等大长老回来 我会将此事告诉他 老者沉吟道 韩觉开始登记身份 之后 韩觉领了宗令 储物带 御清宗道袍 一百块下品零食 一瓶聚气单后 便离去 杨罗亲自为他安排住处 距离杨罗不远 单独一间木屋 好了 韩兄弟 你且先休息吧 有消息后 会有人来通知你 我还有事 杨罗笑道 韩觉抱拳 目送杨罗离去 杨罗的态度 让他感觉很真实 跟小说里写的不一样 即便人家有意拉拢他 也不会刻意地讨好 都是修饰 不会因为你资质较好 就直接给你当狗 韩觉关上房门 开始修炼 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修炼 让他惊喜的事情又出现了 这里竟然能感应到火灵气 韩觉决定 先将火灵根 修炼到炼气境九层 一般而言 修饰只会选择一种功法修炼 功法的属性 大多是单一的 很少有人会像韩觉这样 修炼六种粮属性 韩觉资质顶级 丝毫不觉得累 他很享受变强的感觉 准确地说是 寿命增长的感觉 当初韩觉看到 属性面板后的第一个念头 不要美人 他只要活得久 绝不能像前世那样 年纪轻轻就患上绝症 我的资质 注定我不需要去冒险谋取机缘 我要踏踏实实修炼 绝不惹是生非 能不招惹敌人 就不要招惹 除非对方非要打死我 韩觉默默想到 一晃眼 半年时间转瞬即逝 韩觉的火灵根 修炼到炼气境四层 外门大长老终于回来了 杨罗亲自来通知韩觉 韩觉收拾东西 将除物待机在腰带上 然后跟着杨罗前往长老堂 本来长老堂已经忘了此事 我刚好路过你门口 发现你还在修炼 便想起此事 你这样的苦修士大长老 应该会欣赏的 杨罗笑道 他语气中充满佩服 整整半年 韩觉都没有打开过房门 若非里面有灵气波动 别人还以为这是一间空房 韩觉笑道 多谢杨兄 日后若是有机会多得住鸡丹 我定会为你谋一美 61019 1119 第七章 西玄仙子 好感度增长 长老堂 韩觉见到了大长老 大长老体型肥胖 很像弥勒佛 脸上挂着笑容 眼睛笑成两条弯缝 他打量韩觉 满意道 气质很不错 不比内门弟子差 甚至快赶上精英弟子 欲轻松道袍白底青丝 韩觉穿上后 魅力效果彻底出来 完全不像是奴仆出身 来的路上 就有许多女修偷看他 弟子可不能跟精英弟子比 韩觉谦逊地说道 大长老笑了笑 道 走吧 跟我去内门 想要加入内门 你得拜师 内门有十八封 十八位传教长老 若是有人瞧得上你 你就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 若是没有 你只能参加宗门小笔 争取早日助记 弟子明白了 随后两人离开长老堂 柜台前的老者嘖嘖称其道 此子的火灵力增强不少 看来半年都在苦修 杨罗笑道 是啊 他都没有出门过 资质好 还肯苦修 以后说不定会成为精英弟子 老者摇头失笑 也没有再多说 他在这里待了上百年 比韩爵资质更好的天才 都瞧见过 心中只是有少许感慨 倒也没有多想 一路无话 在大长老的带领下 韩爵来到山谷角落的 一座传送法阵前 这里有数名弟子把守 传送法阵很像一座祭台 圆形石台 上面刻满古怪的纹路 四方竖着石柱 上面有许多不规则的凹洞 专门放零食 韩爵是第一次使用传送法阵 很紧张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怕丢人 外门弟子开始安放零食 你想加入怎样的修行风气中 各封因执教长老的性格不同 风气也不同 有的争强好胜 有的低调苦修 有的常年外出任务 大长老忽然开口问道 韩爵回答道 低调苦修的 我不喜欢热闹 也不喜欢高调 大长老露出古怪笑容 道 那我先带去御优风 这时 传送法阵启动 强光蹦陷 晃得韩爵闭眼 韩爵感受到强烈的失重感 换做凡人 绝对要吐 大概过去三秒 韩爵睁开眼睛 映入他眼前的 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云海弥漫在前方 他仿佛站在云端之上 他脚下是传送法阵 前方是一条通往城池的石阶 这座城池位于一座矮山上 与周围的十八飓风相比 是矮山 但韩爵往传送法阵下方看去 犹如万丈悬崖 因云雾缭绕 他望不到地 矮山的城池很大 空中可以看到不少修士 遇见飞行的身影 甚至能看到各种猛情 那便是玉清宗内门 做任务 领取俸禄 都是在这里 里面也可以交易 大长老就开口介绍到 语气充满骄傲 韩爵也被惊艳到 原以为玉清宗 是古装仙侠剧里的那种小宗门 没想到这么大 他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仙剑 他真的低估了玉清宗的实力 毕竟他前二十年 一直待在药草园里 活跃范围不到方圆梁里 说是龙中鸟也不为过 大长老挥手 韩爵跟着感觉 被什么东西脱举而起 差点摔倒 他低头一看 脚下竟然出现一个巨大葫芦 站稳了 要是摔下去 即便你有练气进九层的修为 也得摔死 大长老大笑道 笑得十分豪迈 韩爵连忙用灵力附着在脚底 紧贴葫芦表面 巨大葫芦带着他们 飞向最偏的一座飓去 其他飓风都有弟子上上下下的身影 唯独这座显得很寂寥 玉幽峰的执教长老是西玄仙子 修为高深莫测 他喜欢闭关修炼 喜欢清静 所以玉幽峰不热闹 再加上他不允许手下弟子产生情愫 结为道理 所以弟子很少 留在玉幽峰的弟子 基本上都是苦修士 大长老笑道 韩爵挑眉 道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他就怕有女修士纠缠 毕竟他绝世无双 魅力加到满 大长老摇头失笑 玉清宗外门大长老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韩爵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他觉得莫名其妙 很快 他们来到玉幽峰的宫殿群内 静止飞至主殿 大长老站在大门前 嘴巴微微一动 估计是在用传音术 轰的一声 大门打开 大长老领着韩爵走进去 大殿幽暗 随着他们走近 两边的油灯亮起来 韩爵的目光落在前方 正在打坐的两道身影上 两位女修 其中一名女修身穿蓝袍 姿态雍容 容颜可谓是倾国倾城 估计便是西玄仙子 他身后的女修 应该是弟子 气质 容貌都差了不少 但也不失为美人 西玄仙子睁眼 目光落在韩爵身上 大长老走近后 笑道 此子名为韩爵 是一名散修 三菱根资质 拥有罕见的雷菱根 路上我询问了一下 他也喜欢清静的修炼场所 不希望太高调 韩爵弯腰行礼 长月儿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这就二星了 这于幽风名不符实啊 女弟子们 别都是豺狼虎豹 西玄仙子开口问道 加入本风 本座 是不会帮你谋求好力 一切都得靠自己 在修行上 本座 不会怠慢教你 但你若是松懈 本座会逐你出风 韩爵立即保证道 只要没有吩咐 弟子 可以闭关一百年 足不出户 当真 绝无虚假 西玄仙子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长月儿对你的好感降低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韩爵眼前浮现出两行字 他不由比仪那位长月儿 你他妈是恋爱脑吗 这里可是修仙之殿 可会法术 朝本座进攻 让本座看看你的能耐 西玄仙子继续问宝 韩爵点头 决定全力以赴 这座御幽风 太适合他了 换做其他风 他得被长月儿 这样的女修烦死 韩爵不是柳夏慧 也喜欢女人 但女人绝对没有寿命重要 他现在只想修炼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等以后修为大成 倒是可以培养几位道理玩玩 但也不能动真感情 只为一起修炼 韩爵调动体内灵力 右手五指并拢 对向长息仙子 五指迸发出剑气 汇聚出一道手掌宽的剑气 犹如闪电般杀向西玄仙子 快要碰到西玄仙子时 剑气凭空消散 西玄仙子额前的秀发 跟着飘动起来 长月儿对你的好感增加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610158138 第八章 原因师傅 只差雷灵气 韩爵无视了眼前出现的提示 等待西玄仙子发话 西玄仙子问道 你就会这一招 是的 韩爵倒很坦诚 他也不想打肿脸充胖子 此剑法不错 以后就留在御幽峰吧 西玄仙子微微点头道 大长老哈哈一笑 那我便不打扰了 他朝韩爵点了点头 便转身离去 西玄仙子盯着韩爵 道 还不跪下拜师 韩爵回过神来 立即跪下 徒儿韩爵拜见师傅 师傅万岁万岁万万岁 西玄仙子忍俊不惊 美好祈祷 你荡为师是女皇 韩爵没有抬头 西玄仙子暗道 此子形象气质极佳 这份心性也很不错 他从袖中掏出一块令牌 递给身后的长院 带你师弟去内门登记 顺便帮他安排洞府 好的 师傅 长院乖巧地起身 韩爵跟着起身行礼 然后跟着长院离去 他们刚走出宫殿 大门跟着关闭 韩师弟 我叫长院 以后就叫我师姐吧 你出来乍到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找师姐 长院笑道 正好对上韩爵的目光 他没有害羞 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他 韩爵微低头 道 多谢师姐 师弟不敢麻烦 不过若是师姐需要帮忙 可以随时吩咐师弟 西西 你这人真好 比其他师兄 师弟长得好看啊 长院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俊美的男子 而且他的态度 性格也让他很舒服 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保护韩师弟 不能让他被欺负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来到悬崖边上 长院寄出飞剑 让韩爵站在他身后 搂住他的腰 韩爵犹豫 除了你 别的师弟 可没有机会搂师姐的腰 长院哼哼道 其实他就遇到 韩爵这一位师弟 整个御幽风 就韩爵能算是他的师弟 御幽风数年 难入一位新弟子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 韩爵也不好矫情 不得不说 师姐的腰真细啊 一个时辰后 长院带着韩爵 来到一个洞口前 道 里面便是你的洞府 师姐的洞府就在旁边 你平时可以安心修炼 这么近 韩爵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他的洞府洞口 就在百米外 韩爵心中叹气 表面上则败谢长院 两人告别 进入洞口后 韩爵看到洞壁上 有一个机关 扭了一下 洞口直接出现石门 将洞口堵住 紧接着 洞道跟着亮了起来 他朝着洞道走到底 是一个大约百平方的洞室 有床 有桌椅 还有木柜 待遇不错 韩爵走到床榻上坐着 将新得的内门储物袋拿出来 内门的储物袋 比外门的储物袋 空间要大十倍 里面可以存放百立方米的东西 他拿到了御幽峰的道袍 一把飞剑 御剑术秘籍 御幽峰令牌 一百块中品零食 一瓶聚气单 韩爵通过长院了解到 一块上品零食 相当于一百块中品零食 一块中品零食 相当于一百块下品零食 零食可以拿来修炼 也可以当货币 他立即将属性面板里 存放的一千块上品零食取出来 然后放入储物袋内 这笔零食 足以让韩爵成为富豪 不愧是先帝后裔气韵 开局一千块上品零食 韩爵调出属性面板 查看人际关系 长院 住基金二层 你的师姐 把你当成弟弟看待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西玄仙子 原因进三层 你的师父 很欣赏你的星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弟弟看待 韩爵无语 果然 好感度不代表喜欢 以后自己不能自作多情 不过他很惊讶 西玄仙子的修为 竟然是原因进修士 外门大长老 也才是住基进修为 练气 住基 金丹 原因 是他目前了解到的境界 也就是说 西玄仙子 是他目前接触到的最强修士 不错不错 韩爵美滋滋地想到 他收拾好东西 开始翻阅御剑术秘籍 御剑术必须掌握 否则以后下山 都得搂师姐的千千细腰 顶级见到天赋 让他半个时辰便掌握御剑术 他将飞剑滴血认住 此方法在六道轮回宫里有记载 一切完毕后 他走出洞府 脚踏飞剑 开始绕着御幽风盘旋 熟悉御剑术 御幽殿内 西玄仙子忽然睁眼 他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此子真是第一次修炼御剑术 韩爵与长院的交流 他之前偷听过 莫非是在撒谎 若是撒谎 又何必现在显示自己的御剑术 西玄仙子想不通 决定再观察一下 韩爵飞了数十圈后 便迅速回洞府开始修炼 他开始修炼火灵力 你成功成为御清宗内门弟子 并开始了入门后的第一次修炼 你可以选择以下发展路线 一 赚取声望 带领御幽风成为最强大的一风 可获得一把绝品法器 得罪西玄仙子 二 低调修炼 默默无闻 获得西玄仙子的认可 可获得一部身法秘籍 韩爵一看 不由戴上痛苦面具 什么鬼 带领御幽风成为最强大的一风 反而得罪西玄仙子 这位师父很不对劲啊 也是魔修内奸 韩爵摇头失笑 默默选择第二条 他对绝品法器不感兴趣 只想踏踏实实地修炼 这一修炼 三年转瞬即逝 韩爵成功将火灵根 修炼到炼气境九层 就差雷灵气了 可在御幽风上捕捉不到雷灵气 韩爵苦恼 决定前去拜见自己的师父 他立即起身走出洞府 他施展御剑术 迅速飞到御幽店大门口 他跪拜在大门前 开口道 师父 徒儿有事求见 他声音不大 相信西玄仙子能听到 没过多久 大门打开 韩爵不急不徐地走入店内 警号送888线金红包 警号关注VX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看热门神座 抽888线金红包 他走到西玄仙子面前跪下 道 徒儿将封灵根 火灵根 修炼到炼气静九层 就差雷灵根 方可注击 望师父指点徒儿 哪里可修行雷灵气 西玄仙子睁眼 簇眉道 你要修三系灵力 岂止啊 老子修六系 是的 师父 韩爵恭敬地回答道 西玄仙子轻声道 这条路可不好走 你遇到的天节 也会比其他人要强 你可以单修一种灵气 等金丹大成后 再修其他灵气 也不会晚 989 9842 第九章 驻基静三层 莫复仇 徒儿想这样走下去 虽然难 但徒儿相信 凭借徒儿的意志能成功 徒儿愿把所有时间 花在修行上 韩爵回答道 西玄仙子没有直接拒绝 说明还是有戏 西玄仙子意味深长地 看向韩爵 道 内门有通往雷灵池的 传送法阵 不过在雷灵池待一日 需要十块中品零食 乍一看很便宜 但对于修饰而言 一日哪里够 韩爵惊喜道 多谢师父指点 徒儿这就去 说完 他便起身 急匆匆离去 西玄仙子笑了笑 然后又闭上眼睛 继续修炼 韩爵来到内门城池 他随便拦住一名女弟子 询问道 这位师姐 打扰了 雷灵池在哪 能告诉我吗 往那边走 走到头 挂着雷字灯笼的 便是雷灵池 多谢 师弟 韩爵溜得很快 不给对方搭讪的机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他结交的朋友越少 麻烦就越少 何为朋友 你帮我 我帮你 便是朋友 既然要帮 那就有麻烦 十分钟后 韩爵找到雷灵池阁楼 进入阁楼 他看到内院 有一座传送法阵 他直接拿出 一百块上品零食 包三年 若是提前离开 可以退零食 玉清宗可不会 坑自家弟子 在这里打工的弟子 都是接了任务来的 雷灵池的主人 是一位长老 也没有人敢来闹事 打工弟子 看到韩爵如此阔气 微微有些惊讶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雷灵根虽然罕见 但玉清宗 可并非只有寥寥数人 再次睁眼 韩爵来到一处 热气弥漫的水池旁 能见度范围很近 雷云很矮 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除了他 已经有一名修士 在不远处打坐修炼 在雷灵池内 不要乱走动 只能在池边修炼 否则被雷劈死 自己活该 一道冷哼声 从后方传来 韩爵扭头看去 说话的竟然是一棵大树 此树的主树干上 长着一张人脸 写满尖酸刻薄 树妖 韩爵朝他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一旁 打坐修炼 雷灵池很快就陷入寂静中 只有雷灵声 韩爵惊喜地发现 这里的雷灵气极多 比他平时修炼 其他细灵气要快 太棒了 韩爵兴奋不已 短短一年 韩爵成功将雷灵根 炼制练气进九层 他没有离开 而是准备助击 之前他已经将各系灵力 修炼到圆满 正好将雷灵根 也炼到第九层圆满 六系炼气圆满 直接助击 助击都是需要助击单 但那是对于凡人而言 韩爵可是绝顶灵根资质 六道轮回宫第一层 记载了必劫之法 极其霸道 那便是吸收天雷 六道轮回将天雷化解为雷灵力 助他增强修为 一个月后 韩爵开始助击 正好雷灵池人少 即便助击成功 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 打坐着的韩爵双手 不断变化招式 运转六道轮回宫心法 六系灵力在他体内旋转 丹田之中形成六色漩涡 树妖忽然睁眼 诧异地看向他 不远处的修士也睁开眼睛 只见雷灵池内的雷电 开始朝着韩爵聚集而去 他这是要助击 修士脸色古怪 他默默地与韩爵拉开距离 怕被天雷劈中 半个时辰后 一道道雷电 好似龙蛇般 交织在韩爵的头顶上 诡异的是 这些雷电一碰到韩爵 便直接消失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树妖与修士皆是皱眉 此子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竟然可以化解 他们虽然惊讶 但都没有打搅 影响他人杜劫 这在修行界是大忌 缺德 凭借着绝顶的灵根滋质 以及绝世功法 韩爵的筑机无惊无险 十分顺利 三日后 他便筑机成功 达到筑机镜一层的修为 恭喜你达到筑机镜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明阳玉清宗 可获得九幽雷法 西玄仙子的仇恨 二 默默修炼 早日炼出金丹 可获得一把绝品法剑 韩爵毫不犹豫地 选择第二条 突破成功后 他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打算继续在修炼雷灵力 直到时间结束 他先是传承六道轮回宫 第二层心法 次日一早 他便继续修炼 此人真是好心性 筑机成功都不出去庆祝一下 反而是继续修炼 修士默默想到 韩爵眼前跟着浮现出一行字 莫副仇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韩爵睁眼看去 注意到那名修士正在盯着自己 韩爵礼貌性地朝他微微点头 莫副仇跟着点头 然后两人继续修炼 并无交流 韩爵走出雷灵池 他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韩爵 寿命 27187 种族 凡人 修为 助激进三层 功法 六道轮回功 可传承 法术 绝止神剑 神通 无 法器 无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先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持 剑道资质顶级 剑道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查看人际关系 助激进三层 这是他的雷灵根修为 助激进同样分为九层 这般速度 不可谓是不快 两年三层修为 最重要的是 寿命暴涨到一百八十七岁 韩爵很满意 兄台 不知你的姓名 在下天雷锋莫复仇 一道声音 从韩爵身后传来 韩爵不由停下脚步 转身看去 韩爵抱拳笑道 在下御幽风韩爵 御幽风 怪不得我见你眼神 你这等天资加入御幽风可惜了 要不要来我天雷锋 我师父便是雷修 莫复仇摇头道 韩爵笑道 我已经拜西玄 仙子为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岂能随意叛变 多谢莫兄弟的好意 莫复仇笑道 你的功法很了不得 短短两年就达到助激进三层 放眼整个内门 也算是佼佼者 莫兄弟过奖了 在下无意与内门其他师兄弟比较 两人聊了好一会儿 才各自离去 回到御幽风后 韩爵默默回到洞府 回到床榻上 韩爵想休息一下 便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他发现右上角有一个邮件标记 还冒着红点 他不由好奇 点开查看 9813844 第十章 悲惨的好友 大师兄的好感 你的好友行洪玄 遭遇欲轻中追杀 身受重伤 侥幸逃脱 你的好友行洪玄 遭遇同门追杀 侥幸反杀 你的好友行洪玄 遭遇同门追杀 侥幸反杀 遭遇清明魔教追杀 你的好友行洪玄 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爵无语 这婆娘真惨啊 最离谱的是几年过去 行洪玄对她的好感度 竟然还增长了 她们都没有再见面 女人心 海底针 搞不懂 韩爵看了看 跟她产生关系的人 修为都没有进步 这就很爽了 先定一个小目标 超越西玄仙子 韩爵关闭属性面板 抖擞精神 继续修炼 三年后 韩爵的火灵根 修炼到筑基近三层 单拿灵气浓度来说 雷灵池要比外面的灵气浓 所以 韩爵花的时间也较长 等她将土 风 水 风也修炼到筑基近三层 应该还要12年 反正她现在的寿命 有187年 挨得紧 不过若是将六系灵根 都修炼到筑基圆满 估计也是要跟寿命大线争时间 韩爵默默想到 修炼六系 之所以是修炼单系的六倍时间 韩爵想到雷灵池 看来还是得利用这些灵池 在玉清宗内 除了雷灵池 还有其他灵池 一共有八种属性 另外两种属性是精 冰 不得不说 玉清宗确实抵御雄厚 这样也好 韩爵就不用换宗门 数日后 月幽峰忽然响起钟声 韩爵睁眼 立即起身 一旦敲钟 代表西玄仙子 要召见所有弟子 这么多年了 还是头一次 希望不要是什么麻烦事 我还想继续修炼呢 韩爵默默想到 走出洞府后 他撞见长叶 师弟 好久不见 咦 你住鸡了 长叶笑着打招呼道 紧接着 他瞪大眉目 他才住激进二层 看不透韩爵的修为 但能感觉到韩爵的灵力很强 远非练气修饰能比 韩爵谦虚地笑道 侥幸 长叶暗自心惊 师弟该不会已经超越我 不行 我得抓紧时间修炼 不能被师弟比下去 长叶对你的好感降低 当前好感度为1.5星 韩爵满头问号 什么玩意 我说错话了 长叶笑呵呵地带着韩爵上山 仿佛两人关系如旧 沿途 他们遇到了其他御幽风弟子 韩爵辈分最小 见人都得喊师兄 师姐 跟他想象的不同 御幽风内也有其他男弟子 还不少 各个气宇轩昂 男女比例差不多 一行人来到御幽店大门前跪拜 他们耐心等待 期间 韩爵被其他人投来打亮的目光 女弟子都朝他露出笑容 不过没有人对他产生好感 这些弟子已经苦修多年 不像长院比韩爵早加入御幽风没几年 陆续有弟子赶来 当大门打开时 韩爵计算了一下 一共有56名弟子 最落魄的御幽风都有这么多弟子 别说其他风 大多数弟子的修为都比韩爵强 让他看不透修为 入店后 韩爵默默退到最后 身为小师弟 他自然得排在最后 免得得罪一些小心眼的师兄师姐 店内已经摆好了一个个蒲团 分成两排 让弟子们面对面坐 韩爵坐在最后 对面是长院 长院对他挤眉弄眼 跟小孩似的 幼稚 韩爵悄悄竖了一个中指 长院不懂这个手势 还以为是暗号 跟着朝韩爵竖中指 韩爵 这时 西玄仙子开口 掌教刚做出决定 以后的十八封斗法 排名最后三名的三封 将各自选出十名弟子 前去对抗清明魔教 这些年 清明魔教 如此派遣奸血 来算计御清宗 掌教准备反击 韩爵观察其他人的表情 发现没有人慌 嗯 难道御幽风 不是排行倒数前三吗 韩爵之前一直以为 御幽风是最弱的风 大弟子柳三星笑道 师父 我们御幽风虽不出众 但一直也稳在前十 不必担忧 其他人弟子跟着附和 我们再低调 也不可能垫底 清明魔教 真是越发嚣张 据说 外门有不少清明魔教的细作 最近招收弟子得小心了 魔教的细作 甚至不修炼魔功 早就该对付清明魔教 我每次外出历练 都会遇到他们的人 嚣张至极 韩爵默默听着 没有吭声 西玄仙子道 为师自然不担心排名 但此事 也预示着 御清宗与清明魔教 迟早有一战 最近你们领取任务时 都领取与清明魔教相关的任务 御幽风虽然低调 可不是不想为宗门效力 众弟子点头 韩爵 西玄仙子忽然唤道 韩爵连忙起身 其他弟子纷纷看向他 入风数年 你便从炼器进九层 达到铸鸡进三层 看来你是天才 西玄仙子笑道 此言一出 所有人脸色一变 这般修行速度 韩爵回答道 侥幸侥幸 师父 徒儿不想高调啊 最近宗门出了一个培养计划 针对各风最杰出的天才 会集中在一起培养 日后也会成为 御清宗年轻一辈的牌面 为师想推荐你去 西玄仙子笑盈盈地说道 弟子们看向韩爵的眼神 变了 韩爵直接就跪了 成皇成孔道 师父 徒儿不想去 徒儿何德何能 徒儿只想待在御幽峰默默修炼 不想要争夺那些名利 况且 徒儿出来诈道 此等机会 应该让给师兄师姐们 绝必有诈 韩爵心里有逼数 他就算真的是 首屈一指的天才 可他资历浅了 刚进来就成为 宗门的核心培养对象 这不是圈套 莫非西玄仙子在试探他 倘若他是清明魔教的内奸 肯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当真 西玄仙子眯眼问道 韩爵点头道 绝无虚言 西玄仙子点头 韩爵松了一口气 跟着坐下 其他弟子看向他的眼神 变得柔和 柳三星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果然 大师兄想去 也是 这种事情 若是让其他弟子接了 大师兄的面子 往哪哥 西玄仙子看向柳三星 那便有你去吧 你是玉幽峰的大弟子 可不得惹是生非 徒儿明白 柳三星露出笑容 其他弟子纷纷恭贺他 976 3959 第十一章 住激进九层 竖妖的姬园走出玉幽峰 韩爵正要回洞府 柳三星走来 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笑道 小师弟 你的好意师兄心领了 以后遇到麻烦 随时跟师兄说 韩爵眨了眨眼 道 那师弟先遇助大师兄 一帆风顺 送上门来的人情 岂能推开 哈哈 柳三星大笑一声 然后离去 韩爵刚走几步 长院又追上来 师弟 你还没做过宗门任务吧 要不要师姐带你 长院笑问道 不用了 我想修炼 在洞府里修炼很慢的 去做任务赚零石 然后去各个零池修炼 事半功倍 同时做任务 还有贡献度 贡献度高了 可以买单药 我怕死 还是算了 我被修饰岂能怕死 不怕死 修什么心啊 你 长院被气到了 这位师弟 怎么这么怂了 韩爵之所以不去 是因为他零石多 哼 不去就不去 长院扭头就走 韩爵则陷入思索中 确实不能待在洞府里修炼 得去零池 别等百年后 寿命紧张时再去 那就太浪了 想罢 韩爵直接动身 前往内门城池 十年转瞬即逝 韩爵一直留恋于各个零池中 上品零石花了近四百块 他的修为达到筑基进五层 六系零根 全都修炼到筑基进五层 照这样下去 他将剩下的四百多块上品零石花完 不能成就金丹镜 韩爵开始集中修炼雷灵器和火灵器 他不能将零石完全花光 后面肯定得有花销 再来十年 干脆直接把零根修炼完 在洞府里也可以吸收多火灵器 就这样 韩爵决定后 直接前往零灵池 零灵池目前没有一味修士 韩爵也不怕寂寞 臭小子 你又来了 之前还以为你是天才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 还只是筑基进三层 舒妖忍不住调侃道 韩爵耸见道 正是因为资质愚钝才这般刻苦 也是 舒妖说完便闭目 韩爵是老顾客 他也不用多提醒 很快 韩爵便进入修炼状态 时间迅速流逝 一年年过去 五年后 韩爵的雷灵根修为 已经达到筑基进七层 莫副仇又来了 还带来了一名女弟子 这名女弟子长得极为俏美 举止也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韩兄弟 你也在啊 你也来了 莫副仇是绝对的天才 通过人际关系 韩爵注意到他 已经达到筑基进九层 虽然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但能在筑基进突破两层 冲击金丹镜 不是天才是什么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天雷锋的小师妹 也是我的族妹 莫竹 莫副仇笑着说道 韩爵跟着抱拳道 在下御幽风韩爵 莫竹点了点头 仔细打量韩爵 问道 你怎么还是筑基进三层 我族兄说你可能已经筑基进六层 韩爵笑道 穩扎穩打嘛 你们也抓紧时间修炼吧 说完 他便坐下 莫副仇虽疑惑他的修为 但也没有多问 两人很快就开始打坐 没过多久 他们便惊讶地发现 韩爵吸收灵气的速度 远超他们 他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不对 是灵根资质 莫副仇暗自心惊 莫竹也惊讶地看向韩爵 韩爵没有顾及他们的反应 他得抓紧时间 每一分钟都是零食啊 三年后 莫副仇 莫竹准备离去 莫副仇看向韩爵 本想说什么 但看到韩爵那么认真 觉得不好打扰 兄妹俩离开雷铃池 大哥 那韩爵的境界为何没有提升 莫竹疑惑问道 以韩爵吸收灵气的速度 应该早就突破了 莫副仇眼神复杂 此人定然是有压制修为的手段 他的修为恐怕已经追上我 助击近九层 莫竹瞪大眉目 道 你之前说过 二十年前 他才练气境九层 这么快 莫副仇深吸一口气 哦 玉幽风都是苦修士 没想到出现这等天才 我们走吧 我们也得像他一样刻苦 莫竹点头 与此同时 韩爵看到两行字 莫副仇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莫竹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韩爵无动于衷 他已经达到助击近九层 正在冲击圆满之境 半年后 韩爵终于将雷铃力修炼到圆满 想要再修炼也无法增长 他起身准备离去 小子 看来你是有压制修为的方法 很不简单嘛 舒妖开口笑道 语气没有之前的嘲讽 韩爵耸肩一笑 他走到传送法阵上 正要离开 我这里有一桩机缘 想参加吗 舒妖问道 韩爵挑眉道 不想 舒妖愣了愣道 有大量零食 还有宗门贡献 甚至可能得到法器 天才地宝 你确定不参加 危险吗 想要得到好的机缘 自然得负险 那算了 我怕死 你 舒妖气的树枝摇颤 韩爵催促道 前辈 赶紧放我出去 我还得回洞府闭关呢 舒妖冷哼一声 启动法阵 将韩爵送了出去 韩爵在阁楼里 退了一年半的零食 储物袋里 还剩下近三百块零食 他没有立即回洞府 而是前往俸禄楼 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领取自己的俸禄 也该取一下 玉清宗的每年发一次俸禄 可以积攒领取 俸禄楼是玉清宗内 最热闹的阁楼之一 弟子很多 还需要排队领取 韩爵的气质 引得不少女修士侧目 男修士很快也注意到韩爵 随着韩爵的修为不断提升 爵士无双的魅力气质 也彻底展现 系统 只能隐藏他的修为 可不能隐藏魅力 此人是谁 好俊啊 我们玉清宗 竟然有这样的男子 我之前见过 好像是玉幽峰的弟子 泽泽 跟话中走出来的一样 玉幽峰的弟子 个个都长得好皮囊啊 你们谁知道他的名字 面对周围的议论 韩爵洋装没有注意到 领取完凤露后 他飞快地逃走 引得那些想要搭讪的女修 遗憾不已 刚走出凤露楼 韩爵撞见莫竹 韩兄 你在这里啊 我们真有缘 这都能撞见 莫竹惊喜到 直接凑上来 挽住韩爵的手臂 韩爵的脸色瞬间凝固 9619821 第十二章 七重换步 万妖剑 从粪路楼里走出来的女修们 看到莫竹挽着韩爵的臂弯 不由醋眉 他们心里都在哀嚎 韩爵连忙撤退一步 与莫竹保持距离 莫竹热情笑道 韩兄 正好我有一事 需要你帮忙 直线剧情来了 拒绝 韩爵摇头道 抱歉 我还得回去修炼 修炼什么啊 这是一桩大机缘 听说过 莫竹连忙说道 他忽然注意到 韩爵身后的女修们 觉得在这里不方便说 于是拉着韩爵先离开此地 莫姑娘 不要拉拉扯扯 我一个女子都不怕 你身为男子还怕 师父不准 我们有男女之情 呸 我们才见了第二次面 你以为我就倾心于你 莫竹的翘脸瞬间红了 他悄悄瞥了韩爵一眼 韩兄确实长得好看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好看的男子 若是结尾道理 莫竹的耳根子都红了 韩爵注意到他的神情 大感不妙 危险啊 他还没金丹呢 可不能有儿女之情 这莫竹长得是美 但不能坏他道心 韩爵当即往旁边挪了一步 与他保持一米距离 并肩前行 两人走到一条无人的小巷 说吧 什么事 韩爵问道 莫竹左顾右盼 确定无人后 低声道 莫兄 你听说过李乾隆吗 没听说过 什么 你没听说过李乾隆 说正是 韩爵没好气道 虽然这一世他 已经快五十岁 但他还未离开过玉清宗 他连玉清宗的名人都认不齐 更别说整个修仙界 李乾隆是玉清宗百年难出的矿石绝才 据说差一点就成就化神 他的洞府 位于玉清宗外的一座大山上 他在洞府里设置了不少禁止 之前一直隐藏着 最近我得到情报 他的洞府现实了 不过他的玉兽在里面守护着 此玉兽惧怕雷电 我们都是雷修 定然能天克他 莫竹越说越兴奋 韩爵问道 你兄长呢 去年内门大笔刚结束 他被掌教选中 特殊培养 我也找不到他 韩爵挑眉 结束了 糟糕 修行过头 忘了这等大事 希望西玄仙子 不要怪罪于他 真如你所说 此等洞府 为何宗门没有亲自去收 韩爵反问道 莫竹耸肩道 他的洞府对宗门而言 也不算多吸引人 可对于我们住基金修士来说 这就是机缘啊 韩爵问道 你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 我一朋友告诉我的 这消息并没有上任务榜 有诈 绝对不能去 韩爵立即拒绝道 太危险了 我不去 劝你一句 不要去参合 否则死得很惨 说完 韩爵转身离去 你这人 莫竹气得跺脚 不过 他对韩爵的好感度 并没有下降 他反而犹豫起来 连韩爵这样的天才 都不敢去 莫非真有危险 回到御幽峰 韩爵来到御幽店跪拜 那门大比是大事 倘若御幽峰 就只有他没去观战 那罪过就大了 进来吧 正好有事找你 西玄仙子的声音挑来 大门跟着打开 入殿后 韩爵发现 不止西玄仙子一人 长院与一名老者也在 等等 这老头 铁老 韩爵愣了愣 继续前进 铁老一看到他 表情也变得精彩 此子也是御幽峰弟子 怎么可能 铁老震惊 难以置信 这位是新败如御幽峰的弟子 以后就是你师弟 你称他为铁师弟就好 西玄仙子开口道 韩爵点头 看向铁老 道 铁师弟 以后有麻烦 随时找我 铁老咬牙道 韩爵 你小子竟然成了那门弟子 他惊骇地发现自己 看不穿韩爵的修为 短短二十多年 韩爵从一名凡人 修为远超他 西玄仙子并不疑惑他们认识 而是问道 你怎么仍是铸鸡进三层修为 铸鸡进三层 铁老更加震惊 他费尽千辛万苦才铸鸡 韩爵已经铸鸡进三层 韩爵怕铁老搞小动作 必须增加自己 在西玄仙子心里的分量 于是不再隐藏修为 道 师傅 徒儿已经铸鸡进九层 只是想低调 所以隐藏修为 此言一出 铁老和长月儿皆是瞪大眼睛 师弟 你怎么突破的这么快 长月儿惊呼道 他可谓是看着韩爵 从炼器进九层 飞跃到铸鸡进九层 这也太夸张了 韩爵道 一直在雷铃池修炼 不敢怠慢 才有这般进步 西玄仙子满意一笑 道 若是御幽风 人人都如你这般刻苦 御幽风 必定会成为御青宗最强的一风 你低调修炼 成功获得西玄仙子的认可 奖励一部身法密集 恭喜你获得七重换步 韩爵暗自惊喜 连忙道 师傅这番话 真是折杀徒儿 徒儿只是喜欢修炼罢了 铁老努力平复心情 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压过韩爵 以前的事情最好忘记 若是跟西玄仙子说 说不定会惹得西玄仙子不满 他忽然忐忑起来 以韩爵的修为 杀他易如反掌 不行 得化解这桩恩怨 既然你这么喜欢修炼 为师给你安排一个任务 去镇守御青宗的万妖剑 西玄仙子忽然笑道 笑容充满深意 万妖剑 听起来好牛批 好危险 韩爵本能地抗拒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师傅 万妖剑是什么地方 长月儿兴奋道 就是御青宗饲养妖虫的地方 师傅 我也要去 让我陪同韩师弟去吧 免得他被欺负 西玄仙子瞪了他一眼 吓得他不敢再多言 各风都会派遣一名弟子 去镇守万妖剑 万妖剑因妖虫种类众多 所以蕴含各种灵器 还很浓郁 适合你修炼 不过也有一定的危险 时常有妖虫暴走 弟子被残忍杀害的例子 西玄仙子为韩爵介绍道 韩爵听不出半点回旋余地 不过能修炼也是好事 与妖兽斗 总比跟人争斗好 不就是动物园保安吗 我去 那徒儿便听师傅的安排 韩爵抱拳道 西玄仙子点头道 你收拾一下 直接前往妖宠楼 会有人带你前往万妖界 上一任是你大师兄 如今他已经被长教收走 只能让你去 若是任务顺利 为师会奖赏你 另外 在万妖界镇守一年 可获得十块上品零食 上不封顶 这是持续的宗门任务 去之前 你可以先去领取任务 952 6598 第十三章 神秘妖兽 掌教失踪 回到洞府前 韩爵先是传承七重换步 他得先增强自己的实力 以免遭遇不测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凭借着这一先天器语 韩爵一个时辰 便彻底掌握七重换步 此步法一共有七层 每练出一层 可以分化出一道残影 七重残影 可迷惑敌人 让敌人分不清谁是本尊 利用此步法 也可以大大增加逃跑速度 学会之后 韩爵回洞府收拾东西 然后前往内门城池 先去任务楼领取任务 再前往妖宠楼 御幽殿内 西玄仙子面无表情地盯着 殿上的铁牢 缓缓开口道 你与韩爵的过往 本座不想计较 从今以后 你们是师兄弟 你得遵他 敬他 以本座对他的了解 他也不会算尽你 你大可放心 铁牢跪在殿上 叹了一口气 缓缓点头 以后韩爵会是御幽丰的 清传弟子 与他打好关系 对你只有好处 只要不是死仇 能化解就化解吧 西玄仙子的这番话 让铁牢震惊 清传弟子 西玄仙子 如此器重韩爵 一想到韩爵的突破速度 他沉默了 那小子确实配得上 走出传送法阵 韩爵来到万妖剑 万妖剑的天空阴云密布 仿佛随时要下暴雨 韩爵拿出飞剑 开始御剑飞行 按照妖宠楼弟子的交代 他得先找到御幽丰的阁楼 那将是他的坐镇地 此阁楼有静置机关 寻常妖兽不敢靠近 当然 他也不能一直躲在阁楼里 若是遇到妖兽暴动 他得行动 为御清宗减少损失 万妖剑里的妖宠 可都是御清宗 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培养他们 也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那座阁楼 距离传送法阵不远 韩爵很快便找到 阁楼有两层 不算很大 屋内空荡荡的 空无一人 韩爵熟悉了一下 静置机关后 便开始打坐修炼 漫长而枯燥的修炼 又开始了 一年半迅速过去 韩爵已经五十岁 姓名 韩爵 寿命 五万零一百九十六 种族 凡人 修为 驻积境九层 功法 六道轮回宫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换步 神通 五 法器 五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爵士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痴 剑道资质顶级 剑道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一千块上品零食 查看人际关系 封灵根被他修炼到筑基进六层 除了雷灵根 其他零根仍是筑基进五层 韩爵闲来无视 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行鸿旋竟然突破到了筑基进 有点意思 铁老仍是筑基进一层 韩爵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莫竹 遭遇磨修袭击 险些重伤 你的好友莫竹 遭遇玉清宗弟子袭击 命悬一线 摔下悬崖 韩爵无语 果然 那洞府有诈 幸好他没去 莫竹那丫头太惨了 韩爵只能为他默默祈祷 吼 格楼外忽然传来咆哮声 韩爵皱眉 立即起身 走出大门 他看到一只白猫 站在树枝上 这只白猫身形纤细 却有白虎的纹路 紫色眼眸更显妖异 韩爵没有感受到危险 便没有再理会小白猫 就在这时 白猫忽然扑向韩爵 韩爵本能地施展七重幻步躲避 白猫撞上阁楼的墙壁 四腿一蹬 转身继续扑向韩爵 韩爵皱眉 静置竟然没有触法 他迅速跳出去 来到空地上 白猫再次扑来 速度比先前快了数倍 犹如闪电 好快 韩爵施展七重幻步 分化出七道残影包围白猫 白猫左顾右盼 猝不及防被真正的剑气击中 鲜血飞剑 他哀嚎一声 他迅速跳开 直接窜入树林里 消失不见 韩爵收手 回到阁楼内 他尝出一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幸好他提前学会了七重换步 否则以白猫的速度 之前的他还真不是对手 那白猫是什么来练 速度这么快 好在他没有其他攻击手段 韩爵默默想到 看来以后得谨慎点 想吧 韩爵继续修炼 一座宫殿内 十八峰的执教长老齐聚于此 掌教不在 最近万妖界的妖兽暴动 得由我们来调查 一名掌老开口道 他乃是天雷峰的执教长老 道雷老仙 此事颇为蹊跷 我总觉得与清明魔教有关 没错 附近的李乾隆洞府 便出现了清明魔教的魔修 我怀疑我们高层有内奸 掌教一离去 他们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 莫非清明魔教想利用万妖界的妖兽 很有可能 经过玉清宗两百年的培养 万妖界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们多派点弟子进入万妖界吧 长老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西玄仙子静静地坐着 没有插嘴 讨论了好一会儿 最终 各封决定 再派遣两名弟子进入万妖界 长老们各自离去 西玄仙子准备离开时 道雷老仙忽然叫住他 待殿内只剩下他们二人 道雷老仙方才开口问道 师妹 为何刚才一言不发 西玄仙子平静道 这些事由你们来决定就可以 道雷老仙眯眼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 掌教带着那十八名核心弟子 去了哪里 西玄仙子没有回答 倘若长老之中真有内奸 那我能信任的只有师妹你 你我可得联手 道雷老仙认真说道 西玄仙子回答道 那是自然 毕竟你我师出一脉 道雷老仙满意一笑 万妖界 距离白猫已经离去两年 含绝的武系灵力 全都达到筑基进六层 稳扎稳打 距离金丹镜 他算是已经迈过半城 小妖 你这是把万妖界 当成修炼之地 一道细血的声音传来 韩绝睁眼看去 发现门口不知何时 出现一名老者 这名老者穿着粗质的布衣 手里摇晃着酒葫芦 鼻头都醉得同红 韩绝皱眉问道 阁下是谁 他竟然没有察觉到 对方的靠近 太危险了 9526421 第十四章 妖王获得绝世剑法 我跟你一样 是玉清中弟子 来镇守万妖界 红鼻子老者笑道 他打量着韩绝 嘖嘖称奇 助击进三层 可你修炼的土纳速度 绝非助击进三层 你估计都已经达到 助击进九层了吧 韩绝不有警惕 竟然被看穿了 能这样直接看穿 他修为的人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莫非此人修为 跟西玄仙子一样 你不必紧张 是你主动来的 还是你师父派你来的 红鼻子老者问道 以韩绝这样的修炼态度 不像是主动前来 韩绝回答道 我师父西玄仙子 派我来的 我有靠山 别算计我 李清子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韩绝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他连忙调出属性列表 查看人际关系 李清子 原因近八层 遇清宗长教 爱慕西玄仙子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遇清宗长教 那不就是宗主吗 韩绝惊了 这个逼竟然还喜欢他师父 一想到李清子 与西玄仙子在一起的画面 他就恶寒 李清子不配 你师父可有交代给你任务 李清子问道 韩绝回答道 就算有 我岂能告诉你 李清子笑眯眯道 哦 不能告诉别人的任务 韩绝沉默 李清子伸了一个懒腰 笑道 那你跟我来吧 你惹到麻烦了 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你解决 韩绝疑惑 起身跟上去 身为御清宗长教 李清子应该不会害他 两人走入树林里 知道我为何会来这里 李清子双手背在腰后 笑问道 韩绝摇头 或许是因为舔狗 但他不能说 长教是要面子的 你附近的妖兽越来越多 有暴动的趋势 关键是 这些妖兽目前很安分 仿佛是在潜伏 能号令这么多妖兽 必定是妖王所为 你估计招惹了虎兴白龙 这小家伙的父亲 是赫赫有名的妖王 他天生蕴含妖王血脉 他召集这么多妖兽 只能是对付你 听完李清子的话 韩绝不由想到两年前的白猫 莫非那便是虎兴白龙 韩绝将之前的经历说了一遍 你的身法竟然比虎兴白龙快 李清子诧异地问道 莫非此子得到了师妹的真传 想到西玄仙子之前的话 李清子不由点头 李清子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1.5星 韩绝挑眉 道 我吸得了一种身法 比他快也正常 他心里顿时平衡了 看来不是他弱 是虎兴白龙真的快 换做其他弟子 估计都跟不上 在李清子的带领下 韩绝来到一条悬崖前 他低头望去 只见下方的荒郊野岭遍地是妖兽的身影 妖兽各个长得恐怖 大得如同小山 小的是各种虫妖 也有脸盆大小 韩绝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脸色煞白 他大概数了一下 少说也有上千头妖兽 要是全都席卷他所在的阁楼 肯定能轻松踏平 他只能逃 他的目光落在一块大石头上 两年前的那只白猫 躺在上面酣睡 韩绝无语 他运气也太好了吧 直接就撞进了小妖王 前辈 你说要帮我解决 是要杀了他吗 韩绝问道 李清子瞪了他一眼 道 这头虎心白龙潜力极大 杀了他 宗门不得找我麻烦 韩绝郁闷 道 那怎么解决 你去降服他 李清子捏着胡子笑道 韩绝一听 掉头就走 这么多妖兽 他拿头去降服 臭小子 你走什么走 李清子连忙按住他的肩膀 没好气到 师妹怎么收了这样一位徒典 我会施展正法 将他们困在这里 最多五年 五年内 要是能降服虎心白龙 我奖励你御清宗绝学 李清子认真说道 你面对御清宗掌教李清子的任务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接受任务 拼尽全力降服虎心白龙 可获得李清子的绝学奖励 妖王的仇恨度 清明魔教的关注 二 拒绝任务 回去继续修炼 可获得一部剑法密集 李清子好感度降低 嗯 妖王的仇恨 清明魔教的关注 韩爵差点炸了 他立即组织语言 道 前辈 算了 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实在是怕 我只想安心地修炼 李清子愣住 他皱眉道 我可以传授你御清宗的至高功法 御清爵 比得上我的六道轮回宫 韩爵仍是摇头 李清子对你的好感降低 当前好感度为0.5星 李清子哼道 那你滚吧 韩爵行礼 迅速逃走 李清子叹息一声 莫非师妹安排的那人不是他 回到阁楼里 韩爵选择第二个选择 你拒绝了李清子的任务 获得一部剑法密集 恭喜你获得绝世剑法 三清绝影剑 绝世剑法 韩爵惊喜 终于来了 绝指神剑虽不错 但杀伤范围有限 射的剑气更像是子弹 若是面对妖兽大举入侵 很难招架得住 他没有立即传承 而是等待 半个时辰后 他才开始传承此剑法 随着韩爵传承三清绝影剑 肉身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没过多久 大风起 盘绕阁楼 周遭的树木跟着摇动 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样的异象 持续了半个时辰 传承结束 顶级的剑道资质 剑道悟性 让韩爵传承时没有遇到半点困难 屋内的韩爵猛地睁眼 眼中蹦现出寒芒 他抬手掐动法爵 调动体内灵力 施展三清绝影剑 只见他背后浮现出三把剑影 颜色各异 雷灵力剑影 呈电光之色 火灵力剑影 如同烈焰 熊熊燃烧 风灵力剑影 呈青色 剑刃缠绕着进风 好强大的剑法 不愧是绝世剑法 韩爵立即起身 走出阁楼 三把剑影悬浮在他身后 如影随形 他右手以指为剑 朝前一点 背后的三把剑影猛地杀去 速度极快 比虎星白龙还快 宛若三道颜色不同的积累 轰 剑光闪耀 方圆百米内的数十棵大树 被三把剑影砍成三段 树身腾飞而起 树叶凋零 画面颇为壮观 伴随着这些大树落地 滚滚尘土跟着扬起 好八道 韩爵惊喜 这才是绝学啊 太强了吧 他可没有动用权力 这要是面对妖兽大军 分分钟让战场变成绞肉场 932 3167 第十五章 剑影初 夭兽语 学会三清绝影剑后 韩爵顿时自信了不少 三清绝影剑 剑气成影 可最多运用三种不同的灵力 一种灵力 一把剑影 如必直识 此觉学可以不断施展 也就是说 当三道剑影消散时 韩爵可以施展 直至灵力耗尽 韩爵的灵力远超同境界的修饰 毕竟他修炼的是先帝传承的功法 六道轮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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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修炼六种灵力 每一种灵力都能修炼到雄厚的地步 从今日起 我不算弱者了 韩爵得意的想到 他回到阁楼内抖擞精神 准备继续修炼 修为才是关键 修为越高 施展出绝学的效果就越强 等他成就原因 再施展三清绝影剑 那便是毁天灭地的效果 韩爵很期待 数日后 玉幽峰又派来了两位弟子 一位是长院 一位是师兄孟和 孟和是玉幽峰的七师兄 修为达到驻基近九层 实力不俗 外面的树林怎么都被斩断了 发生了什么 孟和疑惑问道 韩爵回答道 之前有妖兽想要围攻我 信得一位前辈出手 长院打量韩爵 问道 师爹 你没事吧 说话间 他便伸手摸向韩爵 韩爵连忙后退一步 长院顿时气恼 呵斥道 这后退的动作是认真的吗 韩爵假壳一声道 师父告诫过 玉幽峰弟子不得 哼 你想的美 师姐只是关心你 孟和看得摇头失笑 他并不觉得奇怪 韩爵虽然低调 但他的相貌已经传开 内门许多女修都在讨论 玉幽峰有一位容貌绝世的男弟子 只是不知其姓名 孟和听说后便明白是韩爵 别说玉幽峰 放眼整个内门 也找不出比韩爵更俊美的男弟子 长院长得不错 但距离宗门内一流相貌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韩爵失地不愁没道理啊 师父怕你有危险 怕我卖帮你 据说清明魔教可能已经潜入万妖界 我们得多加小心 孟和提醒道 清明魔教 韩爵皱眉 怪不得他若是收服虎星白龙 会得到清明魔教的关注 原来万妖界已经被清明魔教潜入 或许这便是李青子来万妖界的原因 真是危险啊 韩爵忽然想离开万妖界 师妹先休息吧 师兄出去看看 孟和丢下这句话便走出阁楼 韩爵走到一旁 继续打坐修炼 不给长院搭讪的机会 长院撇嘴 也开始修炼 自从知晓韩爵已经筑基近九层后 他就受了刺激 平日里都在闭关修炼 不过关于韩爵的修为 西玄仙子让他不得传扬出去 所以玉幽峰的其他弟子 都不知韩爵的修为 两日后 孟和才回来 他略微有些狼狈 韩爵 长院连忙起身相迎 遭遇了一尊大妖 相当于金丹镜 差点死了 孟和擦了擦嘴边的血迹 心有余悸地说道 韩爵问道 附近的妖怪多吗 数里外倒是一群妖怪 只是不知 被谁用阵法困住 道不足为虑 我遇到的大妖有些远 也不会威胁到我们这里 孟和回答道 那师兄赶紧养伤吧 嗯 孟和打坐 运功疗伤 没过多久 他又吐了一口血 血是黑色的 十分圣人 莫非是中毒了 幸好我没有到处转养 果然 人不能浪 韩爵一边修炼 一边思索 长院也很不安 刚来两日 七师兄就受伤了 这万妖界真是凶狠 为何韩师弟待了数年都没事 长院狐疑地看向韩爵 莫非韩爵比七师兄厉害 孟和受伤后 就不敢再出去瞎转养 韩爵忙着修炼 也不出去 长院自然也不敢出去 一年时间迅速过去 韩爵正在修炼 孟和忽然开口道 附近的妖气越来越多 而且在快速移动 目标应该是我们 此言一出 韩爵长院睁眼 韩爵开口道 那还不跑路 长院促没到 可是这里归我们御优封馆 我们是不是善离职守 那你留下来等死吧 你的英勇事迹 我会告诉给师傅的 韩爵说完就起身 长院急了 跟着起身 韩师弟说的对 十八峰都有管理区域 肯定不只是我们遭受妖巢袭击 必然也会有其他人跑 孟和开口道 自从遭遇大妖袭击后 他就没有了出来时的意气风发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走 韩爵说完便冲出阁楼 长院 孟和紧随其后 三人遇见飞行 来到高空 他们低头看去 果不其然 以阁楼为中心 四面八方正有数不清的妖兽奔跑靠近 韩爵额头冒冷汗 这么多 看来他还是不够警惕 神识还得再练练 若非孟和提醒 他们现在肯定惊慌失措 秀 前方传来破空声 三人扭头看去 只见一只一盏三丈的黑雕急驰而来 他身上的羽毛 好似一根根金属利剑 小心 孟和立即出手 手中拿出一张符纸 快速念法咒 符纸之中射出三团火焰 迎面冲向黑雕 黑雕迅速闪避 在高空中绕了一个大圈 继续扑向他们三人 与此同时 又有其他邀情袭杀而来 韩爵扫了一眼 一共有七只 速度都很快 长院下的俏脸煞白 握着法器的手都在颤抖 孟和也被吓到 叫道 我们分开逃 韩爵按骂 分开就是想单独跑 明面上 韩爵 长院的修为不如孟和 甚至可以说是脱油瓶 孟和掉头就跑 这次施展法术 化为一阵风 逃得极快 长院不知所措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危急的时刻 眼瞧着七只妖情 袭杀而来 韩爵当即施展三青 绝影剑 三道剑影迅速凝聚而出 飞掠而去 长院只觉得眼前见光一闪 七只妖情便被斩为好几段 当场死去 他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身旁的韩爵 韩爵长发随风飘动 眼神冷立 散发着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势 长院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爵脸色一变 糟糕 他扭头看去 发现长院看向他的目光在放光 孟和已经逃之夭夭 不见踪明 这孙子溜得真快啊 长院兴奋道 韩师弟 原来你这么厉害 韩爵严肃道 师姐 此事可不能说出去 我还想低调修炼 若是我的实力暴露 说不定就要成为核心弟子 到时候 师姐想见我都难 长院一听 连忙点头 915-7717 第十六章 面壁思过百年 先天洞府 加更 韩爵俯冲而下 长院连忙追上去 师弟 你想干什么 韩爵回答道 妖兽身上 不是有很多值钱的材料吗 我得收集一下 刚才的出手 让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有点猛 妖兽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强 这个念头一出现 韩爵顿时轻松 整个人都充满自信 哦 对哦 师弟 我帮你吧 我学过解剖妖兽 就当报恩 长院积极地说道 韩爵想了想 点头同意 两个人手脚也能快点 大概过去五分钟 两人将七具妖兽尸骨收刮干净 迅速离去 一路上 长院很兴奋 不过提起孟河 他就咬牙切齿 七师兄太过分了 不对 他不配当我们的七师兄 等我回去 一定要跟师父告状 希望他死在妖兽嘴里 师弟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韩爵也很犹豫 真的太危险了 算了吧 回去吧 大不了给师父跪地认错 韩爵认真道 虽然寻常的妖兽伤不了他 但万一出现妖王和清明魔教呢 长院犹豫问道 这样真的好吗 你觉得不好就留下来吧 别 我跟你回去 两人朝着传送法阵赶去 没过多久 他们便找到离开的传送法阵 传送法阵前聚集着十数名修士 是 孟和也在其中 一看到韩爵 长院 孟和愣了愣 连忙挂上惊喜的笑容 道 师弟 师妹 你们竟然还活着 太好了 长院气得咬牙切齿 想要骂孟和 韩爵抬手 示意他不要多说 他忽然瞧见莫父仇 韩兄弟 你怎么在这里 莫父仇笑问道 他注意到长院的神情 不由撇向孟和 孟和感受到他的目光 尴尬无比 强颜欢笑 师父安排我来的 对了 你妹妹莫主遇到麻烦了 他去李乾隆的洞府寻宝 我劝过他 他还是去了 韩爵开口道 说完 他便走到传送法阵上 长院紧随其后 两人拿出零食 启动法阵离去 莫父仇皱眉 脸色殷勤变幻 旁边一人问道 这人是谁 玉幽峰的弟子 以前怎么没有瞧见过 孟和回答道 我玉幽峰的弟子 名为韩爵 深受师父的器重 之前师父 还想让他加入掌教的栽培计划 但被他拒绝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动容 莫父仇眼神闪烁 道 他确实配 回到内门 韩爵和长院先去贩卖妖兽材料 内门有专门收购 贩卖妖兽材料的地方 让韩爵惊喜的是 这些材料 竟然买了397块上品零食 杀妖兽这么赚钱 韩爵兴奋到 他忽然想掉头回去 继续杀妖兽 长院连忙拦住他 低声道 师弟 别想了 万妖界可是宗门专门培养的小天地 里面的妖兽价值都不差 正常情况下 弟子不得残杀里面的妖兽 这一次情况特殊 我们或许不会被追究 但下一次绝对会很麻烦 韩爵一听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还是老老实实闭关挂机 两人回到玉幽峰 先拜访西玄仙子 大门打开后 两人入殿跪拜 你们怎么回来了 西玄仙子簇没问道 韩爵回答道 我发现万妖界很危险 有妖王 有魔教 我们之前遭遇了妖兽袭击 我还得罪了妖王之子 在里面真的混不下去了 师父 你就责罚我吧 我愿意面避思过百年 西玄仙子无语 长月儿表情古怪地看向韩爵 百年 太狠了吧 要是百年内 你不得修炼 怎么样 西玄仙子问道 韩爵的脸色瞬间凝固 长月儿适时地开口 师父 我们被妖兽袭击 气师兄梦河丢下 我们就跑了 提起此事 他就怒火中烧 然而 西玄仙子却没有动怒 仍平静 道 你七师兄只是没有救你们 说到底 还是你们太弱 你总不能让你 七师兄留下来 跟你们一起等死吧 这 长月儿欲言又止 无言以对 虽然很无情 但这确实是事实 孟河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是想自保 西玄仙子道 月儿 你先退下吧 长月儿看了一眼韩爵 然后行李离去 待大殿只剩下韩爵 西玄仙子时 一股肃杀的气氛弥漫开来 韩爵心里一领 师父想干什么 他不敢抬头 表现得很老实 韩爵 你修行是为了什么 西玄仙子问道 声音淡漠 听不出任何情感 为长生不死 一直闭关苦修 你是不可能长生不死的 人定圣天 讲的是拼机缘 徒儿明白 但徒儿想先增强修为 有足够实力后再拼机缘 师父啊 你不懂 徒儿灵根资质绝顶 还有四种顶级先天气缘 韩爵默默想到 拼机缘 那是天赋不够的人才需要做的 西玄仙子继续道 本来为师给你安排了一桩机缘 此次若是你在万妖界内建功 日后必定成为核心弟子 享受的待遇也远超现在 可惜 你放弃了 多谢师父 只能怪徒儿无福享受 你修炼的功法高深莫测 为师也没有什么好教你的 这样吧 想不想拥有不逊色于雷灵池的洞府 里面除了雷灵器 还有其他属性的灵器 文言 韩爵猛地抬头 惊喜地问道 在哪 西玄仙子面无表情道 玉清宗最近又发现了三处先天洞府 这类洞府并非修饰开辟而成 而是天地孕育而成 就在玉清宗附近 想要得到先天洞府 就得参加十年一届的内门考核 核心弟子以下皆可参与 夺得前三名便可获得先天洞府 按排名进行挑选 韩爵皱眉 西玄仙子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莫非你连比斗都怕 又不伤你性命 韩爵犹豫了一下 问道 师傅 一般情况下 可有金丹镜弟子参与 你以为金丹镜是白菜 但凡修炼到金丹镜的弟子 要么成为核心弟子 要么成为长老 执事 也就是说 参加那门考核的 都是助激镜修士 没错 那稳了 嗯 多谢师傅提点 徒儿定当竭尽全力 未遇幽风争脸 西玄仙子终于露出笑容 看向韩爵的目光充满玩味 臭小子 为师就不信你不动心 西玄仙子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2.5星911 5190 第十七章 大乘修士转世 修为大增 韩爵没有回洞府 而是前往内门灵池修炼 既然要参加内门考核 那他就必须争夺前三 有了先天洞府 他就不用再担心灵气 可以真正龟缩不出 在此之前 他得尽可能地增强修为 他跟西玄仙子打听过 距离下一次内门考核 还有八年 韩爵先来到火灵池 买了一年的时间 火灵池内的弟子不少 足有二三十人 韩爵找到一个角落 开始打坐修炼 他的出现 引得一些女弟子侧目 那人长得好俊 莫非是玉幽峰那位神秘的俊弟子 或许吧 除了他 我还没见过 谁长得如此好看 真想认识他 韩爵隐约听到他们的议论声 他佯装没有听见 心中无女人 修炼自然神 一年之后 韩爵的火灵根达到筑基近八层 或许是雷灵根已经达到筑基近九层 导致他修炼其他灵力时 也比以往要快一些 韩爵马不停蹄地前往水灵池 就这样 四年后 韩爵的其他灵根全都达到筑基近八层 还剩下三年时间 他继续修炼 争取在内门考核前 六种灵根都达到筑基近九层 封灵池 韩爵刚进来便看到一群弟子围在一起 周凡 你不是扬言要在下一次内门考核超越我们吗 怎么才助基近一层修为 哈哈 就他这个灵根资质 怎么可能超越我们 今日 你若是愿意跪地给我们磕头 我们就不为难你 师兄 这小子之前一直靠着陆师妹 如今陆师妹已经准备跟剑锋大弟子结为道旅 以后肯定会跟他断了关系 我们现在就可以收拾他 说不定陆师妹还高兴吗 听着这群弟子的话 韩爵摇了摇头 然后找到角落打做修炼 像这样的矛盾在玉清宗并非稀奇 玉清宗虽是名门正派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之前韩爵已经见过不止一起这样的时间 哼 你们这群废物 敢在这里对我动手 不怕执法刀则法 最近魔教蠢蠢欲动 你们还搞内讧 我有理由跟长老们怀疑 你们是魔教奸人 一道冷哼声跟着响起 很是倔强 韩爵睁眼看去 说话者便是被包围的周凡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眼前忽然冒出一行字 让他愣住 先天气运者 他当即选择查看 周凡大成修士转世 出生凡界城镇内 与青梅竹马一同被玉清宗检测出灵根 灵魂深处藏有灵宝 灵宝因保护他而受到重创 如今为了修复自身 在周凡修炼时无意识地吸收灵气 导致周凡修炼速度奇慢 目前该灵宝即将修复成功 韩爵的表情古怪 这来历有点猛啊 放在小说里都可以当主角了 他眯眼看去 被包围的周凡表情镇定 即便被人推丧 也丝毫不动怒 虽然长得不帅 但给人一种很坚定 隐忍的成熟气质 要不要帮帮这位主角 帮锤子 韩爵直接闭目 周凡来历再牛逼 也跟韩爵无关 相反 周围有这样的先天气运者 他反而更想抓紧时间修炼 韩爵的目标是长生不死 无敌 待他无敌时 在随心所欲 当下 能不惹事 尽量不惹事 那群弟子骂了周凡一会儿 最终被周凡吓退 不敢动手 在这里都是花了钱的 再耽误下去 他们也吃亏 风铃池陷入平静中 一年后 韩爵的风铃根达到筑基近九层 他起身离去 来到风铃池阁楼 好巧不巧 他又遇见周凡 周凡正与一名相貌美丽的 轻衣女子交谈 他注意到 周凡秀中的双手紧握成拳 明显在克制情绪 轻衣女子神情平静 很快便转身离去 周凡站在原地 肩膀都在颤抖 韩爵大概能猜到 发生了什么 他抬步走去 与周凡擦肩而过 周凡还在愤怒 瞥见韩爵的身影 他不由皱眉 站住 周凡开口喝道 此言一出 周围来往的弟子 纷纷停下来 韩爵则没有停 快步走出阁楼 准备前往其他灵池 周凡忽然拦在他面前 韩爵挑眉问道 这位兄台有事 你便是韩爵 嗯 你认识我 在夏天雷锋周凡 经常听闻莫师兄提起你 说你必定是 玉清宗未来的大能修士 韩爵汗颜 没想到莫妇仇到处吹他 他礼貌地问道 你找我有事 周凡一脸纠结 深吸一口气 道 我听闻你很受女子喜爱 莫竹师妹提起你时 也满眼桃花 我想请问 我该如何追求心上人 韩爵一脸问号 什么鬼 老子还以为 你要跟我斗法呢 韩爵认真道 我被修士 岂能为儿女之情沉沦 女子算什么 若得大道 天下归心 你想要什么 自然便能得到什么 你看我何曾跟女子走得近 丢下这番话 韩爵便缓过周凡 快步离去 傻子 你那相貌能跟我比 韩爵心中吐槽 周凡瞳一缩 震惊地看向韩爵的背影 好快的身法 此人果然厉害 周凡暗自想到 玄机他开始琢磨韩爵的话 莫副愁曾说过 韩爵的修炼意志 绝对是他平生所见第一人 他犹豫了一下 继续跟上韩爵 周凡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韩爵看到这行字 暗道莫名其妙 他能感觉到周凡在尾随自己 但他没有放在心上 接下来一年 韩爵待在火灵石内 将灵根修为提升到筑基进九层 周凡已离去两月 离开时 他一脸不甘心 韩爵估计他没灵石了 才屡法地 这次没才没屡 真惨啊 韩爵动身前往木灵石 用一年时间 将木灵根修炼到筑基进九层 至此 他的灵根只剩下水 还在筑基进八层 韩爵很满意自己的修为进度 内蒙考核也要开始了 韩爵回到洞府等待 刚回去不到半月 御幽风的钟声响起 所有弟子齐聚御幽幽店门前 铁佬也来了 铁佬的修为 仍卡在筑基进一层 资质太差 韩爵都忍不住同情他 当所有弟子跪拜在大殿门口时 大弟子柳三星忽然传音给韩爵 韩师弟 你认识一名叫邢洪玄的女子吗 907-2542-18 清传弟子 获得九龙除魔印 邢洪玄 韩爵眼皮一跳 这个魔女怎么跟柳三星认识 难道邢洪玄 跟随清明魔教潜入了万妖界 算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 万妖界内的情况也不知怎样 韩爵立即用传音术回复 不认识 师兄为何问我 传音术很简单 筑基修士只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很快就能学会 这些年 师兄跟随长教潜伏在万妖界 遇到清明魔教截略虎星白龙 我们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在长教的参与下 不伤一名弟子 清松拿下 后来长教告诉我们 之所以这般轻松 是因为得到了魔教叛徒的情报 所以长教才假装离开玉清宗 实则是埋伏在万妖界 这位魔教叛徒便是邢洪玄 年幼时被清明魔教服下某种毒药 威胁他来玉清宗做戏作 不过他一直心存仇恨 之前还想从外门一炼丹师 手里偷丹谱找到解药 可惜他想的太简单 外门的炼丹师 怎能化解魔教的毒药 后来他决定离开清明魔教 结果遭遇清明魔教的追杀 长教正好在跟踪 调查清明魔教的戏作 便出手救了他 因他没有危害过玉清宗 在此次围剿魔教兼人的行动有功劳 被长教允许 破格加入内门 成为内门弟子 柳三星传音说着 听得韩爵差点瞠目结舌 好在他极力控制自己的神情 行洪玄如今跟着 我们在主风修炼 师父正是静虚真人 静虚真人是长教的师妹 掌管主风 亲自带领何欣弟子 之前我们遇到行洪玄 听他打探一位叫韩爵的弟子 并说出了他们的交际 值得一提的 是他提到过的外门炼丹师 已经拜入我们御幽风 恰好这位炼丹师手下 有一位叫韩爵的奴仆 御幽风也有一位韩爵的弟子 韩爵师弟 你说巧不巧 柳三星细血地看向韩爵 韩爵尴尬 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婆娘竟然全招了 不过也没事 如今 他已经是驻基近九层的内门弟子 那段过去虽不堪 但影响不大 无奈之下 韩爵只好传音道 好吧 我便是他认识的韩爵 当时我没有选择 哼 师兄明白 只是师兄没想到你的资质如此卓远 柳三星打去道 让韩爵松了一口气 韩爵不由撇向铁佬 两人用的是传音术 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铁佬低着头 看不到他的神情 韩爵点开属性面板 查看人际关系 行鸿旋 练气近九层 可发展成道理 当前好感度为四点五星 这婆娘快要住基了 好感度四点五星 对韩爵最有好感的一人 看在你这么喜欢 我的份上 我就祝你未来少遭遇苦难 韩爵默默想道 说实话 他想不通行鸿旋 为何这么喜欢自己 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绝世无双 好吧 有时候颜值就是一切 另外 行鸿旋为何能掌握 清明魔教那么多情报 莫非他还有不为人知的特殊身份 这时 月幽店大门打开 所有弟子起身入殿 落座后 他们全都看向西玄仙子 西玄仙子开口道 内门考核即将开始 每一作风 必须至少派出十位弟子 此次有谁愿意参与 当即就有六位弟子举手 其中包括长院 韩爵觉得奇怪 西玄仙子没有提先天洞府之事 若是提了 估计都抢得要参加 莫非这是西玄仙子 给他开的后门 一边想着 韩爵一边默默举手 看到他举手 弟子们都诧异了 哟 韩爵师弟竟然要参加 哈哈 我以为韩爵师弟 还要继续闭关呢 就该如此 一只闭关会影响到心的 那我也要参与 有好几位弟子跟着举手 使得此次参与者超过十人 韩爵微笑 他没想到自己的影响力这么大 虽然他与其他弟子没有什么交流 但因为他经常在各个临时修炼 很多人都知道 玉幽峰有一位俊秀无比的年轻弟子 此事传到玉幽峰弟子耳中 便都猜到是韩爵 久而久之 韩爵虽低调 但内门已经有他的传说 靠帅出名 铁老看到韩爵这般受欢迎 眼神更加复杂 他在玉幽峰仍是小透明 没有存在感 此事敲定后 西玄仙子便让众弟子离去 单独留下韩爵 众弟子羡慕的看向韩爵 很明显 师父很看重韩爵 这是要看小灶 大门关上 韩爵抬头看向西玄仙子 不得不说 师父真美啊 韩爵来到内门已经数十年 还从未见过 有女修比西玄仙子更美 只是西玄仙子气势强大 让人不敢有亵渎之心 韩爵也只是感叹一下 并没有邪念 弟子们长得不如师父好看 郁青宗的颜值传承不行 你的修为又有精进 为师低估你了 三系全修 你的突破速度仍很出众 甚至可以说 郁青宗内无人可逼你 西玄仙子眯眼说道 仿佛要将韩爵看穿 他是真的很吃惊 短短八年 韩爵的其他两个灵根 都修炼到筑基近八层 这是何等天赋 最关键的是 他都没有教导过韩爵 他很好奇韩爵失诚何人 这都被师父发现了 师父才是真的厉害 韩爵回答道 马屁拍得明显 效果不咋地 西玄仙子道 你的功法 剑法都很不错 可并非郁青宗的绝学 想必你之前便有拜师 为师观察过你 你入宗后 一直勤勤恳恳地修炼 没有危害宗门的意图 又有人作证 你在外门出生 说明你只是年幼时 获得机缘 人各有机缘 为师也就不刨根问底 此次内门考核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 施展你的实力 不用怕惹来麻烦 在这郁青宗内 为师的面子还是有的 韩爵连忙败谢 他之前其实也有些担心 现在不怕了 直接用三清绝影剑平推 以西玄仙子与掌教的关系 估计掌教也是这样的猜测 这番话应该也是掌教李青子的意思 韩爵的潜力越大 郁青宗自然也越高兴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从今日起 你便是为师的清传弟子 为师会向宗门禀告 西玄仙子再次开口道 清传弟子 韩爵抬头看去 一脸意外 别看西玄仙子手下有数十位弟子 但大多都是为宗门收的 清传弟子并不多 屈指可数 你在郁青宗的身份提高 成为执教长老的清传弟子 获得一部法术秘籍 恭喜你获得九龙除魔印 韩爵眼前跟着浮现出两行字 他惊喜不已 连忙败谢西玄仙子 西玄仙子拿出一块令牌丢给韩爵 道 下去吧 韩爵接住一瞧 这是一块玉牌 上面刻着西玄二字 他将玉牌收好 然后行李离去 903 2063 第十九章 行红旋的心意 六系零根筑击九层 回到洞府 韩爵开始传承九龙除魔印 这是他的第三个法术 之前都是剑法 这一次不同 随着传承记忆涌入脑海里 韩爵进入顿悟状态 九龙除魔印 类似于掌法 但与刚猛的掌法不同 他是打出一道印 可以震魔去弦 用不同属性的灵力 打出九龙除魔印 将有不同的效果 韩爵虽然没有顶级印法资质 但灵根资质绝顶 使得他学习九龙除魔印 并没有遇到困惑 7日后 韩爵终于掌握九龙除魔印 距离内门考核已经近了 十八封执教长老 已经上交参与者名单 长院来访 告诉他内门考核的规则 十八封将搭建斗法台 弟子们会被安排去各封一对一斗法 直到最后掘出石墙 再在内门城池中进行斗法 让全宗观战 对此 韩爵倒是很喜欢 这样的话 他只需要当众出手三四次 曝光度不会那么高 即便此次取得风头 只要他低调 很快又没有人记得他 师弟 各封清传弟子凑办了宴会 去参加吗 长院问道 值得一提的是 长院也是西玄仙子的清传弟子 韩爵怀疑他们有亲戚关系 在他看来 长院资质一般 不去 你去吧 韩爵摇头拒绝道 一般而言 这种宴会很容易发生矛盾 都是各封的清传弟子 必然会争风头 尤其是在内门考核前夕 行吧 长院摇了摇头 然后离去 韩爵继续修炼九龙除魔印 虽然已经学会 但他想要彻底融会贯通 跟施展剑法一样 轻松自如 反正剩下的时间 也不够增强修为境界 就这样 时间一日日过去 内门考核终于开始 参与考核的十三位弟子 聚集在御优殿门前 大门上挂着一块大木牌 上面记载着弟子们的斗法地点 时间 第一日 所有人都得参与斗法 韩爵的第一站是在天珠峰 天珠峰在御清风内排得上前三 实力雄厚 时间是明日正午 韩爵记下后迅速回洞府 来到洞府前 他忽然瞧见一人 行鸿旋 数十年不见 身穿御清风道袍的他 比当初看起来气质更佳 夫君 行鸿旋惊喜地叫道 快步走到韩爵面前 韩爵无语 后退一步 道 姑娘 可不能乱喊人啊 行鸿旋眼嘴笑道 当初在外门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韩爵无奈 坦诚道 我那是逢场作戏 我若是拒绝你 我怕你杀我 没事 我当真了 我遇到掌教时 曾担心你会不会出卖我 但你并没有 给了我主动坦白的机会 我也才有机会 重新加入玉清宗 换得今日的地位 行鸿旋笑道 他从袖中掏出一只玉瓶 道 此乃玉清丹 正适合助击修饰增强修为 我还未助击 先给你用吧 我现在跟着竞须真人修炼 定期会获得这样的丹药 韩爵愣住 行鸿旋强行将药瓶递给韩爵 道 那门考核中好好努力 我当初没想到 夫君竟然是天才 我资质一般 后面我会尽力帮你 夫君若是成就原因 也不会亏待我 对吧 他笑得很甜 很纯情 丝毫没有摩羞的感觉 韩爵不知该不该拒绝 行鸿旋忽然转身离去 施展玉剑术 迅速消失于云雾之中 完全不给韩爵拒绝的余地 韩爵回到洞府内 他打开药瓶 发现里面有七枚玉清丹 他先服下一枚 他惊喜地发现 一枚玉清丹蕴含的灵气极为庞大 他赶忙运功练化 半个时辰后 他彻底练化完药力 转化为水灵力 胜过至少半月修行之功 以他的资质 半月修行之功 相当于常人数载修行 此丹如此厉害 这就是何欣弟子的待遇 韩爵暗自心惊 他忽然觉得 行鸿旋对自己的情有点重 同时 他很纳闷 仅仅是提供清明魔教 对万妖界的行动计划 就能让他有如此待遇 行鸿旋之前 也不过是练气修士 在玉清宗外门活跃 是如何打探到清明魔教的机密 看来他的身份 远非韩爵想象中那么简单 韩爵没有多想 继续服用玉清丹 三枚丹药后 他的水灵根 成功达到筑基进九层 他将剩下的玉清丹 全都转化为土灵力 成功达到筑基进九层 至此 六系灵根 全都达到筑基进九层 他神识往外扫去 此时已经是深夜 好霸道的玉清丹 怪不得炼丹师的地位如此崇高 韩爵默默想到 突然对丹药有了想法 主峰 一座幽暗的大殿内 行鸿旋坐在一名老道尼面前 此老道尼正是静虚真人 你将玉清丹给玉幽峰的那小子 你不后悔 静虚真人问道 行鸿旋轻声道 不后悔 徒儿已身陷勤妄 就因为他长了一副好皮囊 还不够吗 他的相貌确实出众 为师平生所见 也没有一位男子比他更好看 只是光凭长相便让你鼎力相助 为师觉得不值 他资质也很出众 我见到他时 他还没有修炼 我听长教说 他如今已经是筑基进九层 静虚真人簇眉 陷入深思中 这等天赋确实 他疑惑问道 为何这么多年 为师没有听说过他 行鸿旋回答道 长教说他很低调 自从入内门后 一直忙着闭关修炼 之前长教还想给他积元 但他以怕死为由拒绝 静虚真人戏血道 若是怕死 怎能有这般经历 看来他很坚定 也对自己很自信 行鸿旋点头 想起韩觉那张俊美至极的脸庞 他的脸色就有些飞红 看来为师也得多关注关注他 竟须真人似笑非笑道 正无 韩觉动身 前往天珠峰 他站在飞剑上 一脸纠结 今日要怎么演 不能表现得太强势 六系灵根筑基九层修为 再加上绝世剑法 韩觉还真没将内门弟子放在眼里 他打听过 参加内门考核的弟子修为最高 也才筑基近九层 更高修为的弟子早已出师 或者成为清传弟子 精英弟子 核心弟子 不需要内门考核的奖励 同等修为 韩觉觉得自己不可能输 检测到育青宗内门考核即将开始 你有以下选择 一 高调获胜 明镇内门 可获得一千块上品零食 二 低调获得前三 尽量降低影响 可获得一键领保 林宝 韩觉眼睛冒光 他之前听说过 林宝比法器更为强大 每一次的选择都有低调一项 看来与我最初选择的发展之路有关 韩觉默默想到 开启游戏人生时 他选择低调修炼 还开启了隐藏修为的功能 挺好的 我就喜欢这样 扮猪吃老虎 不对 狗到天下无敌 韩觉美滋滋地想到 他要当玉清宗的扫地僧 韩觉无法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得内门考核结束才能平定 他抖擞精神 加速飞向天珠峰 天珠峰 数十位弟子围着一座斗法台上 莫复仇 莫竹也来了 望着台上的战斗 两人的表情很古怪 韩觉与对手陷入胶着中 他大部分时候都在防守 躲避 明显处于下风中 对手是天珠峰弟子 越战越兴奋 第一轮遇到这样的弱者 太棒了 天珠峰弟子默默想到 他挥霍体内灵力 站的时候还保持姿势帅气 韩觉苦不堪言 演到这个份儿上 真的累啊 他一直施展七重换步躲避 但他还得尽量表现得 身法不精妙 他咬牙 继续坚持 随着两人斗法时间越来越长 观战的弟子们觉得无趣 陆续离开 莫复仇 莫竹还在观战 他不应该这么弱啊 莫竹忍不住问道 莫复仇平静道 他故意的 就在这时 韩觉忽然施展掘指神剑 以指为剑 射出剑气 动穿对方的肩膀 他脚踏七重换步 快速逼上去 一脚将对方踹下斗法台 比斗结束 主持斗法的三名执事 看得愣住 他们都走神了 没想到比斗突然结束 韩觉抱拳道 承认 他走向台下的三名执事 登记胜利 那名天珠峰弟子 失魂落魄地离去 莫复仇兄妹 立即迎上来 韩兄弟 你为何不直接取胜 莫复仇问道 在他看来 韩觉是玉清宗资质最卓越的弟子 没有之一 奈何韩觉太低调 其天赋没人信 韩觉摇头笑道 我只是找到了他的破绽 他看向莫竹 转移话题道 莫姑娘最近可好 他不提还好 一提 莫竹就气愤 早知道当初听你的 我去了李乾隆的洞府 结果遭遇摩修 同门弟子联手对付我 后来逼不得以跳崖 信得一名前辈出手相助 莫竹骂道 十分愤慨 韩觉问道 那前辈是谁 我也不清楚 他就下我后便离去 可能是玉清宗的某位高人吧 哦 话题到此为止 韩觉向兄妹两告词 迅速离去 莫竹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郁闷道 大哥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很避讳我 不希望与我多聊聊 莫复仇笑道 你的心思太明显了 韩兄弟是苦修士 不希望被儿女之情 迁伴了修行的脚步 一直苦修 人生还有意思吗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他追求的是长生 是大道 我看啊 你们俩就是一种人 我比不过他 回到洞府 韩觉继续修炼九龙除魔印 先前的斗法 他只是凭借着七重换步躲避 所以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 往后几日 韩觉皆是如此 每次都好的围观者 走光后才击败对手 手下败将们可不好意思提 于是 韩觉一路过关斩将 但名气一直不显 值得一提的是 大成进修士转世的周凡突然崛起 他接连胜利 杀入前十 整个内门都在讨论他 只因他要跟剑锋大弟子抢夺道理 许多人都瞧不起他 觉得他在痴心妄想 不过剑锋大弟子 并没有参与内门考核 他当众发话 若是周凡能杀入前三 他便同意以道理为条件 与周凡公开比动 此事在内门闹得沸沸扬扬 韩觉听完后 并不感兴趣 这样的剧情 他在小说里看太多了 这一夜 韩觉在洞府里修炼九龙除魔印 之前的比斗中 他还未曾使用过这一招 但随着这几天的修炼 九龙除魔印已经得心应手 韩觉可以在一秒内施展出此法术 大多数法术施展时 要掐动法觉 催动心法 并非像武功一样 直接打出来 不过随着熟练度的增长 迟早也能直接打出来 呼呼 洞府外传来风声 起初韩觉没有在意 可没过多久 韩觉莫名的不安 他连忙停下来 将神石蔓延出去 洞府外的空地并没有人 也没有妖兽 野兽 鸟情 弯月下 玉幽风竟然显得十分阴森 怎么回事 韩觉皱眉 外面的树木都没有摇动 说明没有风 可为何他还能听到风声 莫非是撞邪了 韩觉被己冒寒气 重生数十年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药 有修饰 有鬼也正常 韩觉紧张 摒弃宁神 倘若真是鬼怪 西璇仙子都没有发现 那得多强 妖魔鬼怪快离开 妖魔鬼怪快离开 他在心中念着 就在这时 他忽然瞧见 洞府石门的缝隙冒出一缕缕黑气 朝着洞内飞来 我擦 还真是鬼怪 韩觉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记九龙除魔印 一道金色玉玺 以横放姿态撞去 此金色玉玺之上 镶嵌着九条龙 霸气神威 直接震散黑气 跟着凭空消失 韩觉皱眉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赤力 按道理来说 九龙除魔印应该会继续往前撞 将石门撞到 他定睛看去 那些被打散的黑气 竟然又在凝聚 韩觉快步上去 再次施展九龙除魔印 轰 不够 再来 轰 韩觉站在黑气前 一掌一掌地打下 直接在地面上打出一个大坑 旁边的洞底跟着裂开 这还是他精准把空下 否则一掌就能震他整座洞府 等等 住手 停下 停下 一道哀嚎声跟着响起 韩觉不由停手 皱眉俯视黑气 老夫是欲轻松的太上长老 你个后辈如此不尊重老前辈 黑气气急败坏的吼道 听得韩觉愣住 太上长老 只见黑气迅速凝聚成人形 很矮 只有半米高 此人瘦骨灵巡 穿着宽大的白袍 满头白发 正愤怒地仰视着韩觉 韩觉无奈道 前辈 深更半夜 你潜入我洞府 你想坐甚 太上长老美好气道 老夫只是在修炼神通 原神出窍 听闻你这座洞府有声响 忍不住好奇便进来瞧瞧 骂归骂 他心里很震惊 死子刚才施展的是什么法术 竟然差点将他诛杀 其灵力感觉已经不逊色于金丹镜五层 玉清宗内门已经如此优秀 880-8997 第21章 天刚今生 势不可挡的周凡 此事 我得告诉我师父 前辈这样做 很容易吓死弟子 韩觉摇头道 他真的很无语 深更半夜修炼神通 装神弄鬼 刚才 他就应该直接震杀 这位太上长老的元神 别别别 老夫这不是一时起了完现 老夫给你道歉 太上长老连忙说道 韩觉乐乐 问道 你认识我师父 嘿嘿 其实你师父是我的徒儿 包括当今长教也是 太上长老昂首挺胸 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 然而 韩觉面不改色 并没有动容 太上长老的笑容 顿时垮下来 这后辈莫非不信 韩觉开口道 那今夜之事 我当没有发生 你走吧 当真 嗯 太上长老立即转身离去 刚走几步 他忽然回头问道 小子 老夫看你骨骼惊奇 要不要继承老夫的衣钵 韩觉挑眉问道 什么一波 老夫将盖世功法天罡精神传授于你 想练吗 整个玉清宗 只有掌教与老夫会 天罡精神 听起来好牛屁 韩觉眼睛一亮 可转念一想 不对劲 两人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这老头为何传他功法 必定有诈 想坑我 韩觉摇头道 算了 多谢前辈好意 太上长老的笑容再次凝固 他冷哼一声 拂袖离去 半个时辰后 韩觉离开洞府 朝着御优殿飞去 他来到大门前跪下 大门轰然打开 韩觉迅速走进去 为何深夜到访 西玄仙子开口问道 他没有睁眼 韩觉跪在他面前 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实说出来 西玄仙子睁眼 紧簇眉头 他心中不愿 这死老头又不安分 你差点杀了他 西玄仙子好奇地问道 韩觉挠头道 前辈在修炼神通 我也只是能抵挡而已 这些都不重要 师父 他会不会再来骚扰徒儿 徒儿可不想每晚担惊受怕 放心吧 明日为师就去找他 若是他敢再来 为师亲自动手 多谢师父 嗯 韩觉松了一口气 这下子他彻底放轻松 临走之前 他好奇地问道 师父 天刚精深厉害吗 那位前辈想传授我此功法 厉害 堪称玉清宗最强功法 比玉清爵还要强横 不过练之前需要斩掉人根 何为人根 拿而知本 韩觉想破口大骂 果然 那个老东西 没安好信 等等 这样说来 太上长老和长教已经 韩觉发现了一个惊天八卦 只觉得三观碎了 此事不得外传 西玄仙子严肃道 徒儿明白 韩觉说完便行礼 然后起身离去 回到洞府 韩觉仍在想天刚精深 怪不得李清子 即便喜欢西玄仙子 两人也未接道理 还是前辈狠啊 同样是远离女人 他们直接斩断自己 韩觉佩服 同时在心里给太上长老 打上不可信的标签 四日天亮 韩觉动身前往内门城池 内门考核前世强的斗法鱼正午 正式开启 内门考核与内门大比不同 内门考核是通往精英弟子的途径 可以自由报名 内门大比则是十八封斗法 决出排名 互相激励 斗法台已经搭建好 位于城池中央的广场上 长宽百丈 周围已经人山人海 不少弟子乘着飞舰悬浮在空中 十分壮观 诗殿 你终于来了 长玉二立即扑上来 兴奋到 玉幽峰来了十数位弟子 全都围过来 为韩觉加油打气 韩觉看到这么多人 不由皱眉 这么多人 怎么演 要不然干脆点 时间全秒了 韩觉陷入犹豫中 他忽然感受到一道目光 他扭头看去 周凡正在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充满战意 韩觉莫名其妙 我什么时候招惹他了 周凡想起莫复仇告诉他的话 此次内门考核中 他最大的对手便是韩觉 莫复仇说 韩觉一直隐藏着实力 已经不逊色于精英弟子 正因如此 周凡一直拿韩觉当假想敌 他很不理解韩觉 资质卓越 相貌惊艳 为何这般低调 听说莫竹看上了韩觉 但韩觉一直躲避 韩觉越低调 周凡就越心酸 不过 我已经有了强大法宝 他定不是我的对手 周凡坚定地想道 这时 莫竹忽然来到韩觉面前 兴奋道 韩兄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夺下第一 长月警惕道 你谁啊 莫竹看向他 两女皆看对方不爽 韩觉看到他们即将爆发矛盾 大感不妙 夫君 一道笑声传来 韩觉扭头看去 行红旋竟然来了 长月 莫竹 起起扭头看去 糟糕 火星撞地球 韩觉立即转身离去 远离是非之地 三女却没有跟上去 而是走到一起 开始针锋相对 周围的御幽峰弟子 则很羡慕韩觉 长得好看 就是有恃无恐啊 这么多美貌师妹 赶着送上门 他还不在意 遭天遣 正午 内门考核正式开始 此次主持内门考核的是 天雷峰的道雷老仙 另外十七峰的执教长老都没来 来的都是普通长老 只是唐主等观战的内门弟子 凡人奴仆超过两千人 内门弟子虽不算众多 但在内门城池里有不少凡人奴仆 第一场斗法便是韩觉上台 韩觉听到自己被叫名字后 立即上台 欲幽峰韩觉 对战 天雷峰周凡 华 周凡之名一出 台下沸沸扬扬 最近周凡是内门中最出名的弟子 他堪称是废柴逆袭 据说手里有一法宝 贱人秒人 战无不胜 势头极为迅猛 周凡抱拳笑道 韩兄 此次你可得尽全力 韩觉面无表情 问道 当真 当真 周凡抬起右手 掌心之中冒出一座黑色小钟 森然诡秘 附近一座阁楼上 长老 执事们皆是皱眉 他们早就听说周凡有一法宝 很强 据说此宝还是周凡的半生法宝 何为半生法宝 便是随着人一同诞生 一般而言 半生法宝都是先祖的 这类人即便资质不行 有先祖契运庇护 成就都不会低 今日一件祠宝 他们都觉得了不得 周凡在此次内门考核中 或许真能夺得第一 873 5411 第22章 获得领宝 金蝉玄神医 看到周凡如此自信 韩觉决定动真格的 在周凡没有展现出强大实力前 将其击败 这样影响力就不会大 否则 周凡要是表现得足够强 韩觉再将其击败 想低调都不行 这么多人观战 韩觉不可能拖到所有人都离开 想罢 韩觉台步走向周凡 莫竹脸色凝重 道 周凡的半生法宝很强 因为此宝 师父破例将他收为清传弟子 长院不屑道 跟我韩师弟比 他差得远 行红旋没有开口 美目紧紧盯着韩觉 周凡一脸自信笑容 不过看到韩觉静止 向自己走来 他还是莫名的心慌 因为他听莫复仇 经常吹韩觉 久而久之 他就觉得韩觉很强 今日我便要击败他 一飞冲天 你看好了 我要让你后悔 让你明白 你看走眼了 周凡默默想到 一想到那张笑叶如花的俏脸 他就火大 他举起黑色小钟 准备展现出自己的锋芒 他面露疯狂笑容 天骄又如何 今日我周凡便要堂堂正正的击败天骄 秀 一道剑光闪耀 晃得周凡下意识闭目 扑 周凡被轰得吐血道飞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飞出斗法台 静 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 他们都还没回过神来 斗法开始了 斗法结束了 就连坐镇本次内门考核的盗雷老仙 都不由瞪大眼睛 韩觉收手 身后的剑影迅速消失 只出现不到两秒 他转身朝着盗雷老仙 弯腰抱拳 盗雷老仙回过神来 宣布到 玉幽峰 韩觉获胜 哄 全场轰动 男弟子们都在讨论 女弟子们看向韩觉的目光 都在放光 这么快 周凡不过如此啊 是韩觉太强了 韩觉是谁啊 玉幽峰何时出了这样一位天骄 他长得这么俊 莫非就是女弟子们经常讨论的那位 韩觉迅速下台 消失于人海中 由于斗法台没有遭遇破坏 第二场斗法很快便开始 周凡在一群天雷风弟子的搀扶下 退出人群 他嘴角还挂着血迹 脸色苍白 双目无神 整个人失魂落魄 打击太大了 他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败的 但被三清绝影剑撞上的瞬间 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明白韩觉可以杀自己 前一秒他还信心满满 后一秒他就掉下斗法台 周凡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明白自己要变成笑话了 长叶儿 行红旋 莫竹想要找寻韩觉 却发现找不到这家伙 韩觉隐藏在人群中默默观战 一个时辰后 五强掘出 五位弟子将抽签 掘出轮空者 轮空者直接晋级前三强 弟子们都没有意见 到了这一步 大家的实力差距都不大 谁都可能前三 运气 本就是修行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东西 韩觉犹豫 要是自己轮空成为前三强 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弃 反正前三可以选择先天动服 可以 这样的话 他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 他默默祈祷 轮空者 欲忧封韩觉 到雷老仙开口宣布道 其他四位弟子 向韩觉投来羡慕 以及警惕的目光 他们都目睹韩觉秒胜周凡 这次的灵力 都没有怎么消耗 完全是全胜状态 韩觉狂喜 他默默走下台去 长月三女立即围过来 让他来不及逃走 师爹 这次你很有希望夺得第一啊 长月兴奋道 墨卓 行红旋也很激动 他们都爱慕韩觉 自然希望看到韩觉出尽风头 韩觉摇头道 我不行 走到这里 已经很不容易 正往这里挤过来的周凡一听 差点没憋过去 他还想请教韩觉 击败自己的那一招 是什么法术 结果听到这样的话 周凡气急攻心 忍不住喷血 将前面一名弟子 喷得满头是血 他连忙转身离去 韩觉扭头看去 已经瞧不见周凡的身影 接下来的两场斗法 都无比精彩 法器 法术 身法 符咒等等 展现的淋漓尽致 四位弟子的实力都很全面 可谓是势均力敌 无论谁胜谁负 都贡献出精彩的表现 三强登台 三人各自一战 每人战两场 全胜为第一名 一胜一负为第二名 两负为第三名 道雷老先开口道 韩觉忽然举手 报 长老 我认输 之前为了快速战胜对手 我的灵力耗尽 还未恢复 直接让他们二人决一胜负吧 我甘愿当第三名 华 所有人哗然 长院三女也瞪大眉目 人群的周凡一听 不由愣住 真是如此 倘若不是如此 韩觉为何认输 原来我没有那么弱啊 周凡对你的好感度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韩觉看到眼前这行字 按道神经病 道雷老先深深的看了一眼韩觉 然后点头 更改规则 韩觉为第三名 韩觉立即下台 接下来的斗法 比起先前精彩程度要弱一些 两人都已经消耗不少灵力 韩觉觉得自己可以一条二 最终前三强决出 本次内门考核结束 前三强跟随道雷老先 前往主峰 遇见飞行的途中 韩觉眼前浮现出 你在内门考核中低调获得前三 获得一剑灵宝 恭喜你获得七品灵宝 金蝉玄神一 金蝉玄神一 七品灵宝 可自动抵御敌人的攻击 最大可抵御化神修士一击 若是注入灵力 防御力将增强 韩觉挑眉 抵御化神修士一击 这么厉害 不愧是比法器 法宝更强的灵宝 七品灵宝 莫非还有六品 五品到一品 一品灵宝又得多强 韩觉默默猜测 他心情愉悦 这一波太爽了吧 得到金蝉玄神一 他的安全感大增 再加上先天洞服 可谓是大丰收 穿上金蝉玄神一 他就能安心修炼 不怕偷袭 化神修士极其少 像玉清宗数百年 难诞生一味 不过金蝉玄神一只能保护他 他撞上原因修士 对方杀不了他 他也杀不了对方 韩觉忍不住露出笑容 当第三这么高兴 莫非是西玄仙子 让你只争第三 道雷老仙忽然开口问道 前方的两位弟子 跟着扭头看向韩觉 表情古怪 他们不傻 也觉得韩觉的认输太诡异 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 所以他们没有质疑 865 6963 第23章 得先天洞服 目标金丹镜 韩觉回答道 晚辈不是高兴获得第三 只是第一次来煮风很激动 师傅也没有 让我只争前三 我入风碗 虽成为清传弟子 但师傅说尽力就好 道雷老仙哼了一声 显然不幸 周凡是他的清传弟子 韩觉只击败周凡 便认输 无疑是折损天雷锋的颜面 但他身为前辈 又不能直接指责 韩觉朝另外两位弟子 礼貌性地笑了笑 三人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当下也不适合交流 没过多久 他们进入主风 道雷老仙带他们面见 静虚真人 然后自己率先离去 本次内门考核的前三名 皆可晋级为精英弟子 另外 你们可以选择先天洞服 由第一名先选 静虚真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三座先天洞服 这三座先天洞服 围绕在一片群山边缘 韩觉扫了一眼 估计是玉清宗地图 这是把我们安排 成为保安 韩觉心中吐槽 三座洞服 刚好将十八分包围 吐槽归吐槽 先天洞服 先天洞服的吸引力太大了 相当于免费的灵池 韩觉忍了 现在他有金蝉悬神医 也不怕危险 竟需真人开始介绍三座洞服 第一座先天洞服 火灵器 风灵器极其浓郁 第二座先天洞服 水灵器 火灵器 木灵器较为浓郁 第三座先天洞服 灵器虽然达到灵池的灵器浓郁程度 但灵器属性混杂 没有意外 第三座先天洞服 属于韩觉 能达到这一步的修饰 都是三灵根 四灵根的天才 但修一种灵器 所以会选择前两座先天洞服 韩觉没得选 而得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先天洞服 选择好先天洞服后 韩觉得到了一张符纸 撕开符纸便能找到目标 三人行礼离去 走出大殿后 韩觉直接撕开符纸 一只金色鸽子凭空出现 朝着远方飞去 韩觉立即跟去 另外两人互相行礼 跟着离去 跟着金色鸽子飞了半小时 韩觉终于找到先天洞服 此洞服位于一片山林之中 金色鸽子飞入山壁 山壁泛起光芒 韩觉感受到有灵力波动 估计之前有法阵存在 山壁幻化出一个洞口 韩觉立即走入其中 动到可容三四人并走 走过五十步 他看到洞室 洞室很大 洞壁潮湿 洞顶有口 寒风吹来 在洞室中央还有一片冒着热气的水池 长着不少水草 韩觉感受到浓郁的灵气 确实不逊色于内门的灵池 甚至还要浓一份 六种属性灵气都有 韩觉心满意足 他先拿出金蝉玄神衣 穿在身上 再披上玉青棕道袍 一穿上此灵宝 韩觉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好有安全感 韩觉笑得很开心 他重新走到洞口 他抬头往上看去 专属于他的洞服 怎么也得提名啊 他以纸为剑 在洞口上方刻字 忍一时海阔天空 韩觉满意点头 字写得不错 苍劲有力 能体现出他强大的剑气 提名后 韩觉在附近批树 他要造出桌椅板凳床 御幽殿 西玄仙子面无表情 长月儿在他面前 讲述那门考核 听到韩觉进入前三后 直接认输 他的嘴角便不由抽动 这小子 太没志气了吧 西玄仙子欣赏韩觉的向盗之心 但无法理解 他为何如此爬出风头 耸得离谱 关键是韩觉的相貌还极其出众 想不出风头都难 师父 韩师弟幼时 是不是遭遇过迫害 长月儿问道 西玄仙子若有所思 看来得问问铁佬 莫非铁佬曾折磨过韩觉 一想到这儿 西玄仙子眼神一冷 他本来就对铁佬不感冒 若非铁佬在外门功劳大 即便助击入内门 也没有人愿意收 因为资质太差了 内门考核结束后 韩觉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弟子们提起他也是一笑而过 韩觉也没有再去内门城池 一直待在仙天洞府修炼 他准备早日炼成金丹 他的六系灵器已经达到助击镜九层 只需再练到圆满便可成就金丹 韩觉斗志昂扬 达到金丹镜 他就能施展六道轮回宫的神通 六道轮回宫自带神通 不过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 金丹镜便自带一种神通 半月之后 有人前来拜访 莫副仇与周凡 两人望着洞口上刻着的七个字 顿时陷入无语中 忍一时海阔天空 还真是符合他的尿性 韩兄弟 莫副仇前来拜访 莫副仇抱拳喊道 过了数秒 洞门大开 两人当即走进去 再次见到韩觉 两人看到他在池边打坐修炼 韩觉睁眼问道 两位兄弟来找我何事 周凡复杂地盯着他 莫副仇笑道 最近清明魔教与我们玉清宗的摩擦越来越大 指不定每一日就会全面开战 我们想邀请你一起去做任务 端掉清明魔教的一处分舵 据说那座分舵有不少灵丹妙药 能帮助你修炼 来之前 莫副仇就想过 想要打动韩觉 还是得拿修炼来说是 韩觉摇头道 多谢你们的好意 我暂时不想离开 我得闭关突破 闭关突破 两人愣住 周凡忍不住问道 你要成就金丹镜 韩觉点头 金丹镜没有那么好突破 面临的天结比助击进食还要恐怖 你得依靠一些杜结丹 化解天雷之力 巩固到心 莫副仇提醒道 周凡跟着说道 此次任务事关重大 若是我们表现好 必定建功 日后在玉清宗内的地位 也会水涨船高 还能在修真界闯出一番名声 你得到同门弟子的邀请 面对名利 你有以下选择 1.答应他们 一同去建功 可获得一块下品零食 2.拒绝他们 低调修炼 可获得一剑法器 韩觉眼前忽然冒出三行字 这 还用选 韩觉义正言辞道 抱歉 我对名利不感兴趣 只想踏踏实实修炼 他日若是玉清宗有难 我必然奋不顾身 粉身碎骨 但当下 我不想离开玉清宗 860 1391 第24章 成就金丹 麒麟剑 任凭莫复仇 周凡如何劝谏 韩觉就是不松口 两人只能无奈离去 离开洞府后 两人飞出一段距离 周凡忍不住道 他虽然厉害 但未免太胆小了吧 说的好听 在周凡看来 就是怕死 他从玉幽丰弟子嘴里打听过 韩觉什么都好 就是胆子太小 莫复仇这一次没有帮韩觉开脱 叹气道 修行一事 不能一直闭关 你我皆凡人 还是得争机缘 走着瞧吧 他迟早会醒悟 周凡点头 他忽然期待此次任务之行 一旦得到那些灵丹妙药 他或许能超越韩觉 一想到这里 周凡心里火热 之前在内门考核中 被韩觉直接秒了 给他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他虽不恨韩觉 但一直想要找回颜面 恭喜你获得小乾坤腰带 小乾坤腰带 蕴含一片庞大戒子空间 可荡储物戒 储物袋使用 腰带收缩自如 不易被摧毁 韩觉挑眉 看向手中的小乾坤腰带 小乾坤腰带如同一幅画卷 只是这幅画卷很窄 他将神石探入腰带中 里面是一片戒子空间 足有千里方米 比他的储物袋大得多 他立即滴血认主 成功后 再将储物袋里的东西 全都丢入小乾坤腰带内 再将腰带系在自己的腰间 小乾坤腰带微微一缩 紧紧愣住他的衣袍 但他的腰并没有束缚感 也没有松垮的感觉 很舒服 韩觉玩弄了一会儿 便继续修炼 两年转瞬即逝 他的六系灵力 全都达到圆满 他准备肚结 他直接在洞府内肚结 开启结界功能 金丹镜的天结虽霸道 但还没有到摧毁山体的地步 主要是集结在突破者的头顶 据说金丹镜天结容易产生心魔 十位助击修士 只有两三位能突破成功 要么被天结劈死 要么走火入魔 韩觉资至绝顶 又修炼了顶级功法 自然不怕这些 随着他不断催动心法 头顶凭空聚集起阴云 雷电闪耀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在韩觉心里响起 你想要什么 名 力 女人 你已经够强 不要再隐忍 向世人展现你的强大吧 这道声音好似魔鬼 不断蛊惑韩觉 韩觉无动于衷 甚至想笑 这就是心魔 都不足以让我破防 韩觉双手变幻 体内灵力跟着涌动 助击 结晶蛋 他的丹田内 开始聚集灵力 好似人体中的漩涡中心 一道道天雷 忽然从阴云中劈出 不断落在韩觉身上 韩觉直接施展六道轮回弓 吸收天雷 六系灵力度结 简直稳得不行 韩觉的雷灵根 无法完全吸收天雷 但靠着其他灵力抵御 使得他感觉不痛不痒 很快 他就发现 不是他的灵力强悍 而是金蝉玄神医 这件灵宝竟然可以帮忙杜结 韩觉惊喜地想到 金蝉玄神医 能抵挡化神修士的进攻 日后杜结原因 是不是也可以 韩觉激动起来 真是好宝贝啊 韩觉抖擞精神 继续杜结 七日之后 韩觉终于杜结成功 恭喜你突破至金丹镜 获得一把绝冰法剑 恭喜你获得麒麟剑 麒麟剑 麒麟金骨所造之剑 蕴含麒麟魂魂魄 具有驱邪效果 韩觉手中 跟着出现一把剑 此剑通体漆黑 剑刃上端 镶嵌着麒麟铃片 剑柄更是霸气 剑刃三指宽 有一米异长 手握此剑 韩觉的手心感受到清凉 好俊的剑 跟他很搭配 韩觉将麒麟剑收好 然后开始巩固金丹静修为 半月后 他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弓第三层心法 同时传承第一个神通 六道吸魂 顾名思义 此神通可吸收魂魄 尤其是孤魂野鬼 掌握此神通后 还能让韩觉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魂体 韩觉学会心法后 便开始修炼该神通 顶级的六系灵根资质 让他用了十日学会 神通就是神通 比法术更加深奥 威力自然也更强 韩觉很想找孤魂野鬼试试 但这里是玉清宗 他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韩觉 寿命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九 种族 凡人 修为 金丹静一层 功法 六道轮回宫 可传承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爵引剑 绝世 九龙除魔印 神通 六道吸魂 法器 金蝉玄神衣 七品灵宝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吃 见到资质顶级 见到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爵士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查看人际关系 寿命长到了三百九十九岁 还不错 三百多年 足够他突破到圆英井 用时超过百年 就算他输 韩觉得意地想到 他忽然想起来 内门考核结束后 他还没跟西玄仙子告别过 有事李硕 韩觉当即起身离去 离开洞府后 他飞往玉清中内门 方向很好辨别 十八峰太引人瞩目 韩觉一边遇见飞行 一边查看人际关系 重头像的好感度 仇恨度 几乎没有变化 他点开邮件 你的好友李清子 遭遇魔修袭击 你的好友李清子 遭遇魔修袭击 省略数十峰提醒 你的好友李清子 遭遇魔修袭击 身受重伤 侥幸逃脱 韩觉愣住 掌教被魔修袭击 这么多邮件 看样子很惨啊 韩觉不 有紧张起来 莫非清明魔教 很快就要袭击御清宗 一边想着 韩觉一边到达玉幽峰 他迅速来到 玉幽殿前跪拜 大门打开 他起身入殿 韩世殿 你终于舍得回来 长月儿幽怨道 韩觉挑眉 这丫头 莫非真是西玄仙子的亲切 怎么每次来都能撞见她 长月儿的修为 已经提升到 驻基进五层 这般速度放在寻常人之中 确实算得上快 但跟韩觉不能比 完全不能比 韩觉跪拜在西玄仙子面前 道 徒儿拜见师傅 内门考核结束后 徒儿急着修炼 忘记来拜访您老人家 西玄仙子眼睛一眯 问道 你还知道回来 为师以为你已经背叛师门 韩觉悍言 他正要解释 西玄仙子继续说道 玉卿宗即将迎来 前所未有的灾难 为师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直接离开玉卿宗 819-1833 第25章 刷好感度 全能师姐 第三更 听到西玄仙子的话 韩觉第一反应是 西玄仙子 在开玩笑 这时 他眼前 忽然浮现出三行字 玉卿宗长教遭遇危难 生死未卜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离开玉卿宗 流浪修真戒 可获得一瓶聚气丹 二 留在玉卿宗 直至玉卿宗覆灭 或者清明魔教 放弃针对玉卿宗 可获得一剑法器 一本法术秘籍 韩觉皱眉 他下意识就想第一个选择 远离危险 不过转念一想 我穿着金蝉玄神衣 我怕什么 韩觉问道 那师父您呢 西玄仙子一脸平静 回答道 为师与玉卿宗生死共存 长月儿欲言又止 韩觉认真道 那徒儿便随师父生死共存 做任务 顺便刷好感度 西玄仙子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的好感度为三星 三星了呀 再长一颗星 是不是可以发展成道理 韩觉脑海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想歪了 我心向道 不得龌龊 西玄仙子面不改色 问道 当真 你不是怕死 人故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我追求长生 但也不想弃师父而去 为师并没有教你什么 虽未教导 但恩情深重 师父多次为徒儿争取机缘 还帮徒儿摆平一些潜在的麻烦 徒儿都记在心里 这番话 他倒说的是真话 重生再世 活了六十多载 西玄仙子 算是对他最好的人 行鸿玄虽然对他最有好感 但曾经威胁过他 自他败入西玄仙子门下 西玄仙子未曾为难过他 即便他没有按照西玄仙子的吩咐做事 西玄仙子也没有责怪过他 这样一位好师父 韩觉还真不想让他死去 不过若是遇到不可抗拒的敌人 那韩觉还得先保自己的命 人生的主线任务不能乱 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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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韩觉的一番肺腑之言后 西玄仙子露出笑容 心中充满欣慰 不愧是我玉幽风的弟子 不过事情还未严重到宗门解散的地步 长教失踪 但玉清宗的底蕴还在 为师只是看你平日里极其怕死 便让你提前离去 西玄仙子笑道 韩觉点头 问道 长教是在哪里失踪的 他去调查清明魔教 原来如此 韩觉顿时放心 要是在玉清宗被人掳走 那还得了 清明魔教围攻李清子数十次 都只是将李清子重伤 看样子应该没有化神存在 那样的话 韩觉就不虚火了 原因打不死他 最近修行上可有困惑之处 西玄仙子问道 眼神柔和 说起来 他还未真正教导过这位徒儿 韩觉摇头道 没有 就不劳师父费心了 跟着西玄仙子修炼 岂不是会暴露他金丹镜的修为 到时候 要是传到宗门长老们耳中 指不定要拉着他去当劳动力 西玄仙子一听 顿时哼道 那就滚吧 敬尊施令 韩觉离去 他刚出店 西玄仙子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长月 道 按照我说的帮你师弟 长月点头 兴奋的起身 韩觉刚飞出玉幽风 就听到身后传来破空声 他扭头看去 长月遇见追来 韩师弟 等等师姐 长月招手喊道 满脸开心的笑容 韩觉皱眉 跟着停下来 长月来到他身旁 养了养手中的储物袋 道 这里面有一套法阵 以及一些灵草种子 师父让我帮你布阵 以及种植灵草 增长你洞府内的灵气 韩觉一听 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抱拳道 多谢师父 多谢师姐 长月笑得更加开心 两人继续飞往先天洞府 来到洞府门口 长月看到石门上的字 神情古怪 喃喃道 忍一时海阔天空 这名字 韩觉面无表情 率先入洞 长月紧随其后 他停在洞道边缘 从储物袋里 拿出法阵器材 开始布阵 韩觉转身回来 站在他身后 认真观察 学习如何列阵 对以后也有好处 长月注意到他在身后 不由更加认真 弄了近一个时辰 长月才不好阵法 开关被他镶嵌在洞壁上 是一块玉石 往里面注入灵力 便可启动 此阵法可以隐藏洞口 若是强行闯入 将置身于幻境之中 无法自拔 韩觉感慨道 没想到你还会这些 长月得意笑道 你以为我经常跟着师父 是在学什么 别看我修为不如你 炼丹 制服 布阵 曲斜等等 我都会 韩觉对他刮目相看 长月转身走入洞府内 他打量了一番 然后走到池边 开始种植灵草 他日我若成仙 让你给我当药童 你得好好增长你这些能力 韩觉笑道 长月哼道 想得美 我可是你师姐 我要当也得当 哼哼 他忽然笑了起来 韩觉装傻 没有接话 长月自讨没趣 继续种植灵草 一盏茶时间后 他种完了所有种子 韩觉连忙道谢 就这样吧 不打扰你修炼了 过段时间 师姐搬过来跟你做伴 如何 长月眼嘴笑问道 还朝韩觉抛了一个媚眼 韩觉警惕 问道 你想蹭我的洞府 长月丢给他一个白眼 气得转身就走 等他离开洞府后 韩觉才长出一口气 他拍了拍胸膛 喃喃道 韩觉啊韩觉 想保住你的身躯 真哪啊 韩觉走到洞口 将法阵启动后 便回到牧床上 开始修炼 金丹镜一层 可满足不了他 炼成六道轮回宫第三层后 他的那气速度远超从前 再加上先天洞府的浓郁灵气 他修炼得很愉快 一黄眼 五年转瞬即逝 韩觉的雷灵根 修炼到金丹镜三层 其他灵根 则还未修炼 他打算先将雷灵根 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再修炼其他灵根 毕竟清明魔教 随时都可能来袭 例如丹药 天才地宝 功法等 韩觉的寿命大限 只是他最基础的寿命限制 倘若修炼无法突破 还可利用其他办法增长 这五年里 玉清宗平安无事 然而 长教李亲子 经常遭遇魔修追杀 一直重伤 莫复仇 周凡也时常遭遇魔修袭击 看来他们闯荡得很精彩 每当看到他们被魔修袭击 韩觉就很庆幸 幸好没有跟他们一起混 韩觉此时还在修炼 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是否查看其来历 797 2009 第26章 天生魔胎陈三天 先天气韵者 韩觉皱眉 难道洞府外有人 他连忙查看其来历 陈三天 天生魔胎 对魔道功法 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年幼时随着父母流浪 父母被流寇杀害 意外觉醒魔胎 年仅七岁的他 将上百位流寇诛杀 杀心释放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直至加入清明魔教 如鱼得水 如今位列清明魔教核心大弟子 果然是清明魔教的人 核心大弟子 也就是说 还没有达到长老级别 按照韩觉的了解 清明魔教与御清宗的实力相差不多 陈三天顶破天也就是金丹镜九层的修为 此人来御清宗坐身 就他一人 还是隐藏着大部队 韩觉起身 小心翼翼的来到洞口 他往外看去 只见一名黑衣男子 从不远处的树林里走出 鬼鬼祟祟 韩觉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气息 若非清眼所见 他可能发现不了陈三天 除了陈三天 并无他人 陈三天走到洞府门口 他的目光落在山壁上的一行字 忍一时海阔天空 可笑 御清宗的人果然都是缩头乌龟 陈三天忍不住讥笑道 洞道里的韩觉感觉被冒犯了 找死啊 韩觉施展三清掘影剑 三道剑影悬浮在身后 随时准备震杀陈三天 因为震法原因 陈三天也看不到韩觉 感受不到韩觉的气息 两人相聚不到十步之遥 陈三天瞧了一会儿 察觉到不对劲 莫非这是洞府 陈三天眯眼 他翻手拿出一把剑 轻轻捅向山壁 咻 咻 咻 剑光闪耀 晃得陈三天下意识闭眼 他本能地往后跃去 三道剑影犹如闪电 直接洞穿陈三天的身体 鲜血飞剑 陈三天犹如沙包般落在十数米外 撞上一棵大树 震的树叶如雨般落下 好痛 陈三天咬牙抬眼看去 三道剑影悬浮在他头顶 随时准备落下 吓得他差点魂飞破散 这是什么 他连忙叫道 前辈 助手 站在洞口的韩觉摇头 这么弱 一击就承受不住 还是说 我的三青 绝影剑太强 韩觉摸着下巴思索 遭遇三青绝影剑的袭击后 陈三天的灵力气息也显现出来 韩觉对比了一下 陈三天的灵力并没有他强 只是他看不透陈三天的境界 也就是说 陈三天境界比他高 但灵力的强度不如他 六道轮回宫的霸道效果 终于浮出水面 韩觉心情美妙 他开口问道 你来玉清宗想干什么 陈三天回答道 偶然路过此地 我并不想进入玉清宗 真是说谎信手拈来 三道剑影再次坠下 陈三天色变 连忙向旁边跳去 但他的右腿 还是被剑影冻穿 直接钉在地上 他跟着摔倒 好似恶狗扑矢 可恶 陈三天憋屈的爆炸 他可是清明魔教的核心大弟子 竟然还没出手 就被对手降服 三道剑影犹如鬼魅 速度快的离谱 定在他腿上 竟然还在笑容他体内的灵力 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陈三天很慌 他调查过玉清宗 玉清宗并非纯粹的剑修宗门 长老之中 也没有人会如此厉害的剑系法术 莫非是神秘的太上长老 陈三天 先天魔胎 清明魔教大弟子 若是将你交给玉清宗 你觉得你会是什么下场 韩绝的声音再次传来 陈三天脸色巨变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对方怎会知晓他的底细 陈三天彻底慌了 连忙跪拜先天洞府 惶恐道 前辈 我错了 我错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并未杀过玉清宗弟子 韩绝在犹豫 要不要杀陈三天 根据他看小说的经验 杀这样的天骄 可能会引起后续不断的支线剧情 一般而言 天才身上都带着长辈的联系手段 一旦死了 其长辈便会感应到 然后追杀主角 杀了小的 来大的 杀了大的 来老的 杀了老的 天上来更老更大的 要不然把他抓起来 以后掌教要是被抓了 正好拿他跟清明魔教换掌教 韩绝默默想到 他觉得可行 反正 他穿着金蝉悬神衣 陈三天不可能伤到他 韩绝右手一挥 三道剑影凭空消失 陈三天不敢逃脱 只能跪在原地 瑟瑟发抖 他已经受伤 以韩绝表现出来的实力 他就算拼尽全力的逃 也逃不掉 进来 韩绝的声音飘来 洞口显现 石门打开 陈三天看到韩绝 好俊的男子 好年轻 他还以为 韩绝是那位前辈的弟子 他咬牙起身 进入洞口后 韩绝再次启动法阵 将洞口关闭 韩绝转身向洞室走去 陈三天忽然抓住韩绝 手中的剑悬在韩绝的脖子前 他沉声喊道 前辈 放我走 否则我杀了你弟子 韩绝 洞府陷入沉寂中 陈三天忐忑不安 目光扫视前后 韩绝悠悠道 我没有弟子 陈三天一听 身体顿时僵住 哐当一声 他的剑吊在地上 他猛地跪下 强颜欢笑道 前辈 我开玩笑的 他感受到韩绝的境界 注击进九层 不可能 定是障眼法 能直接镇压他 还算到他的来历 定然是高人 韩绝抬不向洞士走去 丢下一句话 跟我来 陈三天连忙跟上 韩绝来到自己的墓床前坐下 陈三天跪在他面前 表现得很恭敬 这就是清明魔教核心大弟子 韩绝本想将陈三天交给西玄仙子 但那样做的话 陈三天必定拼死逃跑 他可没有镇压陈三天的实力 最多将其击败 陈三天现在之所以不敢逃 是高估了他的实力 反正有金禅玄神医庇护肉身 他也不怕陈三天偷袭自己 金禅玄神医不仅能护住身躯 还能护头 反正陈三天伤不了他 韩绝轻声道 拿起你的剑拼尽全力赐我一剑 陈三天瑟瑟发抖 哀嚎道 前辈 我知错了呀 我真的错了 来吧 不试一下 以后你总想着偷袭我 我不敢 你来 我不怪你 前辈 我给您磕头 陈三天差点哭了 连忙给韩绝磕头 他还以为韩绝在给他下套 找理由诛杀他 反正他出手 绝对没有好下场 韩绝无语 我有这么可怕 他之前看陈三天的来历介绍 还以为此人极其凶残 宁死不屈 没想到这么从心 从今日起 你就待在这里 替我种植林草 打扫卫生 你也可以在这里修炼 韩绝吩咐道 好 那我什么时候能离开 嗯 我说错话了 我长嘴 793 5059 第27章 摩胎族 在下曹操 金丹镜九层 陈三天的加入 并没有改变韩绝的生活 他每日专心修炼 他以自己的木床为结界 修炼时 陈三天完全感受不到他的灵力波动 韩绝在陈三天心里的形象更加高深莫测 一谎眼 一年时间迅速过去 随着林草的种植 洞府内的灵气越发浓郁 韩绝的雷铃根也成功达到金丹镜四层 一年一层 速度还不错 这要是传出去 不知要吓死多少人 陈三天已经平静了 他发现 韩绝并没有刁难他 但他不敢逃跑 只能跟着修炼 韩绝一直在修炼 未曾离开 让陈三天心里越发焦急 虽然修炼很爽 可这样下去 会延误情报 陈三天背对着韩绝 这我没想到 他可是核心大弟子 迟迟不归 清明魔教必定担忧 甚至是慌乱 怎么办 因他一手 陈三天纠结不已 想到一年前被韩绝击败的场景 他就不寒而栗 实力差距太大 韩绝敢如此有恃无恐的修炼 想必是吃定了他 可恶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一直困着我 若非我实力不济 非得让你百倍偿还 陈三天眼中闪过一丝阴冷 他是谁 他可是清明魔教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魔胎 陈三天对你的仇恨增长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正在修炼的韩绝皱眉 你马 又涨了 韩绝想吐血 这一年里 他都没有折磨陈三天 陈三天看似乖顺 对他的仇恨度一直在增长 如今已经达到四星 不死不休的程度 陈三天不知韩绝的心理活动 他还在筹划 如何诛杀韩绝 以及逃生之法 只能等他有事外出 以他的修为 必定是长老或者太上长老 最近魔教一直骚扰玉清宗 他绝不可能一直安心修炼下去 等我逃出去 必带领魔教踏平玉清宗 到时候将这孙子碎尸万段 抽魂炼破 陈三天心中充满杀意 但不敢表现出嘶吼 一想到自己折磨的韩绝跪地求饶 他就爽得不行 就在这时 熟悉的破空声传来 陈三天还未来得及反应 三道剑影洞穿他的胸膛 血洒一地 陈三天瞪大眼睛 眼中不满血丝 他难以置信地扭头看去 韩绝面无表情 右手一招 三清绝影见回旋 将其头颅轰爆 天生魔胎陈三天 足 这一次比一年前还要干脆 陈三天都来不及躲 直到陈三天死 韩绝都不清楚 他的实力到底如何 陈三天早已放松警惕 以为韩绝会留着他大用 乃曾想到会在今日被杀 陈三天的尸体倒地 一个光球从他体内冒出 韩绝挑眉 莫非光球迅速变化 变成一道人影 此人面容苍老 眼神充满邪气 他先是瞥了陈三天的尸体一眼 然后死死地盯着韩绝 洞府内一片沉默 韩绝叹气 没想到真有老的要来 老者冷哼道 叹气是因为后悔 沙奥图儿 你死定了 报上明来 韩绝面无表情道 在下曹操 你呢 清明魔教 张困魔 哦 哼 等死吧你 张困魔说完便消失不见 张困魔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五星 很高啊 韩绝心里慌得一批 他连忙查看人际关系 又松了一口气 原因近八层 就这 听口气 韩绝还以为他是化神强者 不过如此 韩绝起身 开始搜寻 陈三天的储物袋 储物戒 人死后 储物戒 储物袋的任主印记 便自动消失 这小子挺富的 零食 丹药数不胜数 还有许多符纸 符咒 法器倒是很少 秘籍更是一本没有 出门在外 只带钱 韩绝将东西全都倒入小乾坤腰带内 他右手一挥 火灵力化为烈焰包裹陈三天的尸体 将其稍微灰烬 韩绝重新回到床上 继续修炼 时光匆匆 八年快速过去 韩绝终于达到金丹镜九层 除了雷灵根 其他五个灵根 仍是金丹镜一层 这般突破速度 要是传出去 没人敢信 韩绝开始修行封灵根 封灵根能助长他的飞行速度 适合跑路 半月之后 有人拜访 行鸿玄 夫君 在吗 听到这句话 韩绝的嘴角一抽 这么多年过去 行鸿玄的修为 已经达到助击镜三层 看来竞虚真人对他挺好的 之前他还是练气镜时 突破速度可没有这么快 韩绝想了想 挥手关闭洞口的法阵 石门大开 行鸿玄迅速走进来 一看到韩绝 他便眉开眼笑 他先是打量了一下 洞府内的情况 然后走到韩绝身旁坐下 跟着就贴在韩绝身上 韩绝皱眉 道 行姑娘 自重 我还没答应要当你夫君 行鸿玄撇嘴道 之前在外门 你不是很激动吗 韩绝心中尴尬 脸上则面不改色 一副高冷模样 行鸿玄右手往地上一挥 十只药瓶出现在地上 这些都是预清单 我多年累积的 行鸿玄笑道 一脸得意 我不信你不动心 韩绝脸色一缓 道 你收回去吧 我不需要了 行鸿玄的笑容凝固 眉头顿时促起来 旋即 他脸色大变 颤声问道 难道你已经 韩绝露出微笑 行鸿玄当即就要扑过来 但被他用灵力挡住 行姑娘 你要是想到我的道理 就得好好修炼 不然数百载过去 我得到成仙 你却化作白骨 你的深情对我而言 则是惩罚 韩绝认真说道 行鸿玄一听 不由冷静下来 确实有道理 他立即起身 道 你说的对 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我去帮你要 精丹精的修炼丹药 说完 他将地上的药瓶收掉 然后走向洞口 行姑娘 我突破之事 可别说出去 韩绝提醒道 他的突破速度惊人 要是传出去 别想安心修炼 行鸿玄扭头笑道 放心吧 我还怕你被其他妖精缠住呢 他笑叶如花 竟显得十分动人 韩绝连忙镇压心中的悸动 好可怕的女人 差点着了道 行鸿玄离去后 韩绝挥手 重新启动法阵 关闭石门 然后继续修炼 行鸿玄 西玄仙子 都有一个玄字 两人莫非有关系 韩绝一边那气 一边默默想道 七八八 0839 第28章 目标原因 勿是人非 清明魔教 与玉清宗的恩怨 已经持续数十年 这是韩绝的视角 实际上更久远 修真界不只有他们两宗 还有其他宗门 他们的仇敌 也不只是对方 正因如此 清明魔教和玉清宗 都不敢倾巢而动 生怕两败俱伤 给其他宗门渔翁之力的机会 一座幽暗的大殿内 打坐着八道身影 张困魔便在其中 为首的是一名血袍男子 头发黑白相间 面容淡漠 手中握着一根浮沉 这么久还会抓到李清子 段通天沉声问道 七位长老沉默 他们追杀李清子 追杀了近二十年 每次都让李清子侥幸逃脱 李清子故意不回玉清宗 一直牵制着清明魔教的 大部分注意力 张困魔开口道 别管他了 直接攻打玉清宗吧 我徒儿死在玉清宗 魔教在他身上 注入了多少心血 你们岂能罢休 一想到韩绝 他便咬牙切齿 当初他放狠话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没找韩绝算账 他都能想到 韩绝嘲讽他说大话时的嘴脸 我也这般认为 直接攻打玉清宗 我们的整体实力 已经超越玉清宗 魔道大会时 其他宗门已经表态 除非我们将 邻近的玉清宗吞并 否则 他们是不会归顺于我们 也对 魔道之主 连邻近的正道宗门 都打不过 如何服众 我愿亲自带领弟子 攻打玉清宗 玉清宗 除了李清子外 还有一位老怪物 长老们开始讨论起来 段通天眼神闪烁 没有插话 转头看向他 等待着他做决定 段通天开口道 本座准备化神 若是化神成功 再攻打玉清宗不迟 届时攻打玉清宗 将十拿九稳 化神 众长老震惊地看向他 张困魔深吸一口气 问道 教主可有信心 段通天平静道 为此本座筹备了数十年 有九成信心 再等三十年也不迟 三十年 对于凡人而言 可能是半生 但对于他们而言 不算长 自行红旋离去 已过十年 韩绝将封灵根 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火灵根达到三层 自从他雷灵根达到金丹镜九层后 修炼其他灵根 事半功倍 韩绝已经看到 袁英在向自己招手 警号送888线金红包 警号关注VX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看热门神座 抽888线金红包 每日都在变强 这种感觉无比美妙 使得他并不觉得闭关修行枯燥 早日达到袁英镜 才算真正脱离弱者 韩绝如今已经88岁 88岁的金丹镜九层 在修真界绝对找不出第二人来 但他依旧觉得不够 即便达到袁英镜 还是不够 他要一直修炼到修行尽头 绝对无敌 这一日 长月儿前来拜访 韩绝关闭法阵 迎他入府 师爹 我来看你 顺便给你带了一些天才地宝 种植在池边 能让你这座洞府的灵器更加浓郁 以后说不定能成为 玉清宗灵器最好的洞府 长月儿笑道 他走到池边 开始撒种子 韩绝笑道 多谢师姐 也别谢我 都是师父赏赐的 你师姐我也就是帮忙 干点体力活 长月儿笑道 韩绝不由想到西玄仙子 他在心里默默感激 长月儿继续说话 自从你闭关后 玉幽峰又加入了数位新弟子 排在你后面的铁师弟 在两年前大县已至 寿终正寝 铁老死了 韩绝愣了愣 他连忙点开人际关系 发现已经找不到铁老的头像 人没了 说起这位铁师弟 资质太差了 本来就该死在外门的 能来内门走一遭 此生也不算遗憾 不过他临死之前还想见你 这是他的丹童说的 为何要见我 韩绝问道 神情复杂 以前他挺讨厌铁老 但如今回想过去 铁老也没有伤害过他 甚至可以说养育了他 铁老的去世 让韩绝心中对其的厌恶荡然无存 甚至还有些惆怅 这便是修行之路 总有人死在路上 老子绝不能死在半路上 韩绝追求长生的心更加坚定 长院摇头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之前认识 韩绝与铁老相识 此事只有少数人知晓 并不包括长院 认不认识已经不重要 师姐 好好修炼吧 要是连你也死了 师弟会伤心的 韩绝认真说道 这番话是真心实意的 来到这个世界 他认识的人不多 关系好的更是屈指可数 长院扭头看向他 展颜笑道 哼 臭师弟 我还以为你心里压根没有我 韩绝笑着摇头 两人开始闲聊 大部分时候 都是长院在说 说宗门内发生的事情 周凡已经彻底崛起 成为内门的风云人物 他以助击修为挑战 剑锋大弟子成功 夺得道旅 轰动全宗 但在成婚第二日 他又将那位女子修掉 引得内门非议 如今 周凡与莫复仇 已经成为天雷锋的牌面 皆为清传弟子 莫复仇更是核心弟子身份 行红玄一直待在主峰修炼 倒是没有什么名气 好了 师姐该回去修炼了 争取陪师弟 在修行路上多走一段路 长院俏皮一笑 然后起身离去 韩绝叹了一口气 长院虽是开玩笑 但这番话 落在韩绝耳中 却是心酸的真话 韩绝是要长生的人 长院的资质远不如他 肯定没有他活得久 不过韩绝也不是矫情的人 很快便调整好心态 以后要是有能力 也可以拉一把清静之人 例如西玄仙子 长院行红玄 莫竹要不要算一个 韩绝默默考虑 他忽然抬起右手 以指为鉴 隔空对着洞壁写了两个字 铁老 他起身朝着铁老的名字 弯腰行礼 这一败算是迟来的送别 望铁老来世 能投一个好人家 之后 韩绝继续打坐修炼 又是十年 韩绝的火灵根 也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水灵根修为达到金丹镜七层 还剩下土灵根 木灵根未修炼 这般速度已经是神速 但他有些不满 他开始翻小乾坤腰带 查看陈三天留下的丹药 陈三天也是金丹镜修饰 或许有金丹镜专门修炼的丹药 可惜 没有 这次的丹药 大多是毒药 魅药 以及各种下三烂的药 不愧是你妈的魔教忠然 韩绝忍不住破口大骂 七七九八一四七 第二十九章 碾杀猿鹰五层 魔教化神 没有丹药辅助 韩绝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苦修 即便如此 他距离原音镜也越来越近 两年后 水灵根也终于达到金丹镜九层 韩绝开始修炼木灵根 他眼前忽然出现一行行字 恭喜你满百岁 开启模拟试炼功能 模拟试炼 你可以设定对手的修为和实力档次 进行模拟对战 也可以检测方圆百里内的所有生灵 复制其实力与之对战 战斗结果不会影响现实身体 精神状况 次数无限 模拟试炼 还可以检测方圆百里内的生灵 韩绝愣住 玄机惊喜 这是神迹啊 韩绝一直摸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强 终于可以试试 他立即开启模拟试炼 双目不由闭上 他来到一片黑暗空间内 你可以选择人际关系中的人物 当对手实力模板 韩绝立即选择李青子 他想看看自己和长教实力差距多少 很快 李青子便出现在他前方 这位李青子面无表情 很像傀儡 战斗开始 李青子直接拿出一把金色尺子 朝着韩绝袭来 韩绝拿出麒麟剑 脚踏七重换步 与李青子拉开距离 他快速施展三青绝影剑 三道剑影凭空出现 朝着李青子杀去 李青子快速挥齿 击散剑影 追杀韩绝 韩绝抬手打出九龙除魔印 六种属性灵力不断转换 一道道九龙除魔印撞上李青子 起初 李青子还能打散九龙除魔印 但很快就被九龙除魔印机飞出去 韩绝挑眉 看来他的九龙除魔印很强嘛 怪不得能镇压太上长老的元神 不过九龙除魔印并没有伤到李青子 李青子再次杀来 韩绝也不着急 能与李青子纠缠 他便已经很满足 战斗持续了十分钟 韩绝败下阵来 李青子的天罡精身极其强横 法术打在他身上 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 不过 韩绝发现 以麒麟剑施展三青绝影剑 杀伤力更强 可以杀的李青子天罡精身破防 当场标显 不愧是绝品法剑 但也只能是破防 无法将其击败 旋即 他将李青子的修为往下调 元英镜七层 还是打不过 元英镜六层 平手 元英镜五层 撵杀 韩绝驱动麒麟剑施展三青绝影剑 三道剑影 直接将李青子的肉身撕碎 不错不错 越阶杀元英镜五层 配得上我的功法 资质 剑法以及绝品法剑 韩绝默默想到 随后 他将李青子的修为 挑至金丹镜九层 发现自己的灵力远超李青子 六道轮回宫的强处体现出来 修行六系灵根 使得韩绝的灵力极为雄厚 不动用麒麟剑 他便能直接秒杀同境界的李青子 意识回到现实 韩绝睁眼 我现在便能诛杀元英镜五层的高手 等我突破至元英镜 岂不是可以跟华神斑斑手腕 韩绝兴奋的想到 玄机他又摇头 华神的实力肯定与元英天差地别 自己不能想得太美好 以免翻车 我得这样想 我肯定打不过华神 这样才精神 韩绝默默给自己心理戏 就剩下木灵根 土灵根 韩绝斗志昂扬 觉得在十年内 将两灵根全都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当达到金丹镜九层的灵根越来越多 剩下的灵根修行速度越来越快 十年足够 他将两灵根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十年过去的很快 韩绝没有离开洞府半步 几乎是一直在修炼 他成功将六系灵根修炼到金丹镜九层 接下来开始冲击圆满 韩绝惊喜地发现 他竟然可以开始同时吸收六种灵气 以前不行 现在可以 莫非金丹镜九层是一道坎 韩绝很快又发现同时吸收六种灵气 他的修行速度也不算太慢 综合来说比以前更快 好事 韩绝躇满志继续修炼 半年后 他的六种灵根全都达到金丹镜九层圆满修为 可以修炼原因了 韩绝没有松险 直接开始准备渡劫 节节开启 覆盖整座仙天洞府 玉清宗 主峰 宫殿内 李清子坐在首座上 十八峰直叫长老齐聚 除了他们 还有数位长老 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凝重 天雷锋到雷老仙脸色极其难看 咬牙问道 此事是真的 李清子叹了一口气 道千真万确 断通天上个月才渡劫成功 正在巩固修为 他已经是化神大能 化神? 所有人都被吓得色变 犹如一座大山 压得他们所有人 都快喘不过气来 就连西玄仙子的脸色 也很难看 师父呢 他不是已经修炼出原神 是不是距离化神境已经进了 竟须真人连忙问道 李清子叹气道 并没有 他的原神只是一种神通 他之前好像遭遇了某种打击 数十年前就放弃了那神通 如今还在苦修 虽已是原因境九层 可距离化神 仍有无法逾越的鸿沟 大殿陷入沉寂中 无比压抑 一名长老忍不住问道 那我们怎么办 求援 李清子叹气道 我已经向正道各派发去求援信 暂时未得到回复 长老们开始讨论起来 化神啊 我们这些老骨头夹在一起 也未必能敌啊 清明魔教除了断通天 原因修饰可不少 哎 天煞的魔教 竟然出了一位化神 玉清宗的大姐终于还是来了 正面对抗 肯定打不赢 要不然我们逃 怎么逃 逃到哪里去 数百年的基业不要了 长老们七嘴八舌 各个语气都很不好 面临如此大姐 没有人能平静说话 李清子叹气 满脸忧愁 嗡 御幽风响起钟声 所有弟子齐聚在御幽店大门前 入店后 弟子们各自找仆团坐下 西玄仙子扫视一眼 微微醋眉 韩觉那小子又没来 罢了 所有弟子看向西玄仙子 没有忐忑 也没有期待 他们以为是即将到来的内门考核 最新情报 清明魔教教主断通天 已知化神 没有意外的话 最多数年 清明魔教将大举入侵 我们御清宗 西玄仙子说出这番话时 神情淡漠 众弟子愣了愣 旋即炸锅 化神 怎么可能 我们御清宗有化神吗 哪有啊 化神那可是传说 完了 怪不得最近清明魔教的人 越发猖獗 772 2695 第30章 神通 天诛鬼神剑 西玄仙子抬手 示意所有弟子安静 弟子们连忙闭嘴 紧张地看向他 魔教诞生化神 对于御清宗而言 绝对是灭顶之灾 纵然魔教出现化神 我们也得迎战 御清宗成立数百载 岂能被魔教覆灭 为师平时不要求你们 为御幽风做贡献 但御清宗有难 你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 从今日起 而等都不得离开御清宗 专心修炼 准备迎战清明魔教 西玄仙子扫视着所有人 一句一句的说道 原因气势爆发 威压笼罩整座大殿 众弟子心中一灵 纵然害怕 他们也不敢表现出来 事到如今 已经别无他法 他们都跟魔教打过交道 明白投降的下场会更惨 先天洞府内 天雷滚滚 韩绝正在渡劫 在杰杰的保护下 天雷的声音与威压 都没有传出去 此天杰与他之前 遇到的皆不同 雷电化龙更具破坏力 不过可惜 仍破不了金蝉玄神医的防御 为防洞府内的花草遭到破坏 韩绝利用灵力护住他们 好在天雷一直对着他轰 动势虽不大 但很高 陰云刚好堵住顶上的洞口 韩绝在渡劫过程中 时不时做噩梦 各种噩梦皆有 有好友 师父惨死 有他重新回到地球 恶然发现是一场梦 好在韩绝意志坚定 这些噩梦根本影响不到他 至于心魔 更不可能诞生 原因 我破定了 韩绝兴奋的想到 随着他不断运转心法 体内的六道灵力再次形成漩涡 在金丹之上聚集 隐约已经有婴儿的轮廓 他距离原因近已经近了 师弟 洞府外传来长院的声音 韩绝以为是幻听 之前他也听到过 所以没有放在心上 洞府外 长院唤了几声 韩绝都没有回答 他不由醋眉 喃喃道 臭师弟 竟然修炼得这么认真 宗门都要大祸临头了 还不出来 他想了想 决定留在洞府外 他走到不远处的树下打坐 若是清明魔教 从这边杀入御清宗 那韩绝肯定率先遭殃 他得守护韩绝 当然 以他的实力很难保护韩绝 但等韩绝从修炼中醒来 他能第一时间告诉韩绝 带着韩绝回到内门躲起来 十日后 韩绝终于成就原因 灵力暴涨 体内的六系灵力 融合成一股全新而强大的灵力 六道灵力 韩绝眼前跟着浮现出一行行字 恭喜你突破至原音镜 获得一次神通奖励 你选择的是剑修之路 恭喜你获得剑道神通 天诛鬼神剑 天诛鬼神剑 好中二 好羞耻啊 韩绝兴奋的想到 他立即开始传承此剑道神通 纵然是神通 但也是剑道 对于韩绝而言 领悟并不难 神通与法术不同 悟了就是悟了 不需要动手修炼 当然 顿悟神通后 还是可以继续修炼神通 增强熟练度 与此同时 洞府外 长月正在打坐修炼 他已经习惯在这附近修炼 他睁眼看向先天洞府 南南道 臭师弟 还不出来 得亏魔教没有在这时候入侵 他多次想离去 但又怕错过韩绝出关的时间 长月叹了一口气 再次闭目 谁叫他喜欢他呢 多等等吧 次日 韩绝成功掌握天诛鬼神剑 他点开属性面板 姓名 韩绝 寿命 十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种族 凡人 修为 六道轮回宫 可传承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绝影剑 绝世 九龙除魔印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器 金蝉玄神一 七品灵宝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灵根滋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剑道滋质顶级 剑道物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一千块上品零食 查看人际关系 寿命暴涨到九百八十八岁 这才是原因近一层 等到九层 必定能破千岁 爽 韩觉得意一笑 他不准备离开洞府 而是打算继续修炼 他忽然发现 长院还在洞府外打坐修炼 之前 他就听到过长院的声音 但他正在突破 以为是幻听 韩觉犹豫 似乎没有急事 这丫头果然想蹭我的洞府灵气 一想到洞府内的灵草 都是他种的 韩觉也就默许了 继续修炼 一年后 长院猛地起身 惊恐地望着远方 只见玉清宗十八峰上空 出现阵阵雷 剧烈翻涌 遮天蔽日 玉清宗西侧 一鸣名魔修 从树林里杀出 遇见飞行 及时向玉清宗 浩浩荡荡荡 魔器汇聚在一起 犹如一片黑海 魔叫来邪 长院顿时慌了 他下意识想呼喊韩觉 但转念一想 魔叫从另一个方向 袭击玉清宗 韩师弟的洞府刚好避开 现在惊动韩师弟 带他回内门 必定凶多吉少 长院咬牙 纵身一跃 遇见飞向玉幽峰 洞府内 韩觉正在修炼 眼前忽然出现提示 你的宗门玉清宗 你的宗门玉清宗 正在遭遇清明魔教的袭击 韩觉愣了愣 连忙将神石扫出去 正好看到清明魔教 大举冲向玉清宗的壮观场景 怎么突然打起来了 韩觉已经是原音进强者 实力远超从前 自然不慌 但魔教此次 入侵规模如此大 他觉得 还是得谨慎点 韩觉没有立即去支援 他开启模拟试炼功能 检测玉清宗内部的所有人 让系统探寻出最强者 断通天 化神进一层 清明魔教教主 化神 韩觉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这么猛啊 韩觉第一反应是跑路 玉清宗肯定顶不住 冷静点 我已经今非昔比 今丹静便能杀原音静 韩觉决定先试试断通天的实力 看看已经修炼出天诛鬼神剑的他 能不能对抗断通天 韩觉的意识立即进入试炼空间 战斗开始 一分钟后 韩觉睁眼 面露古怪之色 他喃喃自语 就这 韩觉发现自己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他手握的是绝品法剑 修炼的是先帝传承功法 体质是六道灵体 还修得神通 不能用凡人的概念来套自己 韩觉起身 准备前往玉清宗看看 昔日繁华的玉清宗已经狼烟四起 内门城池被毁成废墟 到处都是尸体 十八峰之上放眼望去 全是战斗的身影 曹操 曹操 滚出来受死 陈三殿的师父张困魔悬浮在空中 怒声咆哮 双目充血 愤怒至极 张困魔快要气死了 来玉清宗这么久 曹操还不现身 莫非跑了 他憋了数十年 就等着今日为爱徒复仇 结果找不到仇敌 心中别体多憋屈 张困魔扭头看向玉清宗主风 威额的主风已经燃起熊熊烈火 火势卷天 壮观无比 教主应该快要结束了吧 警号送888线金红包 警号关注VX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看热门神座 抽888线金红包 张困魔喃喃自语 他能感觉到玉清宗长老们的气息 都在快速变弱 面对华神 玉清宗无人可挡 第31章 十不杀一人 试了拂袖去 玉清宗主风 十八封长老全都身负重伤 要么打坐养伤 要么趴在地上无法起身 他们全都盯着上空 李清子与太上长老正在激斗断通天 断通天一袭黑袍烈烈 身后悬浮着一座庞大的黑山 雷电交织在黑山上 强大的犀利 让李清子 太上长老行动艰难 黄蜂肆虐于山上 卷起数不清的树木 尘土夹杂着火星飞扬 李清子 太上长老都已受伤 盗袍破损 劈头散发 极为狼狈 他们虽已是强弩之末 但还得站 他们明白自己 要是倒下 玉清宗就真的完了 两人的皮肤都成金色 破损的盗袍下肌肉轮廓 充满视觉冲击力 天刚惊深 若非靠着此觉学 他们早已倒下 断通天俯视着他们 宁笑道 放弃吧 你们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 若是你们跪下求饶 或许本座能让你们玉清宗弟子 少遭些罪 持续数百年的恩怨 也该了结 李清子吐了一口血水 手持矜持 骂道 断通天 我玉清宗弟子就算死 也绝不屈服于魔道之下 他挥齿打去 振振火风平地而起 席卷向断通天 断通天轻轻挥手 身后的黑山便将火风吸纳 太上长老暗骂 咬牙道 此山乃是先天黑祠 灵力被他吸收后会直接化解 这魔头都不需要施法 靠着先天黑祠便能将我们耗死 断通天一直没有动权力 故意戏耍他们 折磨他们 该死 我们该怎么办 李清子握紧双拳 咬牙切齿 太上长老沉默 不远处的西玄仙子叹了一口气 玉清宗终于完了 西玄仙子不由想到韩绝 那小子估计还在闭关 西玄仙子又气又无奈 心中充满酸楚 再想到其他弟子 他更加自责 做师父的保护不了你们 只能先你们一步去了 西玄仙子缓缓起身 身躯摇摇欲坠 但他的眼神仍充满决绝 纵然是死 他也要为玉清宗而死 悬崖边 莫竹被两位魔修拦住 嘿嘿 小美人 你要是愿意服侍我们哥俩 让我们欢快 说不定就不用死 其中一人怪笑道 看向莫竹的目光充满贪欲 莫竹看向他们身后 莫复仇 被一名三名清明魔教的金丹镜修士纠缠 根本无法脱身救他 可恶 莫竹咬牙 转身纵身一跃 他就算死 也不想被魔修糟蹋 他坠入空中 身体穿过层层云海 他想要遇见飞行 但体内灵力已经耗光 他露出苦笑 这一下子真的要死了 他缓缓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一张面容 一张比女子还要好看的绝世容颜 若是我有他那般意志 一直苦修 现在就算死 也能多杀几个魔修 唉 韩爵 下辈子还能再遇吗 不 希望我下辈子时 你已经得到呈现 莫竹的眼角 飞出晶莹的泪水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自己被人接住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莫姑娘 你怎么下来了 韩爵 莫竹愣了愣 什么叫下来了 难道韩爵已经死了 他们在黄泉相遇 莫竹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 韩爵那张英俊绝伦的容颜 他正躺在韩爵的怀里 韩爵捕捉到莫复仇的气息 当即抱着莫竹往上飞去 不得不说 这丫头的身材惊人的不错 抱着很舒服 呸 乱想什么 肯定是大盗对她的考验 我们已经死了吗 莫竹痴痴地盯着她 有气无力地问道 韩爵一听 抬起右手 啪 他甩了莫竹一耳光 莫竹被拍得瞬间惊醒 好疼 莫竹捂着红彤彤的脸颊 惊喜地看向韩爵 两人重新回到悬崖上 韩爵一眼扫去 看到莫复仇正在遭受三位摩羞的围攻 他立即施展三青绝影剑 剑光一闪 雪花蹦陷 三位摩羞直接被剑影绞杀 莫复仇愣在半空中 三位金丹进抢者 直接被秒杀 当他看清楚出手的是韩爵时 面露震惊之色 怎么可能 韩兄 莫复仇刚想说话 韩爵忽然将莫竹丢给他 照顾好他 丢下这番话 韩爵便朝着主风飞去 莫竹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五点五星 韩爵无视这道提示 一路上 他以指为剑 不断施展绝指神剑 剑气射出 射杀沿途一鸣鸣摩羞 欲亲宗弟子们惊恶地看向他 那人是谁 好厉害 莫非是宗门的某位长老 为何以前没有见过 等等 他好像是玉幽峰弟子 数十年前内门考核第三 此人莫非是核心弟子 韩爵无视沿途的目光 他将神识散开 他能感觉到 主风上传来的强大威压 华神的气息 韩爵路过玉幽峰时 捕捉到长月儿的气息 长月儿与玉幽峰弟子们 正在抱团战斗 但魔修的数量 是他们的两倍 战况极为不妙 韩爵挥手 三青绝影剑急迟而去 三道颜色各异的剑影 快若急雷 将一名名魔修朱煞 一时间 惨叫声不觉入耳 柳三星 长月儿等人愣住 下意识扭头看去 正好看到韩爵从远处飞过 韩师爹 长月儿惊喜地叫道 周围的魔修被吓得逃窜 但三青绝影剑持续追杀他们 当韩爵消失在众人视野时 三青绝影剑已经诛杀近百位魔修 时不杀一人 试了扶袖去 真的是韩爵师爹 大弟子柳三星一脸呆滞 韩爵表现出来的实力太强 以至于他以为韩爵只是路过 真正出手的是其他高人 主风 树林里 行红旋背靠着树干 右臂流血不止 衣袍上出现一朵朵血花 整个人显得十分凄美 在他前方 站着一名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手持一把还手刀 面露争鸣笑容 给你一个机会 回去与我成亲 我便饶你一命 如若不然 那你就死在这里 我将抽你的魂魄 炼至鬼奴 面对黑衣男子的威逼 行红旋咬牙道 我不可能再回清明魔教 当初断通天逼死我父母时 我便决定要复仇 至于嫁给你 你也配 黑衣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死到临头 还敢嘲讽他 当真是找死 黑衣男子正要开口说话 忽然抬头看去 只见树林上空出现一道人影 行红旋抬眼一看 惊喜叫道 夫君 韩绝一脸淡漠地问道 行姑娘 需要帮忙吗 766 9671 第32章 本作奶化神 第三个 狗东西 敢伤害我的道理备胎 韩绝看似神情淡漠 实则心中杀意汹涌 行红旋听到韩绝的问话 下意识点头 可转念一想 这位黑衣男子 可是魔教核心弟子中 排名第二的存在 韩绝就算已经突破金丹镜 那肯定也是金丹镜初期 如何能敌黑衣男子 行红旋开口道 夫君 陶子还未说出口 黑衣男子猛地出手 在黑衣男子的感知中 韩绝是筑基进九层的修为 筑基进九层也敢打扰他的好事 当真是放肆 黑衣男子挥刀斩去 刀器扶摇而上 速度极快 韩绝抬手 就是一记九龙除魔印 金色玉玺从天而降 将刀器震散 朝着黑衣男子压去 恐怖威压降临 惊得黑衣男子脸色大变 他立即跳开 韩绝跟着施展三青绝影剑 剑影一闪 黑衣男子还未落地 直接暴毙 可谓是碎尸万断 死得极惨 行红旋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找个地方躲起来 韩绝丢下这番话 便朝着主峰山顶飞去 行红旋愣在树林里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行红旋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六星 又提升了 韩绝苦笑 看来这婆娘这辈子 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男人 我这该死的魅力与实力 主峰之上 西旋仙子 道雷老仙 靖虚真人等长老 全都躺在血泊中 身负重伤 十八峰的长老大多在此 剩下的数位长老 在内门牵制清明魔教的高手们 与他们相比 李清子与太上长老最为凄惨 两人的天罡精身已经被击破 李清子双臂尽尸 跪在废墟之中 太上长老满脸是血 正在打坐养伤 此战已经没有悬念 段通天站在仙天黑瓷上 一脸戏谑笑容 还要再反抗吗 你们猜猜 裕青宗还有多少人活着 长老们沉默 甚至有不少人 已经闭上眼睛 开始等死 西旋仙子也闭眼了 裕青宗将在今日覆灭 从此以后 修真戒再无裕青宗 反派死于话多 这句话你应该没有听说过 一道声音飘来 段通天一眼瞥去 只见韩爵脚踏飞溅 不急不虚地飞来 铸鸡进九层 段通天笑了 裕青宗的众长老 纷纷睁眼看去 西旋仙子一看到韩爵 顿时急了 连忙开口道 你来干什么 还不快离开 李清子 太上长老 看向韩爵的目光复杂 他们都还记得韩爵 他们对韩爵的评价都很差 认为此子贪生怕死 难堪大用 没想到在裕青宗危难之时 只有韩爵这一位弟子赶上山来 唉 师徒俩同时叹了一口气 韩爵飞到西旋仙子面前 关心地问道 师父 您没事吧 西旋仙子秀发凌乱 韩爵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这般狼狈 别说 即便如此 师父还是美得动人心魄啊 西旋仙子低声道 听话 赶紧离开 有多远逃多远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裕青宗弟子 面对强大的魔教教主 西旋仙子希望你离开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听从师命 拼命逃跑 逃跑成功 可获得一剑法器 二 朱砂化神 修行之路难免遇到斗争 低调修行不是耸 成功拯救裕青宗 可获得一瓶绝品丹药 韩爵没有被眼前的选择提示影响 他之所以来这里 便是心中有了决断 段通天笑道 小子 你够胆 裕青宗弟子之中 也就你胆子大 你若是跪下给本座科三个想头 本座就饶你一命 给你加入清明魔教的机会 哄 他直接爆发出化神镜的恐怖气势 地面上的碎石都颤抖得无法落地 韩爵额前于耳边的黑发随风飘动 他一脸平静 转身看向段通天 清明魔教当真是不肯放过裕青宗 韩爵问道 麒麟剑跟着出现在他手中 他的鲜血已经沸腾 狗羞也是有热血的 朱砂化神 就在眼前 段通天轻蔑笑道 数百年的恩怨 岂能就此罢休 换作是玉清宗 也不可能放过清明魔教 韩爵点头 觉得在理 他抬步走向段通天 愿意妥协了 段通天似笑非笑道 韩爵笑道 那倒不至于 我准备杀你 我准备杀你 这句话他说得很随意 却带给玉清宗一方所有人 一种难言的震撼 当玉清宗的强者们 全都被击败时 一名铸鸡弟子 竟然敢站出来说 要杀魔教教主 这是何等的胆量 这一刻 所有长老看向韩爵的目光都变了 都充满敬意 纵然身死 也死得轰轰烈烈 哈哈 我玉清宗能有这样的弟子 纵然被灭又如何 道雷老仙大笑道 由于笑得太用力 不小心牵动伤势 疼得他咳嗽起来 其他长老纷纷夸赞韩爵 段通天皱眉 眼中闪过沙翼 他正要开口 一道爆喝声 犹如惊雷乍响传来 曹操 原来你在这里 受死吧 只见张困魔急迟而来 他手握铁边 脚下踩着飞剑 气势如虹 韩爵转身看向他 仔细一看 呦 这不是陈三天的师父 暴怒的张困魔直接杀向韩爵 丝毫不停留 眼见他就要撞上来 韩爵抬手就是一记九龙除魔印 澎湃的六道灵力化为金色玉玺 犹如山月般掠去 势不可挡 玉清宗一众长老全都瞪大眼睛 这灵力 西玄仙子也被震惊到 美目睁大 张困魔脸色俱变 当即挥动铁边抽去 魔气灌入铁边之中 这一边掀起狂风 轰的一声 九龙除魔印被抽爆 张困魔跟着被震的吐血倒飞出去 直接坠穿云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秒败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被吓到 段通天也不由暴睁眼睛 一副活见鬼的神情 张困魔可不弱 在清明魔教中论实力 足以排入前三 这小子的灵力好霸道 绝非助激进九层 圆阴静 他怎么不知 郁清宗藏着这样一尊圆阴 好小子 怪不得敢如此嚣张 不过你知道本作的修为吗 段通天似笑非笑地问道 韩觉觉得他有毛病 为何画如此多 臭险般 韩觉洋装不知 道 圆阴静九层 本作乃画神 段通天放肆大笑 韩觉跟着笑了 同时朝段通天竖了一根中指 李清子忽然传音给韩觉 他在拖延时间 他虽然狂妄 但以前画可没这么多 小子 你天资绝伦 别耽误在此 逃吧 你一个人逃的话 还是能逃得掉的 或许 你能战胜原鹰 但画神与原鹰天差地别 你不要送死了 拖延时间 韩觉挑眉 既然如此 那就速战速决 7545928 第33章 剑斩画神 常山赵子龙 韩觉抬起麒麟剑 走向段通天 他的目光落在段通天身后的黑色小山 他心中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韩觉能感受到 那股强大的犀利 他不由想到一个现代玩意 死铁 段通天 一直站在这座黑色小山上 莫非有什么玄机 就在这时 张困魔再次从山下冲上来 他杀气冲天 他手持一盏油灯 他将自身的魔器 疯狂灌入油灯之中 他怒视着韩觉 眼球充血 仿佛走火入魔 曹操 还想与我们教主一战 老夫先杀了你 张困魔咆哮道 油灯散发出黑气 凝聚成一尊庞大的鬼影 犹如来自地狱 韩觉背后凝聚出三道剑影 他抬起左手 朝着张困魔一挥 三道剑影急迟而去 快弱极勒 好快 欲轻松的长老们都被吓到 肉眼完全跟不上 扑刺 张困魔的肉身瞬间被冻穿 鲜血飞剑 被穿得千疮百孔 他还保持着高举油灯 当场暴毙 一道光束 从张困魔的天灵盖飞出 原因 张困魔的原因 韩觉眼神一凝 三青绝影剑再次追杀而去 连化神都不怕 杀原因 岂不是易如反掌 没有意外 张困魔的原因 直接被绞杀 整个过程不到三夕时间 一尊原因 直接被韩觉轻易诛杀 净 整座主峰陷入寂静中 西玄仙子 李青子 太上长老 道雷老仙 静须真人以及其他长老 全都瞠目结舌 他们的世界关碎了 筑基近九层如此厉害 西玄仙子 李青子 道雷老仙 竟须真人最为震惊 他们观察韩觉数十年 确定韩觉之前真的很弱 死子莫非被夺赦了 可即便是夺赦 也得重新修炼 怎能突破的如此快 韩觉转身 看向段通天 发现段通天没有震惊 也没有害怕 反而挂着细血的笑容 疯了 韩觉这般想到 段通天开口道 你确实很强 不过你只是原因 如何与本作斗 若是你现在俯首称臣 本作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否则 本作让你领略化神的恐怖 还装逼 韩觉受不了 背后再次凝聚出 三清绝影剑的剑影 他立即挥手 三道剑影急速杀去 轰 轰 轰 三道剑影撞上段通天 直接炸开 段通天体表闪耀着黑色雷电 竟然轻松抵消三清绝影剑 不对 是他脚下的黑色小山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韩觉皱眉 他抬起麒麟剑 准备施展神通 本作脚下的乃是先天黑瓷 可以吸收灵力 除非你的灵力强于本作 否则 你不可能伤到本作 段通天放肆大笑道 韩觉剑指他 笑道 说得花里胡哨 我一剑就能斩杀你 信吗 话音刚落 段通天忽然爆发出化神的恐怖威压 笼罩整个玉庆宗 刹那间 所有正在战斗的玉庆宗弟子 清明魔教弟子 纷纷停手 惊骇的看向主风 好可怕的威压 就连玉庆宗的长老们 也脸色惨白 呼吸急促 他们距离段通天境 感受更深 化神与原音 云泥之别 韩觉动容 化神竟是真的强啊 不过他经过模拟试炼 已经跟段通天对战过 所以信心满满 本作成就化神 气韵雄厚 天道庇护 必定是大燕修真戒第一人 玉庆宗将是本作统一修真戒的 第一块踏脚石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小子 你若真以为 你能一箭杀本作 你若是敢出手 你就死定了 本作已经给过你机会 段通天高举双臂 笑得无比的癫狂 玉庆宗的长老们 脸色灰暗 段通天的气势实在是太强 强到让人难以生起反抗之心 韩觉脸色古怪 这次太能说了吧 本作百岁成金丹 200岁成元英 天资 妈的 老子受不了了 不等段通天说完 韩觉猛的挥剑斩去 刹那间 天地仿佛静止 不只是主风 整个玉庆宗内的所有人都看到 天空闪过一道 好似水墨一笔的黑色剑气 高悬天穷 震撼绝伦 麒麟的咆哮声跟着响起 回荡主风山顶之上 天诛鬼神剑 段通天瞪大眼睛 来不及躲避 在西玄仙子 李清子等人震撼的神情下 段通天的肉身直接被韩觉的剑气碾碎 剑气掠过 只剩下一道虚幻的人影站在先天黑瓷上 段通天的元神 此刻 段通天满脸惊骇之色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他的元神在颤抖 他惊恐地看向韩觉 颤声问道 到底是何方神圣 韩觉抬步踏空 脚下仿佛有无形的台阶 他步步逼向段通天 常山赵子龙 韩觉没有报真名 以免打死段通天还有更老的敌人 他施展七重换步 闪现至段通天面前 段通天下意识逃跑 但韩觉的动作更快 他抬起左手 施展六道轮回弓的神通 六道吸魂 他直接吸收段通天的元神 啊 赵子龙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段通天凄厉的惨叫 没叫嚣几句 他的元神便被韩觉炼化 死的不能再死 一代化神 还未真正展现锋芒 就被韩觉一箭秒了 原因展化神很离谱 但韩觉做到了 韩觉收剑 看向脚下的仙天黑词 欲清宗一方还处于惊恶中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西玄仙子看向韩觉的目光也很震惊 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徒弟 这太强了 西玄仙子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其他人同样有这般想法 前一刻他们还处于生死悬崖边上 现在 盗雷老仙抬手 朝自己的胸膛点了几下 周身穴道都开始剧痛 让他确定自己没有身处幻境 怪不得 怪不得 太上长老激动坏了 当初他修炼原神神通 差点被韩觉打死 导致他怀疑人生 放弃了那道神通 现在看来并非他的神通差 而是此人太强 李清子复杂地盯着韩觉 不由想起 两人在万妖界时的交集 没想到他看走眼了 韩觉无视其他人投来的各种目光 他紧紧盯着先天黑词 你成功诛杀化神 获得一瓶绝品丹药 恭喜你获得一瓶神念丹 肖恶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肖恶是谁 仇恨度竟然直接五星 韩觉暗骂对方不做人 748 6029 第34章 容须近大魔头 韩觉连忙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肖恶 容须近二层 因你诛杀他的傀儡断通天 对你充满恨意 恨不得将你抽骨练魂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容须近二层 妈呀 果然还有更老的 韩觉无语 这边是修真界的境界 越往上越难突破 华神就足以镇压整个玉清宗 更别说容须近 此事结束后得赶紧闭关 早日成就华神 韩觉默默想到 这时 先天黑词内浮现出一道人意 此人也是原神状态 面容丑陋如恶鬼 仿佛经过焚烧 又经过剧毒发酵 伤疤凝成一块块青疤 黑疤 他的身形高大 异于常人 道友当真是好神通 原因斩化神 让吴开了眼见 此人阴阳怪气地说道 韩觉抬剑 等等 有话好好说 对方脸色大变 连忙放低姿态 韩觉认得此人 就是刚才得罪的肖恶 人际关系里的头像 与本人一样丑 韩觉问道 你是谁 肖恶当即挺直妖感 傲然道 乌乃北周欲妖魔宗的长老肖恶 你破坏了吴的计划 吴可以不计较你 只要你磕头认错 吴乃容须大修士 杀你如捏死一只蚂蚁般轻松 毫不费劲 李清子与太上长老对视眼 皆能看出对方眼中的震惊 怪不得清明魔教暗算万妖界 原来是欲妖魔宗的安排 李清子咬牙切齿 太上长老平静道 今日之后 清明魔教就该被除名了 另一边 韩觉疑惑问道 刚才断通天拖延时间 莫非是为了你 肖恶横道 那是自然 这个废物跟吴说 玉清宗吴人是他的对手 可以让吴 罢了 你认不认错 韩觉盯着肖恶 认真道 我在考虑要不要杀你 肖恶动容 他愤怒道 你想得罪欲妖魔宗吗 你想 话还未说完 他化为一道长虹 及时向天边 韩觉正要出手 没想到他抢先一步逃跑 再出手 已然追不上 不愧是老前辈 反应比我还快 韩觉感叹道 这一点值得他学习 他转身飞至西玄仙子身后 运功为其疗伤 西玄仙子用余光贴向韩觉 发现韩觉诸杀断通天后 并没有太激动 一如既往 很平静 他忽然看不透韩觉 原来他并非怂 只是真的不想 被麻烦伴住修行的脚步 韩小子 别帮你师父 赶紧去杀敌 将清明魔教的所有魔修都杀光 李清子催促道 韩觉回答道 不行 师父最重要 开玩笑 他要是以一己之力 杀进清明魔教 那名气不得诈 名气大了 仇敌就多了 甚至会出现很多人想要挑战你 韩觉可不想面临那样的情况 帮助玉清宗度过此次大劫就好 剩下的交给他们自己 李清子 西玄仙子 嘴角微微一翘 其他长老都羡慕的 看向西玄仙子 有图如此 还有何求 道友 实话实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年 你这般修为 绝非我们玉清宗培养的弟子 一名长老开口问道 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 韩觉回答道 相逢何必曾相识 你们只需知道我现在是玉清宗弟子 我不会害玉清宗 这番话听得众人点头 谁没有一段不想诉说的过去 与此同时 清明魔教的其他长老赶来 他们没瞧见段通天 只看到先天黑词 教主呢 一名长老惊恐地问道 看到韩觉等人在疗伤 而段通天又不在 他们心里开始发虚 赶紧杀了他们 事后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尽力满足你 李清子急声道 以韩觉表现出来的实力 杀这些清明魔教的长老 易如反掌 韩觉犹豫 魔教长老们愣住 纷纷看向韩觉 注击进九层也能杀他们 不对 此人定是隐藏了修为 不然注击进九层 怎么可能让他们教主消失 魔教长老们 吓得连忙退避 李清子暗骂一声 他立即起身 走到悬崖前 运足体内仅存的灵力 咆哮到 魔教教主段通天一死 裕清宗弟子听令 杀进宗门内所有魔修 他的声音响彻天地间 所有人哗然 裕清宗一方激动 纷纷跟打了鸡血似的 开始浴血奋战 清明魔教一方则被吓到 教主都死了 还打什么 段通天并没有出声否决李清子 这说明李清子说的很可能是真的 快跑啊 教主死了 该死 裕清宗这么强 裕清宗藏有大能 化神经的教主都打不过那位大能 糟糕 他们要逆袭了 李清子看到魔修们四处逃窜 不由松了一口气 逃了也好 这样能减少裕清宗的伤亡 至于这笔账 事后可以慢慢算 段通天一死 清明魔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敢再来袭击裕清宗 裕清宗甚至可以主动进攻 他扭头看向正在为西玄仙子疗伤的寒绝 眼神火热 定不能让慈子离开裕清宗 李清子暗自想到 他已经无法再突破 只能依仗他人 韩爵的实力恐怖至极 一剑就斩了化神 必须好好拉拢 李清子立即宣布道 从今日起 韩爵为御清宗副宗主 此言一出 长老们皆是动容 但他们都没有反驳 我反对 李清子一眼瞪去 反对者竟是韩爵 韩爵义正言辞道 我一心只想修炼 不想当副宗主 副宗主可累了 影响他修炼 这 李清子不由纠结 太上长老开口道 让他当长老吧 挂个名头就行 享受副宗主的俸禄待遇 除非宗门有大难 平日里不准人打搅他 韩爵一听 满意的点头 他就喜欢这样 对了 刚才那人是容虚敬 韩爵忽然说道 说实话 他有些虚火 毕竟敌人逃了 太上长老笑道 他只剩下元神 倘若我没猜错 段通天帮他恢复肉身 才获得突破之机 刚才之所以拖延时间 估计就是在吸收 御清中的灵气与生气 这应该是某种秘法 至于他的门派 更不用担心 北周离我们太远了 甚至可以说是天涯海角 他完全没有将肖恶放在眼里 韩爵听后 仍不放心 不能这样考虑事情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要闭瓜 我要早日超越容虚境 741 7606 第35章 斩神长老 原因二层 清明魔教溃逃后 御清中内门开始修养元气 被破坏的内门城池也需要重建 弟子们没有太悲伤 反而都很兴奋 御清中内竟然藏着一名 可以轻易诛杀化神的大能 十八峰执教长老将战况 告诉自己的弟子们 关于韩爵的身份 他们没有透露 只说出斩神长老之名 斩神长老 经过今日之战 这个名号 成为御清中弟子们 心中最崇拜的存在 所有人都在好奇 斩神长老的一切 当日傍晚 御幽峰 西玄仙子安抚完所有弟子后 让他们全都退下 只留下韩爵 御幽峰弟子们 虽然目睹韩爵出手 但还不认为 韩爵便是斩神长老 包括长院在内 临走之前 长院看向韩爵 经过如此劫难 韩爵一如既往的淡定 他心中佩服 他准备在外面等等韩爵 有话要说 御幽殿大门关闭 殿内只剩下韩爵与西玄仙子 西玄仙子 已经重新恢复妆容 依旧那么的倾国倾城 犹如天上仙女 他直勾勾的盯着韩爵 韩爵低着头 心里倒是不害怕 现在无论他做什么事 御清宗肯定不会驱逐他 西玄仙子也没有道理责怪他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西玄仙子问道 韩爵抬头疑惑道 我要说什么 西玄仙子哼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来御清宗 李清子可以不计较 但他当师父的得弄清楚 徒弟比师父还强 他怎么当师父 怪不得这次一直不需要他教导 以后我该称你为韩道友吧 面对西玄仙子的调侃 韩爵无奈 道 徒儿真没什么背景 您应该 从铁师弟那里 已经了解清楚我的来历 您是不是不相信我的天赋 西玄仙子迷眼道 纵然你天资绝伦 可你的能耐怎么来的 总不能是自己闭关悟出来的 原因斩化神 太离谱了 可谓是闻所未闻 西玄仙子相信 长教和其他长老也不信 那我告诉您 您可别说出去 年幼时我被一名仙人托梦过 说我天资绝伦 必成仙神 但命运坎坷 磨难多 所以我不敢惹事 每日闭关 韩爵认真道 西玄仙子沉默 韩爵也不吭声 良久 西玄仙子再次开口 既然如此 你为何要挺身而出 玉清宗并没有后代你 我相信你也没有把玉清宗当成家 韩爵回答道 确实如此 但我活了一百载 心中在意的人不多 刚好都在玉清宗 其中最重要的那人 还想跟玉清宗同生共死 好感度快长 西玄仙子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三点五星 这才三点五星 不愧是我师父 就是跟其他女子不一样 越高了 我越喜欢 韩爵心中感慨 西玄仙子转移话题问道 那今后什么打算 继续闭关 嗯 那容须禁魔头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杀过来 我得抓紧时间变强 那你去吧 嗯 韩爵起身离去 不知为何 他心里莫名有些遗憾 走到门口时 他扭头问道 师父 你的大陷进了吗 西玄仙子愣了愣 问道 你什么意思 受我死 我想到铁诗帝 我不希望师父离开人世 若真有这一日 望师父提前知会一声 韩爵说的是真心话 西玄仙子没好气道 滚吧 为师的命还长着呢 韩爵连忙溜走 西玄仙子摇头失笑 他不由想起今日正午的战斗 至今觉得好似一场梦 没想到他的弟子中 竟然藏着如此厉害的人物 不过这小子 竟然将他当成最重要的人 这倒是让他很意外 花了半个时辰 韩爵终于摆脱长院的纠缠 回到自己的洞府 坐在熟悉的木床上 韩爵伸了一个懒腰 真是精彩的一日 我真是太强了 韩爵得意笑道 一见就斩了化神大修士 这种感觉别提多爽 尤其是玉清宗高层们 对他的前后态度反差 这就是小说里经常写到的装逼吗 别提 还真的挺爽的 果然 一致闭关修炼是对的 若是我之前少几年不修炼 就赶不上这样的机会 一定要拼尽全力修炼 韩爵默默想到 若是此劫难发生在一两年前 他还未突破至原因境 那他肯定打不过断通天 到时候只能跑路 那些可能发展成他备胎道理的女子 都得死 想到这里 韩爵更加坚定苦修的心 在绝对无敌前 他要把所有时间花在修炼上 断通天虽死 但潜在危险还在 玉妖魔宗 韩爵斗志满满 他要在玉妖魔宗赶来报仇前 超越玉妖魔宗所有人 韩爵一边想着 他一边进入修炼状态 半年一会儿过 玉清宗内门恢复如初 李清子等人的伤势也痊愈 他们开始调动大量弟子 攻打清明魔教 韩爵没有被惊动 西玄仙子也没有派弟子来找韩爵 断通天 张困魔死了 论高端战力 清明魔教必然敌不过玉清宗 在心理上 玉清宗也占据绝对优势 一年后 在玉清宗的强势进攻下 清明魔教节节后退 甚至逃离宗门大本营 大雁修真戒震惊 玉清宗的威望大大提升 韩爵的修为也达到圆阴晋二层 花了两年半时间才提升一层 圆阴晋的小境界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 不过比起以前 修行速度增快不少 因为现在 韩爵不用单独修炼灵根 直接吸收六种灵气 转化为六道灵力 自突破金丹镜九层后 他便能这般修炼 对于圆阴晋的修行而言 可谓是犹如神柱 这一日 常月前来拜访 宗门给你收集了不少 可以助长洞府灵气的天才地宝 我来帮你种植 还有聚灵阵法 常月进入洞府后 开口笑道 他已经得知 玉清宗的斩神长老便是韩爵 直到这一消息时 他的好感度 直接增长到五点五星 这一消息 他是从西玄仙子嘴里得知的 所以 他并不怀疑 韩师弟当真是前所未有的天才 不 天之骄子 韩爵点头 道 有劳师姐了 常月开始忙碌 一边布阵 一边笑道 你已经是斩神长老 我还能当你师姐吗 韩爵笑道 只要师姐认真修炼 不当闲鱼 就永远是我的师姐 都这么高的好感度 岂能拒之门外 常月长得又不丑 不过韩爵暂时不想谈情说爱 努力修炼才是正道 所以他希望将喜欢自己的女子们 也引上苦修之路 双 一起修炼吗 苦修千年的那种 736 1147 第36章 妖圣血脉 徒弟献机缘 我这样的资质不可能赶上师弟你 常月叹气道 说到这里 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他真的配得上韩爵吗 光是内门 他已经多了两位竞争对手 莫竹的天赋更是超越他 韩爵安慰道 你确实不可能赶上我 你只需要尽力修炼 长生才是我被修士首要谋求的 长月一听更加郁闷 随后 长月谈起宗门最近发生的事情 掌教已经带着十封弟子攻打清明魔教 剩下八封镇守宗门 自清明魔教袭击一战结束后 内门的修炼气氛远超从前 弟子们都有了危机感 周凡更是已经达到筑基近九层 准备杜结成金丹 玉清宗在修真界的威名大增 在铭记上大有正道之手的架势 至于实力 那就不一定了 斩神长老之名也在修真界流传开来 韩爵虽想低调 但他的马甲却是一战成名 忙了两个时辰 长月儿才离去 距林阵一开 洞府内的灵气浓度开始明显提升 看来宗门地位也很关键 能影响我的修行速度 韩爵默默想到 后面得找李清子要点丹药 玄机 韩爵继续修炼 半年后 韩爵眼前浮现出提示 清明魔教放弃针对玉清宗 你获得一剑法器 一本法术秘籍 恭喜你获得副妖绳 大千雷暴 副妖绳 具有强大的束缚效果 可捆住化神镜以下的所有生灵 让其动弹不得 大千雷暴 雷系法术 可勾动天地雷灵器 施展出蔑视般的雷暴 杀伤范围极广 清明魔教终于放弃了 不得不说 他们也真够有任性的 都被打得逃离老家 还敢计划复仇 这般看来 清明魔教将被除名 从今以后 大雁修真戒再无清明魔教 韩爵笑了笑 然后开始让副妖绳认主于自己 之后再传承大千雷暴 大千雷暴是大范围杀伤性法术 很适合韩爵 他就喜欢这种场面大的法术 率是一辈子的事 当日晚上 玉清宗内门上空雷云骤疾 恐怖天威笼罩十八峰 让所有人为之胆寒 清明魔教又来偷袭我们了 清明魔教都没了 莫非是魔道其他宗门 有可能 毕竟清明魔教 还算不得魔道最强 准备迎战 留在内门的八峰弟子 紧张极了 就连长老们也是如此 很快长老们发现 灵力来自韩爵的洞府 天上的滚滚雷云 也没有对内门造成破坏 莫非他在修炼法术 思 长老们对韩爵更加敬畏 天上的雷云很快便散去 玉清宗又恢复平静 没过多久 不知是哪位长老透露的 刚才的意象是 斩神长老在修炼法术 此事传开后 玉清宗弟子们的安全感大增 数年前的那场大战结束后 斩神长老便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依靠 只要有斩神长老在 他们定不会出事 两年后 韩爵的修为还在圆阴近二层 距离三层已经近了 这般速度已经够快 自从韩爵加入内门 人际关系里的圆阴修士 大多都没有增长修为 韩爵对于自己的进步还算满意 毕竟他还能活八百多年 突破化神境 稳如老狗 韩长老有空吗 一道声音从洞府外传来 李清子的声音 韩爵立即挥手 打开洞府石门 让李清子进来 李清子春光满面 最近的玉清宗 可谓是威风凛凛 他作为长教 自然最有面子 他走进来 打量这座先天洞府 笑道 这座洞府对韩长老来说 还是小了点 要不要去煮风修炼 韩爵摇头道 不必了 我已经习惯待在这里 他感受到其他人的气息 洞外有人等候着 修为很弱 似乎刚注击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眼前冒出一行字 他立即查看 杨天东 蕴含妖胜血脉 生来半人半妖 资质绝伦 但年少时曾失控化妖 伤及同门 被清明魔教关押起来 信得玉清宗所救 嗯 又是主角母版 清明魔教厉害啊 竟然藏着两个先天气韵者 不过转念一想 玉清宗也有两个 天才其实不守 只是活到最后的天才很少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强求了 韩长老有任何需求 可以直接开口 我已经跟所有长老打过招呼 你的小事 就是玉清宗的大事 李清子笑呵呵道 韩爵笑道 多谢长教好意 虽然他已经超越玉清宗所有人 但他并没有自大 因为他还想待在玉清宗 现在挺好的 对了 韩长老想收图吗 平时随便指点一下就行 此子资质卓越 以后成长起来 也能孝敬你 李清子笑问道 他扭头看向洞口 将杨天东照进来 杨天东看起来二十岁出头 五官分明 虽不算俊美 但也耐看 他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兽性 玉清宗的道袍穿在他身上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来到韩爵面前跪下 姿态很谦卑 韩爵下意识想拒绝 可转念一想 培养弟子也不错 以后成长起来也是他的帮手 收图可以 不过玉清宗的功法得任他挑选 我只负责传授法术 神通 韩爵沉应道 李清子笑道 功法没问题 但他以前不是玉清宗的弟子 我可以送他内门的功法 但绝学的话 需要他建功积累贡献才行 嗯 李清子拿出一堆令牌 上面都刻着斩神二字 这些是代表着 你斩神长老的令牌 以后可以发给你的弟子们 李清子说完便转身离去 韩爵右手一挥 一块令牌飞至杨天东面前 其他的令牌 全都被收入小乾坤腰带中 杨天东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嗯 才一心 韩爵迷眼道 为师已经推算到你的来历 你叫杨天东 半人半妖 被清明魔教关押过 对吧 杨天东惊恶地抬头 一脸震惊 来之前 李清子特意交代过 让他不要说出自己的过往 没想到韩爵直接推算道 这就是能一见斩杀化神的恐怖大能 杨天东对你的好感增长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杨天东恭敬道 师父果然厉害 这都能算到 徒儿佩服 他顿了顿 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 他右手一翻 一根赤色羽毛出现在他手中 他认真道 师父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 里面藏有他的绝学 需要达到化神才能修炼 以我的资质 距离化神还早 先让师父学会 日后再教我 728-9417 第37章 原因四层 法天向帝 韩爵接过赤色羽毛 将神石探入其中 紧接着 他便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阻挡他的神石 看来需要化神的神石 才能强闯 杨天东对他有三星好感 应该不会骗他 那为师就先收下 你先修炼十年灵力 为师喜欢苦修之事 若是你表现好 为师会传授你法术 韩爵开口道 闻言 杨天东连忙感谢 韩爵指了指旁边 道 你找个地方打做修炼吧 随后 韩爵便闭上眼睛 开始修炼 杨天东起身 找到一个角落坐下 他不敢看韩爵 生怕有所冒犯 立即开始修炼 很快 他发现这座洞府的灵气 极为浓郁 是修仙的好地方 自从聚灵阵 与新的天才地堡 加入洞府后 洞府内的灵气 就越发的浓郁 韩爵的修行速度 也越来越快 一晃眼 十年过去 韩爵的修为 达到原因近四层 这般突破速度 绝对超越凡人 按照这个修行速度 突破之化神 并不算遥远 韩爵睁眼 杨天东在这十年里 修为达到铸基近六层 十年六层小境界 突破速度还不错 确实算得上天才 韩爵开口道 徒儿 杨天东猛地惊醒 连忙跪拜韩爵 这十年感觉如何 韩爵问道 杨天东回答道 受益匪浅 不仅修为增长 还悟到许多道理 天哪 都十年了 杨天东心中哀嚎 这十年 他绝望了不知多少次 但他觉得 这是韩爵对他的考验 他不能松懈 若是连第一关 都无法度过去 韩爵绝对不会 把他当成清传弟子 韩爵挑眉 这思还悟到道理 瞎吹 老子闭关一百多年 也没悟出啥来 韩爵觉得 有必要打磨一下 道 出去做任务吧 我记得宗门任务楼 有阅读贡献榜 等你成为阅榜第一时 再回来 杨天东一听 立即起身 这一起身 差点摔倒 坐了十年 他的下半身都僵了 他连忙弯腰行李 转身离去 韩爵挥手 将洞门打开 杨天东离去后 韩爵想了想 将之前斩杀化神禁时 得到的神念丹拿出来 神念丹是专门增强神识的 增强神识后 他正好试试杨天东 献给他的赤色羽毛 药瓶里一共有九枚 韩爵立即服用 服用神念丹后 韩爵顿时就有种眩运感 不知过去多久 但他清醒时 发现自己的神识增强了一倍 他不由惊喜 这丹药有点厉害啊 韩爵继续服用 半个月后 九枚神念丹全都服用完 效果卓越 他的神识暴涨 增强了十倍不止 这丹药服用的越多 增强的效果越强 十分神奇 韩爵再次拿出赤色羽毛 神识探入其中 哄 那股强大的阻力再次出现 韩爵咬牙坚持 神识与之对撞 大概持续三秒 他强行冲破那股阻力 紧接着 一股庞大的记忆 涌入韩爵的脑海里 神通 法天相殿 这是一种 让身形万倍增长的神通 此神通在许多神话里 都出现过 炼之大成 可有万丈肉身 韩爵惊喜 此神通排场大 他喜欢 群山之间 一批修士正在赶路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莫复仇 莫复仇如今成就金丹 成为真正的核心弟子 除了他与两名男弟子外 剩下的人都是少年 少女 前面就是玉清宗了吗 哎 我会不会落选啊 落选是正常的 以后对我好点 我让你当吹销童子 凭你这吹口哨的本事 再练练销 应该不错 十八封最厉害的是哪一封啊 不清楚 到时候莫前辈 会跟我们介绍吧 这些少年少女 都是玉清宗的新弟子 莫复仇最近接的任务 负责招收弟子 道雷老仙想要将莫复仇扶持起来 光是核心弟子不够 还得掌权 招收弟子 最容易拉拢到一批 属于自己的人脉 听着身后的讨论声 莫复仇露出笑容 想当年 他加入玉清宗时 也这般兴奋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 从前方传来 莫复仇下意识拔剑 挥剑斩去 将一只竹剑斩碎 紧接着 竹剑碎片化为毒物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往后退 有嫡妻 莫复仇沉声道 他跟着纵身跃起 挥剑斩向偷袭者 那是一名缩一人 缩帽遮蔽面容 他从背后拔出两把弯刀 刀锋赠光阴朗 面对杀拐的莫复仇 缩一人身形一晃 竟然变出五道分身 齐齐杀向莫复仇 莫复仇挥剑斩去 雷电闪耀 化为一张大网 扑向缩一人与他的分身 缩一人快速旋转 化为黑色旋风 强行撕碎雷电大网 莫复仇没有慌乱 左手掐动法掘 朝地一拍 雷电沿着地面刷去 速度极快 缩一人刚落地 就被雷电缠住 浑身颤抖 莫复仇跟着冲上去 准备降服对方 哄 旁边的地面忽然炸开 又是一名缩一人 破土而出 挥刀斩向莫复仇 莫复仇暗骂 敌人是什么来路 竟敢在欲青宗脚底下道士 他刚想行动 一张符纸从他身后的地面冒出 迅速贴在他的背上 莫复仇顿时动弹不得 直接将在原地 扑刺 缩一人一刀刺穿莫复仇的胸膛 鲜血顺着刀刃飞溅而出 莫复仇的瞳孔放大 心中充满绝望 糟糕 其他人纷纷后退 看到莫复仇被重创 一个个慌得不行 所有人跪下 我们只抓莫复仇 你们若是敢干扰我们 都得死 一名缩一人沉声喝道 吓得那些弟子腿软 纷纷跪下 少年 少女们哪见过这等场景 一个个更是脸色煞白 浑身哆嗦 不敢开枪 莫复仇无法动弹 他死死的盯着眼前的缩一人 沉声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天刚地煞 缩一鬼妹 玉清宗犯了大忌 先抓你回去 只能告诉你 玉清宗的大劫来了 缩一人沉声道 声音沙哑 莫复仇一听 瞪大眼睛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就在这时 红隆隆 群山之间 不知何时出现一名巨人 上半身没入云海之中 周围的群山最高 也才达到他腰部 场面极为壮观 在这尊巨人面前 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犹如蝼蚁忘人 两位缩一人被吓得手抖 因为这尊巨人 穿的是欲清宗的道袍 720-8633 第38章 缩一圣教 发现细作 施展法天相帝的韩爵俯看天地 云雾遮蔽他大部分的视野 但仍让他很激动 这神通了不得啊 韩爵现在至少有千丈高 并非是虚幻 肉身确实这般巨大 不过道袍也跟着变大 神奇无比 不仅如此 连同肉身力量飞跃增长 神通荡真是高深莫测 韩爵感觉自己一脚 就能踹倒一座山 这种强大的感觉让他膨胀 此地距离欲清宗还有一段距离 为了不引起轰动 韩爵特意来此地 法天相的确实牛批 千丈之身 原因竟砍不动他吧 韩爵心中得意 他正要离开 忽然听到打斗的声音 他扭头看去 在不远处的山间有一匹蚂蚁 哦 不是蚂蚁 是人 韩爵起初不在意 后来觉得 其中一道气息有些熟悉 这不是莫妇仇吗 他定睛看去 正好看到莫妇仇被捅刀 我擦 谁啊 敢在御清宗门口 杀我宗何欣弟子 身为斩神长老 韩爵岂能坐视不管 他当即摇身一变 凭空消失 与此同时 两位缩一人回过神来 其中一人嘀咕道 刚才眼花了 另一人道 或许是幻想 郁清宗一方同样处于惊恶中 不知为何 莫妇仇觉得 那道身影有些熟悉 呼 一阵疾风忽然袭来 莫妇仇只觉得眼前一晃 旁边的两位缩一人 全都吐血到飞出去 恍惚间 莫妇仇看到了一人 他瞪大眼睛 果然是他 他刚眨眼 韩爵鱼 两位缩一人已经消失 其他人也愣在原地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良久 莫妇仇没好气到 还不快过来救我 他胸口还插着一把刀 其他人纷纷围上来 莫师兄 你没事吧 刚才的人是谁 还有问 肯定是我们御清宗的斩神长老 能伤到莫师兄 定然是两位金丹高手 在瞬息间 击败两位金丹高手 只能是斩神长老 斩神长老 就是那位名震修真界的 御清宗化神强者 主风 掌教殿 韩爵直接冲入大门 惊醒李清子 不等李清子开口 他随手一甩 将两名晕爵的黑衣人丢在地上 他用神识冲击两人的灵魂 使得他们短时间内 无法清醒过来 这两人想抓莫复仇 交给你了 韩爵丢下这番话 又迅速离去 李清子愣了一会儿 目光才缓缓看向店上的两人 另一边 韩爵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坐到木床上 伸了一个懒腰 敢在御清宗掳人 估计又是一方敌人 在御清宗灭清明魔教后出现 必定更强 韩爵默默想到 唉 无尽的麻烦啊 这就是人生吗 得赶紧突破化神境 韩爵突然觉得 圆阴镜也很不安全 四日一早 李清子 太上长老找来 韩爵打开洞府 让他们进来 嘖嘖 这里的灵器 都快赶上主峰的药园子了 太上长老嘖嘖称其道 再次面对韩爵 他还是有些尴尬的 毕竟数十年前 他被韩爵击碎了到心 如今重新拾起神通 面对韩爵仍有些不自然 李清子笑道 洞府还是小了点 要不要叫人开大点 韩爵摇头 道 就这样挺好 太大爷冷清 当代长教和前任长教起来 定然是有麻烦 直说吧 是不是玉清宗又遇到麻烦 韩爵问道 昨日捉的两人 估计身份不简单 李清子叹息一声 道 那两人乃是缩一圣教的人 玉清宗成立近千年 而缩一圣教 已经存在数千年 他们行宗鬼秘 千年前曾统一过大燕修真界 后被正道各宗联手击溃 又潜入暗处 如今他们又卷土重来 抓拿了我们不少天才弟子 他们似乎掌握了我们许多情报 所抓的弟子都是天才 太上长老亨道 肯定是奸细 之前清明魔教的奸细 就没有铲除干净 尤其是潜伏在长老层的细作 我怀疑 他们为了复仇 特意找到缩一圣教 缩一圣教 这名字有点意思 韩爵问道 缩一圣教里有华神吗 有容虚吗 李清子回答道 华神肯定有 容虚就不清楚 哦 韩爵突然又想跑路 当然只是想想 跑能跑到哪里去 太上长老道 我们打算亲自拜访各宗 将正道各宗团结起来 这段时间 郁清宗希望由你来守护 你面临郁清宗长教 太上长老的请求 你有以下选择 一 拒绝请求 判离郁清宗 可获得一枚助言丹 二 同意请求 继续修炼 保卫郁清宗 在长教回来前 使得郁清宗平安无事 可获得一本法术秘籍 一瓶化神镜修行丹药 韩爵眼前久违的出现选择 第二条的奖励很丰厚啊 还有化神镜的修行丹药 没问题 韩爵爽快地答应下来 只要不出去 什么都好说 李清子二人惊喜 对韩爵的好感度再次提升 全都达到四星好感 两人离去后 韩爵立即进入修行状态 太危险了 得抓紧时间提升修为 韩爵默默想到 虽然他已经可以同时吸收六种灵气 但想要达到化神 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数十年啊 很多烦人一辈子也就这么点时间 一晃眼 六年时间过去 韩爵突破至元英镜五层 寿命增长至1080年 这般进步 还不错 韩爵很满意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徒弟杨天东怎么还未回来 他打开人际关系 注意到邮件闪烁着红点 他立即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李清子 早遇缩依圣教袭击X14 你的好友太上长老 早遇缩依圣教袭击X26 你的徒弟杨天东 早遇缩依圣教袭击 你的徒弟杨天东 被缩依圣教掳获 你的好友周凡 早遇缩依圣教袭击X8 往下看去 全是被缩依圣教袭击 比起之前面对清明魔教 还要壮观 韩爵注意到自己的徒弟被抓了 按理来说 作为师傅应该出关 但是不行 韩爵觉得这是陷阱 来自冥冥之中的一股神秘力量 在操纵着他的人生 逼他涉险 他必须与命运抗争 绝不冒险 韩爵忽然想到 御清宗内部 会不会有缩依圣教的人 他立即动用模拟试炼功能 先检测御清宗内的人 他先搜索御清宗内 除了他之外的最强者 盗雷老仙 原因近七层 御清宗天雷锋长老 缩依圣教秘密直视 韩爵愣住 因为盗雷老仙 对他没有产生好感 也没有仇恨 所以他一直没有了解过盗雷老仙 没想到这次竟然是狼人 714 1054 第39章 诸杀长老 妖圣神宠 缩依圣教秘密直视 韩爵挑眉 这老狗隐藏得很深啊 怪不得与魔教一战后 许多长老都对韩爵产生好感 到雷老仙却没有 原来这丝是细作 狼人啊 怎么出脸 直接杀了 还是先找证据 韩爵摸着下巴 犹豫起来 他想了想 起身前往御幽风 西玄仙子值得信任 人际关系里也没有显示 他是细作 来到御幽殿前 大门很快打开 韩爵立即入殿 这一次 他没有跪拜 只是抱拳行礼 师傅 我发现长老中 有缩依圣教的戏作 怎么解决 直接杀了 还是先搜集证据 韩爵开口问道 西玄仙子睁眼 轻声问道 谁 天雷锋的盗雷老仙 杀吧 嗯 韩爵愣住 这与他想的对话 完全不同 莫非西玄仙子 与盗雷老仙有仇 西玄仙子哼道 为师早就发现他不对劲 既然连你都这样说 必定是真的了 韩爵点头 转身离去 西玄仙子想了想 跟着起身 两人离开玉幽峰 朝着天雷峰飞去 作为最热门的峰之一 天雷峰上的弟子 有近两百人 在天雷峰各处修行 韩爵二人迅速来到天雷殿 师兄 我来拜访你 西玄仙子开口道 话音落下 大门打开 两人立即进去 大门跟着关上 看到韩爵到来 道雷老仙先是愣了愣 当即起身 两位长老 一起来找 道雷老仙笑问道 可话还未说完 剑光闪耀大殿 三清掘影剑 直接洞穿 道雷老仙的胸膛 将他定在正殿的玉墙上 圆英镜一层的韩爵 都能秒杀化神 如今圆英镜五层的他 对付道雷老仙 那自然是手到擒来 好快 西玄仙子暗自心惊 他都没有看清楚 韩爵是如何出手的 道雷老仙更是惊恐焦急 他想要挣扎 发现韩爵的剑气渗入他体内 竟然在快速的蚕食他的灵力 怎么可能 他的灵力为何如此霸道 道雷老仙惶恐极了 连忙叫道 韩长老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爵面无表情 道 缩一圣教的秘密执事 长教离开时 让我保护玉清宗 最近玉清宗的天才弟子 接连被缩一圣教掳获 想必都是你提供的情报 今日我便杀了你 他抬步走向道雷老仙 道雷老仙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道雷老仙大惊 忽然化为雷电 暴散开来 数十道雷电沿着墙壁挤走 朝着大门冲去 韩爵抬起右手 雷电从掌心之中喷涌而出 大千雷暴 无数雷电交织在店内 那些玉瓶 画卷等装饰物 全都被震得粉碎 轰的一声 天雷电跟着粉碎 道雷老仙凭空出现 吐血坠落在地上 他刚要起身 三道剑影从天而降 直接诛灭他的肉身 其原因刚想跑 就被九龙除魔印打爆 念杀 韩爵转身离去 丢下一句话 道 师父 剩下的交给你了 他迅速离去 他刚离去没多久 一名明天雷风弟子飞上来 其中包括莫复仇 莫竹 看到天雷电化为废墟 他们傻眼 西玄仙子开口道 经我与斩神长老调查 道雷老仙示威 缩一圣教的执事细作 刚才斩神长老就地处决了 道雷老仙 天雷风弟子们安心修炼 新的长老等长教回来再安排 这段时间尽量少出去 避免被缩一圣教盯上 他右手一挥 将道雷老仙的储物借射走 天雷风弟子们呆住了 怎么可能 师父是内奸 斩神长老不会冤枉人吧 可是师父这么多年兢兢业业 就算怀疑 也要等长教回来啊 师父已经死了 他们上山时 我注意到了 到现在也才数十七时间 师父竟然这么快就被杀了 天雷风道雷老仙 被斩神长老朱煞 这件事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轰炸内门 引得十八封弟子哗然 道雷老仙真的是内奸 长老们迅速聚集在主封大殿内 由静虚真人主导此事 西玄仙子右手翻开 手中出现一封书信 他开口道 这是从道雷老仙储物界内发现的 乃是缩一圣教的 圣史传于他的 让他帮忙收集玉清宗的天才弟子 除此之外 储物界内还有其他书信来往 以及摩修的法器 他将这封书信交给其他长老传阅 长老们阅读后 皆是气愤大惊 他们纷纷怒骂道雷老仙 同时心惊肉跳 斩神长老太恐怖了吧 竟然直接杀了道雷老仙 都不需要跟他们商量 他们心中胆寒 打定主意 绝不能招惹韩绝 与此同时 韩绝在洞府内继续搜查 除了道雷老仙外 狱清宗的其他长老都是清白的 也正常 倘若狱清宗的长老中 出现数位内奸 那不是GG了 长老曾算是清理完 然后是直视层 直视层的细作 就百花路放了 除了缩一圣教 正魔两道的细作 都有 还有一些修真家族的 看得韩绝瞠目结舌 整个修真界皆如此 还是就玉清宗这么倒霉 韩绝摇头 由于人太多 他就懒得追究 反正这些人 也危害不了玉清宗 韩绝开始修炼 接下来 每隔半年 他便会让系统帮忙检测 玉清宗内的最强者 避免缩一圣教来袭 两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绝眼前 忽然出现一行提示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又有 韩绝立即查看 他眼前跟着出现一行行字 黑玉姬 上界妖圣转世 本体为黑玉凤凰 因杀戮无数 得罪天庭 被天庭诛杀 其魂魄钻入六道轮回 投胎入了凡间 其灵魂将不断改造其肉身 直至彻底蜕变为黑玉凤凰 目前状态为姬仔 灵智尚未成熟 杨天东拥有的妖圣血脉 只是凡间而已 黑玉姬直接是上界妖圣 还有天庭 这不是华夏神话里的存在吗 这个世界也有 韩绝对黑玉姬产生兴趣 他的神识立即扫去 只见山脚下有一名老农 牵着牛群行走在山野间 每一头牛的背上 都拖着两个鸡笼 里面都是鸡仔 韩绝的神识 迅速落在其中一只小黑鸡身上 这只黑鸡的羽毛 赠光瓦亮 颇有金属质感 一群鸡仔中 是神宠 岂能错过 韩绝立即下山 他来到老农面前 开门见山地说 要那只小鸡仔 老农不敢拒绝 他本身